八年前陈家遭遇灭门 十岁的陈天阳被五道至尊三圣女所救 如今学有所成 毅然下山报仇 下山第一步退婚 哦小子 你想退婚 门都没有 龙叔叔 算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把婚退了吧 你看我现在混得跟个乞丐似的 我二姐姐可是龙江第一美女 我哪里配得上她啊 这门婚事是你刚出生时 两家老爷子定下来的 就算你长成一坨屎 你也注定是我女婿 叔叔 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 你们龙家现在是龙江首富 而我们陈家 谁敢说你配不上马儿 老子干的 可是你让我娶我二姐姐 我一毛钱彩礼都拿不出 这不是给你龙家丢人 让人看龙家笑话吗 彩礼 你以为你老丈人 我这龙江首富是冒牌的吗 我女儿结婚 我还有女婿对给彩礼 老子丢不起那人 你再有钱也是你的啊 什么你的我的 我们也俩还分什么你我 从现在起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啊 臭小子 我知道你现在有点自卑 但俗话说得好 男子汉大丈夫 乾坤未定 谁都有可能成为 可是 别跟个娘们似的 磨磨叽叽的 跟我进屋 你本儿姐要是知道你来了 一定会高兴坏了 今天正好是你爷爷八十大寿的日子 家里来了很多牛逼的大人物 我要给他们好好介绍一下你 我要让他们都知道 从此以后 你就是龙江第一女婿 啊 此时庄园里有上百人 三三两两的聊天喝酒 今天是龙老爷子八十大寿 龙江哥大豪门世家的人均前来喝寿 省内武道界的高手 能排得上号的基本上有多道场 可谓是高鹏满座 诸位道友 你们可知 最近武道界突然冒出一个屠龙少年 他与昆仑那条吞了不少人的 恶龙毒酒阴斗了七天七夜 最终恶龙被毒 腰胆被夺 啊 向老 您怎么知道的 老夫不才 有幸亲眼远观了这场 千年难得一遇的圣光 我的天了 一人独斗 恶龙七天七夜 恐怖如斯 听说武道界第一恶人 北明老妖也死于他手 据说他只出一招 便取下了北明老妖的向上人头 什么 北明老妖可是武道界排名第二的强者 能一招秒杀他 这少年得是什么神仙修为 这算什么 天下第一门的掌门 人家也指出了一招半 便轻松取胜 打败天下第一 他只用一招半 听说坏事作诀的天明宗 也被他一夜之间灭闻 不会吧 天明宗不是天下第一魔道宗门吗 则则 能一夜之间灭掉天明宗 他得带多少顶尖高手去啊 他一人独闯龙坛 向老看见大家全都惊呆了 很得意的摸了摸自己的山羊湖 那神情 就好像他刚才所说的那些事 是他自己亲手所谓一般 不过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突然被远处与龙正云 并排而行的一道兽穴的背影吸引过去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一定是我眼花了 那屠龙少年 怎会来龙江这穷乡僻壤之地 像老说的那个屠龙少年 这种人千年难出一个 有高人说了 他是纪武当祖师之后 八百年来最有望生仙之人 我们不跟那种变态 再说了 就算他在牛 他在我心里 还是不如你 是吗 臭小子 原来你会笑啊 这就对了嘛 别总是愁眉苦脸的 开心点 笑起来可帅多了 我知道你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但从今天开始 你的苦日子已经过到头了 从现在起 你每天就负责开开心心的花钱败家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横行霸道 我负责给你擦屁股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看谁不顺眼就揍谁 天塌下来 老丈人给你顶着 大家都静一静 我说两句 今天我龙家可谓是双喜临满 一喜自然是我爹八十大寿 这二喜妈 是我女婿 也来给我爹贺寿了 她叫陈天阳 是我女婿 你们大家也都知道 我龙正云是龙家三代单传 我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以后他陈天阳 就是我龙家的唯一继承人 还望诸位做长辈的以后 看在我龙某人的面子上 对他多多关照 恭喜龙也喜得成龙快婿 恭喜龙先生 下方上百人全都鼓起掌 紧接着 马上传来一阵如潮一般的议论之声 这不是陈家那扫把星吗 可不是吗 克死了自己爹妈就算了 还把陈家害得家破人亡 真不知道龙正云怎么想的 龙家百亿家产 居然便宜了这么一个乞丐 爹 怎么办 龙正云这老傻子清定女婿了 我没戏了 你放心 龙家的家产不得手段 我也会帮你弄到手 谁也躲不走 可是 龙正云都认顶陈家这叫花子了 如果这叫花子遇到什么意外了呢 龙爷 你可是武道界的远镜高手 你看中的女婿自然也是武道天才 不如让你女婿摆个擂台 给龙江这些年轻人一点机会 找他讨教几招吧 是啊 龙爷看中的接班人自然绝非池中之物 既然他要做你的接班人 肯定得具备以后统领龙江年轻一辈的能力 让他露两手看看 让我们这些小家族的晚辈们长长见识吧 没错 我们都想看看龙爷的接班人 是何等精彩绝眼之辈 龙正云脸色突然有些不太好看起来 武道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任何家族想推的年轻人出来 都会让他先露两手 这是以武惠用 龙正云也不好发飙 我这女婿不是武道中人 等我培养几年再说 那怎么行呢 是啊 让我们解释一下嘛 这都不敢上场 怎么做龙爷女婿 切磋一下而已 点到为止吗 就算他不会武功 我们也不会伤到他 不少年轻人开始起哄 不难看出 很多人都想趁精烈一下龙正云这女婿 欺负他不会武功 算什么英雄好汉 谁想切磋 有本事跟我打 这时庄园门口走出来一个高楼 众人一看见来人 是龙家大小姐龙婉兴 瞬间全哑巴了 谁跟你打 那不是找虐吗 你可是龙江年轻一辈第一人 你跟我们打不是明摆着欺负 不敢跟我打 就别再打他的主意 以后谁想挑战他 先打赢我再说 天阳 我们走 去我房里玩 龙婉兴说完 意识到这话不对 翘脸刷得一红 急忙拉着陈天阳的胳膊 带着他逃也似的进了别墅 这就直接去房里玩了 这还是平时那个高傲到不可一世 看谁都是鼻孔朝天的龙家大小姐吗 怎么跟他一见面 就直接去房里玩了 大家吃好喝好 我先陪陪我女婿 稍后再来陪大家 小天 你别理他们 其实妖怪 只能怪你媳妇长得太好看了 你把他们很多人的梦中情人抢走了 他们当然眼红 想让你难堪也是正常的 不过他们羡慕嫉妒恨 又有什么用呢 反正我女儿是你的 我这百亿家产也是你的 气死他们 龙正云时刻都在顾忌着陈天阳的情绪 生怕别人伤到他的自尊心 就是谁都别想把我从你手中抢走 姐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我来退婚 是不想连累龙家 你爷爷年纪大了 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连床都下不了了 他老人家可一直惦记着你呢 八年前 你家遭遇那场大难之后 他一直很自责 没有帮上什么忙 又生怕你孤身在外吃不饱 穿不暖 整天念叨你 龙正云说完推开一脑 却见房间一个白发老人 正半躺在床上 陈天阳只看了老人一眼 马上眉头一皱 嗯 真气堵塞 经脉混乱 身中慢性剧毒 有人想害龙爷爷 看来龙家遇到大麻烦 陈天阳下山退婚 却被老丈人蠢上天 接上级 不是说了不要烦我 今天谁也不见吗 爹 您看看谁来了 龙爷爷 天阳给您助手来了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天儿 真 真的是你吗 我没演话吧 爷爷 是我 天儿 快起来让爷爷好好看看 这些年没少吃苦吧 爷爷 您别哭了 天阳弟弟命苦 我们都心疼他 但您也要注意您的身体 医生说了 您不能太过激动 是啊 爹 您身体要紧 千万别太难过了 现在天儿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好好弥补他就是了 嗯 一定要对他好 他爷爷当年救过我的命 如果没有他爷爷救我 就没有你们 就没有现在龙家的遗见 爹 这些事我们全家人都记着呢 不用您说我们都会对他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玩儿 我们先去楼下招呼客人 让他们爷俩好好聊聊 快去商场给天阳买几套像样的衣服 爸 我这就去 记住 必须全部买顶级名牌 不求最好 只求最贵 谢谢 谢谢爸 对他这么好 谁要你谢 我自己的亲女婿 我不心疼 谁心疼 那我也是你亲女儿 你却整天对我凶巴巴的 没见你对我好一点 他没电没妈了 我们不对他好 这世上还有谁会对他好 爸 我开个玩笑 你别那么认真嘛 别废话了 快去吧 另外 回头带天阳去买辆好车 必须是龙江最好的 我女婿出门 不能让他没面子 爷爷 您这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哎 其实也没什么病 就是年纪大了 不中用了 不对 你这病不一般 最近几年 你是不是受过伤 你这么一说 倒的确是 三年前 跟别人交过一次手 受了一点伤 不过 那次受伤很快就好了 跟我的病没关系 爷爷 我给你把把卖 有喝 好小子 你可以啊 看来 这八年 你在外面还学了点中医啊 跟一位师傅学过一些医术 不错不错 来 帮爷爷好好瞧瞧 爷爷还能不能多活几年 可就全靠你了 爷爷 你趴下 我给你针灸一下 你还会针灸 臭小子 你醒了 哈哈 来 爷爷试试 你针灸功底如何 老爷子刚趴在床上 陈天阳一针扎在大陆瘸之上 老人浑身一出出 当场昏迷 到底是谁想害龙爷爷 这手法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看来 龙爷爷的敌人很不简单 爷爷呢 睡着了 跟我来 你先去洗个澡 换身新衣服 买这么多 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那你就得问你老丈人去了 是他让我买这么多的 你干嘛 帮你脱衣服去洗澡呀 小时候不经常帮你脱嘛 还需要姐帮你搓背部 不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哎呦 八年不见 我家天阳弟弟长大了 知道害羞了呢 来 让姐看看 是不是真的长大了 你干嘛 到你玩呢 看把你吓得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疯 哼 我在外面要装大家闺秀 还不能在家疯一下吗 不一会儿 陈天阳洗完澡 换上了一套崭新的休闲装出来 就连见惯帅哥的龙婉星 都有些惊呆了 我的天了 天阳 你也太帅了一点吧 擦一下口水 哼 姐可没垂涎你身子 走 带你去理发 就在龙婉星 带着陈天阳 开口的最小的时候 一辆奔驰尾随其后 缓缓地驶出了龙家 浩子 给我找几个人 收拾一个不会武功的香巴佬 小哲 想教训那香巴佬 也不急于这一时 爸 我现在一看见那香巴佬 就浑身不舒服 别忘了 他跟龙正云女儿在一起 那丫头可是先天静 你叫几个混混 我去能教训他 爸 你放心 你儿子 我又不是傻子 待会儿我让人把龙婉星引开 然后再叫他们动手 先让他去医院住个十千八天 有这十千八天的时间 我想个办法 把龙婉星生米煮成熟饭 你不想活了 别连累老子 别连累吴家 爸 不是你说的不得手段 也要让我成为龙家女婿吗 你管这叫不得手段 你这叫自寻死路 你别忘了 人家老子可是五道第一人龙正云 你要真把他女儿毁了 我们吴家就等着被灭门吧 能不能让老子省点心 爸 你想教训陈家那小的 我不拦你 但不许打龙婉星主义 用他得从长期 我早有安排 到底是谁对龙爷下的黑手 龙爷爷究竟得罪谁了 喂 天阳 你听说了吗 最近五道借出了一个 好厉害的屠龙少年 你对他感兴趣 我只对你感兴趣 我听说 那个屠龙少年 不仅屠了 昆仑那条恶龙主九阴 还打败了天下第一掌门呢 真的太厉害了 要是有一天 能见他一面就好了 你想见他干嘛 哼 我要狠狠揍他一顿 谁让他把那条龙嘎了的 本来我是打算 等我修为再高一点 就去挑战一下那条龙的 说不定我也能为名除害 成为万人敬仰的屠龙少女 到那时 我就是万千少男心中的女神 而我却只痴情于你 让他们爱而不得 吉祥 我没看花眼吧 这 这真是我们那个 不见女色的小圣主吗 完了完了 我一直以为小圣主喜欢男人 早知道他其实是喜欢女人的 我就应该晚上 偷偷去钻他被窝 行不通 我试过 牙都被打飞了 天阳哥哥 嗯 你这里应该没那么快 我有个女同学 在附近医院住院了 我先去医院看看他 很快回来 嗯 龙婉姓离开 四名大个子便走进了理发店 他们在经过陈天阳身边时 撞了一下陈天阳的肩膀 你眼瞎眼 不知道道歉啊 看啥看 我们老大叫你道歉 怎么着 看你这样子好像还很不舒服 铁山靠 姑爷 别害怕 我是龙爷的保镖 我叫阿贤 是龙爷让我来暗中保护你的 别打坏人家店里的东西 拖出去费了 啊 他们也只是骂我两句 不至于吧 姑爷 这是龙爷定的标准 龙爷说 谁要敢欺负你 还没动手的废掉手脚 如果对您动了手的 就直接报废 把您擦破皮的灭全你 小伙只是去理个发 却被几个标行大汉找麻烦 接上急 欺负我家姑爷 你们活腻了 大哥 我们事先不知道 他是龙家的姑爷啊 大哥 饶了我们吧 阿贤 他们只是听命于人 不是正主 差不多就行了吧 好 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几个 还不赶快谢谢我家姑爷 谢谢姑爷 哦 不谢谢大哥 滚吧 龙爷 人叫醒过了 不过没有按照您的标准来 姑爷让我把人放了 看来这小子有点富人之人啊 我得好好教教他才行 帮我看好的 他要是被人擦破点皮 你们就剃头来见我吧 啊 是 我一定会照看好姑爷的 龙爷说了 姑爷要是擦破点皮 让我们几个剃头去见他 啊 别了了 打起十二分精神 把姑爷盯紧一点 哎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你说咱们龙爷 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了 龙爷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这小子命可真好 命好 我听龙爷说 他十岁那年 家里上下一百零七口 一夜之间全被涂了 你说人家命好 你也想要这种命 那还是算了吧 怎么了 嘴巴都翘过河了 天阳惹你生气了 没有 他没惹我生气 我只是自己气自己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没用 天阳明明有很重的心事 可我却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有很重的心事 怎么回事 说说看 一路上 他总是唉声叹气的 我逗了他好久 可他不仅不笑 连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 始终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爸 你说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傻丫头 怎么会呢 你们从小形影不离 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他现在只是自卑 觉得他配不上你 难免会有些自己的想法 你现在要做的事 多鼓励他 让他尽快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嗯 爸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但是又不确定 那样会不会让他更自卑 你说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读大学 不然我去上课了 他一个人在家 肯定会很无聊 嗯 这个想法好 我没什么文化 我女婿都有文化 就这么办 回头我让老罗联系教育局的人 爸 你别着急啊 我们要尊重天阳的意见 万一他去了大学校园 什么都不懂 反而更自卑了呢 如果他不想读 那就不读了吧 我先给他把大学学籍弄到手再说 那好吧 爸 医院给我打电话了 说妈妈的病情又加重了 爸 那个薛神医 到底能不能找到呀 医生说 妈妈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还在找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就算找到了 人家未必肯同意给你妈治病 对了 你妈这是天阳知道吗 他没问 我也没说 回头他要问起你妈 你就说你外公身体不好 他去陪你外公了 你妈跟他骂情同姐妹 他要知道 你妈现在病成那样子 一定会很难过 我知道了 咦 天阳呢 他一回家 就去爷爷房间了 说是想多陪陪爷爷 嗯 正常 这孩子从小就喜欢黏着你爷爷 你爷爷也喜欢他 说他将来必成大忌 哎 可惜陈家除了那事 把他给耽误了 不然 这孩子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 小时候 我什么都喜欢和他争个高下 可现在 我倒是希望他能超过我 他会的 相信我 这孩子天赋不错 我已经和姜老谈好了 他今晚就过来 我准备让那小子拜向老为师 啊 爸 你是说我们省内五道界 数一数二的那位宗师强者 嗯 救他 爸 我听说他好像从不收徒 你是怎么请动他的 这你就别问了 下午 睡了七个多小时的龙老爷子 终于缓缓苏醒 哈哈 我还活着 活着 好小子 我做了个梦 梦见你一针 给我扎去见阎王爷了 哈哈 不然 他右手一撑 竟毫不费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 我 我能动了 爷爷 您下床试试 这 这怎么可能 全国多少威名赫赫的名医 都说我这辈子恐怕是站不起来了 你 你给我治好了 呵呵 爷爷 来 先下床走两步试试再说 经脉不通 一般人早就废了 老爷子能撑两三年 全靠他天元镜的针器在支撑 天儿 你果然是爷爷的福星了 爷爷还以为我这辈子 要直接从床上 一直躺到镜棺材那天了 爷爷 您别激动 七日后我再给你试一针 十五日后还有一针 两针试完 您就能恢复原来的修为了 什么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嗯 针 真的还有可能恢复修为吗 不过 爷爷 就算你恢复了修为 你也不能显露出来 为何 有人想害你 什么 爷爷 自从你上次受伤之后 一共有多少人给你看过病 特别是会针灸的中医 你给我说说看 你是说 有谁趁给我看病期间 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不仅如此 你还中了一种慢性剧毒 才导致你心脏出问题 至于你的经脉萎缩 气血不畅 是因为有人用一种 非常精妙的针法 封住了你十二经脉 你都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师父是谁 爷爷恕罪 恩师说过 不能透露他的名讳 好好好 陈家后继有人了 陈家后继有人了 老陈头 你若在天有灵 可以明目了 你这孙子出息了 他出息了呀 爷爷 我扶您去花园走走 到老地方下一盘 小时候 您老叫我的连环马 现在可厉害着呢 是吗 现在能认清别腿马了吗 当然能 哈哈哈走 老太爷 爹 爷爷 众人目瞪口呆 都望着陈天阳 搀扶着的老爷子 此时全都已经是热泪盈眶 怎么了 我有那么吓人吗 把你们前下哭了 爷爷 您怎么能下床了 爹 您老终于能下床了 老爷子 您可算康复了 哈哈 我孙女婿一来 我感觉浑身都有劲了 燕阳 谢谢你 要不是你回来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爷爷下床 怎么 龙家请我爷爷来 给你们龙家那废物女婿 传授武艺 连个开车门的人都没有吗 这就是你们龙家 对我爷爷的态度 这就是你们龙家的代课之道 向小姐 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向宗师 实在对不起 我本来已经在别墅门口 等了快半小时了 刚才突然有点小事情 没能及时接驾 还怕海涵 即便龙正云已经道过歉了 可那像无为坐在车里 还是一动不动 甚至连看都没看龙正云一 老夫早上过来 那是看待你爹辈分比我大 我要叫他一生辜负的份上 所以才来给他喝手 你想请我来 给你的女婿传授武艺 我本是不愿来的 是你磕头求我 我才来的 若是你不想让我教你女婿 那我走 向宗师 磕头求他 磕头 你扶好爷爷 龙叔叔 您让让 我跟他聊两句 好好 你好好跟你师父聊聊 求他留下来 你谁啊 想做我师父 你还不配 滚 你谁啊 想做我师父 你还不配 滚 此时现场所有人全都傻眼了 像无为死死的盯着陈天阳 这小兔崽子 可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这他妈可是全神武道界 数一数二的宗师强者 这屁股不好擦呀 龙叔 我们走 我不想学功夫 请他没用 我让他滚啊 臭小子 不得无礼 龙正云急忙一把将陈天阳 拖到自己身后护着 他担心向晴空 忍不住对陈天阳动手 向宗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女婿不是五道界的人 不知道您老的威名 还望您海寒 回头我一定好好收拾她 不是五道界的人 就可以出言不逊了嘛 乖乖滚过来 给我爷爷跪下道歉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哼 哪里来的野丫头 在我龙家 想对我孙女婿不客气 有能耐你 帮我孙女婿 一根头发试试 以为我不敢吗 晴空 上车 哼 你们龙家这几年 还真是飘得有点厉害啊 行 你们等着 唉 爸 对不起 你别怪天阳 天阳不是故意的 他刚才也是听见 你为他跪下求人了 才会生气的 龙叔叔 对不起 浪费你一天好心了 没事 好小子 你可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啊 我都不敢那么对象宗师 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你干了我一直想干 但却不敢干的事 有出息 不错不错 有点我年轻时的味道了 随我 刚才你要是给他一个大嘴巴 那就更完美了 郑云 你把向无为请来干嘛 你不知道这老家伙心术不正呢 嘿嘿 爹 我这不是想给天阳 找个好一点的师父吗 我自己的孙女婿 我自己教 用不着请别人 嘿嘿 之前您老不是没下床吗 现在当然不用请人了 天 爷爷 你龙叔说的对 你刚才要是给他个大嘴巴 就更完美了 走 下期见 爷爷 你刚才怎么不出手 收拾一下龙家 那些不开眼的 你没看见龙家的老家伙 竟能下床了吗 不是说他只是天元经吗 你可是宗师 你还怕他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这老头的爱人 好歹是我唐姑妈 我见了他 你得叫声姑父 不看僧面 也要看佛面 我多少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的 像无为嘴上师那么说 心里却一直在想着 那个叫他鬼的年轻人 奇怪 咱们越看越像昆仑山 那个屠龙小子 不可能啊 以龙正云的尿性 要是他女婿是那屠龙少年 他肯定恨不得 马上就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事 又何必跪下求我 给他传授武艺呢 将军 这不就完了吗 哈哈 爷爷 这下你输了吧 别推马 别推马 我说没别腿就没别腿 好好好 你说没别腿就没别腿 爷爷认输了行了吧 你不是说明天还要去上课吗 先去睡觉 我和爷爷再下一班 去吧去吧 我和我孙女婿还有事情商量 你别在这里挨手挨脚的 自从你来 我们就没安生下过一盘棋 哼 那我先去睡了 你也早点睡 你就睡我隔壁房间 都给你收拾好了 我亲自给你收拾的 希希 知道了 进族 嘿嘿 爷爷 族子过河当大车 你要小心哦 马族难破是将 我怕 地族功成见太 将 哈哈 怎么了 终于不再让着我了 没 没有让你啊 别瞒我了 你一直在逗我开心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每次在决战之时 会在关键时刻 故意让我一步 给我留条活路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嘿嘿 爷爷还是那么老奸句话 什么都瞒不住你 臭小子 说说看 还有多少事情瞒着爷爷 爷爷 我想退婚 没门 什么事都可以谈 这是没得上的 爷爷 我不想连累龙家 你是怕当年 陈家那些仇人 会牵连龙家 比这更严重 我在外面闯了很多大火 有多大 就算天塌下来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们龙家就得帮你一起行 当年你们陈家 一夜之间被血洗 我们什么忙都没帮上 也为这事 我自责了八年 现在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如果我龙家还置身事外 我们还是人吗 你把你龙爷爷 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龙家没有懦夫 更没有忘恩负义之辈 爷爷 别说了 我累了 回去休息 陈天阳在床上翻来覆去好半天 怎么都睡不着 陈天阳拿起手机 看了下时间 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然后从窗户飞了出去 叩见圣主 吉祥如意 属下在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你们给我三位师父说一声 就说我龙爷爷病重 我要半个月后 把他治好了才能回去看他们 可是圣主 您若留在龙家 天明宗的余孽 很快就会闻风赶来龙江 你一夜之间 灭了天明宗满门 他们宗的那些 原来在外闭关的老祖宗 全都提前出关了 现在正满世界追杀你 还有那北明老妖的弟子吗 您杀了他们老祖北明老妖 他门下弟子也以清朝出动 他们可能不久便会追来龙江 尤其是 您与那条主九英大战七天七夜时 有不少武道高手 就是您都会有大麻烦 是啊 谁都知道那条恶龙虽然害人不浅 可他浑身都是宝贝 且不说您得到的那颗龙丹 堪称现在五道第一质宝 但是是他的龙血和龙林 便是五道界很多隐士高人 都想得到的绝世珍宝 圣主 怀避其罪 您要三思呀 龙家待我事如己出 我很久没有感受过亲人的温暖了 我也想家了 想多待几天 可是圣主 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龙家考虑呀 你们说的我都懂 其实 即便我现在连夜走 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在龙家逗留了一天 他们一定会来找龙家人 逼问我的下路 既然如此 倒不如我就在龙家 光明正大地等他们 若是他们真敢打龙家人主意 我便把他们彻底覆灭 永绝后患 陈天阳身上的杀气 令吉祥如意 全都不由地浑身颤抖 不好 不好 龙正云 五年前就警告过你 陈家那个余孽回来了 不准让他踏进你龙家 你既然不识抬举 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哼 他是我女婿 你叫我这座老丈人的 不让自己女婿进家门 这可不是我龙正云的风格 说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八年前为何灭陈家满门 哼 你不配知道我们是谁 你不听话 今晚你们龙家将成为第二个陈家 面具人话音刚落 忽然冲出来十几名黑衣人 动手 一个不留 哈哈哈哈 你说的也正是我心中所想 不过 我要留一个活口 龙正云话音刚落 从龙家别术飞出来六名毛主 怎么 是不是很意外 你以为老子 故意给那么多五道中人 介绍我女婿是为了什么吗 就是想引你们出来 八年前的血债 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算一算了 龙正云 你好阴险 阴险 我女婿不是五道中人 陈家的血海深仇他报不了 我这老丈人替他报 杀 说吧 当年陈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 为何要将他们赶尽杀卷 你们龙家大祸临头了 你就等着后悔吧 哼 死到临头了还敢装十三 你以为我们出来真的只带这点人吗 两位大师 你们还不出手 这时两股属于宗师强者的气息散发出来 将龙家众人压得瞬间全都喘不过气来 宗师强者 完了 哈哈 龙正云 我刚才就说过 你们龙家大祸临头了 哈哈 哼 小小龙家 也敢多管闲事 既然你们龙家非要不陈家后臣 老夫便成全你们 天 天杀门 哼 还真是天不亡我龙家 看来 你们也是坏事作绝了 连天杀门都盯上你们了 说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当初为什么要灭陈家满门 龙爷 他服毒了 马的 当晚龙正云带着几个目标 连夜赶到龙江公墓 老爷子 陈兄 嫂子 今天我替你们出了一口恶气 你们放心 这是肯定没完 我会找到那个最终的幕后主使 这晚 龙正云在坟前叙叨叨叨的说了一遍 实际上他的精神压力很大 陈家的仇人远比他预料的要强 早上回到家 他就来到陈天杨门口站着 爸 你干啥呢 嘘 我昨晚不是帮天杨报仇了吗 我想给他说一声 让他宽一下心 爸 不合适吧 要不我们等几天 等他心情好了再告诉他 你现在告诉他 他肯定会想起当年的惨案 难免又会伤心难过 行 那你带他去学校好好玩几天 等他开心了 再找机会告诉他 那样他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 嗯 不用了 昨晚我也被吵醒了 我都看见了 啊 老罗 马上叫人把天杨这个房间的房门和窗户 全部换成那种超级静音的 龙叔叔 谢谢你为我们陈家所做的一切 您的大恩大德 天杨有恃不忘 臭小子 快起来 男儿膝下有黄金 只归苍天和娘亲 以后不准随便给人下跪 龙叔 你昨天为了我 不惜给那个像老头下跪 我跪你是应该的 天儿 我跪他那是为了我女婿 一辈子的前途而跪 这不一样 行了行了 两个大男人在这里 比谁跪的更有理 你们丢不丢人呀 你们再这么比下去 我可要迟到了 啊 对了 天杨 我给你在大学安排了一个学籍 你去和婉儿一起上大学吧 当然 你要不愿意 就当我没说 龙叔说什么便是什么 我听你的 哈哈 这就对了嘛 你看你 笑起来多帅 嘿嘿 龙叔叔 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 其实我没事的 我以后开心一点就是了 免得你们时刻为我担心 这就对了嘛 昨天我就跟你说了 你就负责开开心心的闯祸 擦屁股的是交给我 陈天杨和龙婉星一起去学校 上课的内容 陈天杨一句都听不懂 就跟听天书一样 中午放学 两人开车五下吃 我杨妈妈呢 这两天一直没看见杨妈了 哦 我妈去我外公家了 是啊 她去你杨外公家了 你杨外公最近身体不太好 你杨妈妈去照顾她了 哦 那就好 看见陈天杨没有怀疑 龙正云和龙婉星相识一眼 父女俩也都暗暗松了口气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课吗 我们下午去看看杨外公吧 啊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下午还有一节很重要的选修课 我们下午还是得去学校 选修课是什么课 回头我再慢慢给你解释吧 我吃饱了 我先去午休一会儿 饭还没吃完呢 浪费粮食 每次都这样 说是要减肥 要保持身材 怕你回来不要的 老云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都被我给惯坏了 她一生气就叫老云 一开心就叫云哥 呵呵 不过这丫头你也知道 没啥坏心眼 三观绝对很正 除了刁蛮任性这一个毛病 做媳妇绝对没得说 以后一定能给你生几个大胖儿子 呵呵 你不信 不信我们打赌 他要给你生不了两三个儿子 你找别人凑够熟 我绝对没意见 你没事吧 你听说我允许你那妾 激动坏了吧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人家还是个孩子 跟他说这些干嘛 呵呵 爹 男儿本色嘛 混 别带坏我孙女婿 好嘞 那你们也俩慢慢吃 我回书房处理点事情 败家子 一把年纪了还没个正性 败家子 他不是败家子 谁是败家子 五年前我才把公司大权交给他 这兔崽子 他倒好 我给他的时候 总资产有三百多亿 到他手里才五年 缩水了三分之二 不提他了 一提到他老子就来劲 来 再吃一块 知道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 今天我特地叫厨房为你准备的 啊 这么多年了 爷爷还记得我喜欢吃红烧肉啊 当然记得了 快吃 吃完陪我下两盘消消火 不然迟早被你那岳父气死 哈哈 老婆 那小子终究还是问你了 哎 你怎么说 我说你爹身体不好 你去照顾你爹了 嗯 千万不能告诉他 要是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那孩子得哭晕过去 老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薛神医 让他把你治好 嗯 我好想听听他叫我一声杨妈妈呀 你放心 这孩子长得很帅 也是个有血性的爷们 昨天听说 我帮他请师父给人磕头了 他一生气 就把人给赶走了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谁呀 想无为 什么 哈哈 这小子 还真是随他爹 天不怕地不怕 他和马儿的婚事 你打算怎么安排 这个 还早吗 要结婚 也得等马儿大学毕业了再说吧 老婆 你有什么想法吗 结婚事还早了些 我的意思是 他们陈家那块 宅基地你不是买下来了吗 赶紧给他修栋别墅 啊 修别墅 我们家已经有好几套别墅了 再重新修一栋 就没必要了吧 等他们结婚的时候 让他们随便挑一动步就好了 我说你是大老粗 你还一直不服气 我们送他的 那始终是我们龙家的 可要是建在陈家宅基地 就不一样了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还是老婆你考虑事情周到 姐 必须见 老婆你也赶紧休息 别太劳累了 我先挂了 好 快去吧 如意 是这里吗 嗯 他们一共多少人 实力如何 回禀圣主 里面有五名地园境高手 五名天园境 两名宗师全都已经查清楚了 都是为北明老妖来报仇的 他们是喝多了吗 这么几个小鱼小虾就想找我报仇 圣主不可大意 他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动手 应该是在等人 聚查 他们不是一起过来的 而是这几天陆续赶来这里的 想必后续还有人来 等人 圣主 需要等他们人到齐了 再一次性解决吗 我有病啊 干嘛给自己增加难度 嗯 圣主转性了 以前遇到类似情况 他不是都喜欢等人到齐 再一次性解决吗 其实陈天阳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现在的形式风格 的确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了 以前他孤身一人 现在他有家人 有顾虑了 以后做事都把这个带上 每次都记得留下一个活口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灭我陈家满门的标准 那两个宗师算我 其余的交给你 记住 待会我会留一个活口 你假装不知道就行 谁 当众人一看见陈天阳脸上的面具时 全都吓得脸色一变 原来是地狱门的高人 我们北宁宗与地狱门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不知道地狱门前来此地有何贵干 莫非 你们地狱门也是冲着那屠龙小子而来 地狱门 原来灭我陈家满门的是地狱门的人 可是 地狱门是什么来头 为何连我都从未听说过有地狱门这个母牌 黑暗中一道弹光越过 两名地员进高手同时倒地 地狱门 我们北宁宗与你施不两立 冲啊 你们的对手是我 宗师强者 看来他还是郑主 把他交给我 你们来对付这个 可就在这时 他却发现自己的肩膀被人一把按住了 扭头一看 脸珠子都差点惊到在地 你是宗师 你的对手是我 你们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打架不都是乱打滴吗 还带分对手的吗 承袭 行币当车 无自量力 我的一掌 是你们能扛得住的吗 陈天阳扫尸了一下周围 给如意使了一个眼神 两人纵身一跃 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们走后不久 一名女子走了出来 地狱门 我给您宗师与你们不死不休 圣主 属下于剑 就算您想嫁祸给这个地狱门 也不该留下躲在屋里的那位女宗师 为什么 以属下之剑 宗师强者太厉害了 万一他查到您在龙家 龙家会很危险 龙家虽然有三位天原镜坐镇 可面对一位宗师强者 恐怕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嗯 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若是只留下一个地原镜垃圾 你觉得他对地狱门又能造成什么危险呢 但留下一位宗师强者 意义就完全不同 对呀 上次那颗牙这么快就长起来了 面具藏好 另一副给吉祥 人家也是女孩子 为什么他对那个龙婉心就那么温柔 对我和吉祥却总是那么熊巴巴的 陈天阳回到龙家 洗完澡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忽然接到了吉祥打来的电话 喂 圣主 嗯 你说 属下刚才夜叹了杨家 并未在杨家发现符合您杨妈妈年纪的女性 杨家老爷子呢 杨老爷子气息平稳 面无病态 睡得很香 不像是有病之人 知道了 你回来 你 你想干嘛 我 我还没一点心理准备 我二姐 你老实告诉我 杨妈妈她到底怎么了 她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你 你想干嘛 我 我还没一点心理准备 我二姐 你老实告诉我 杨妈妈她到底怎么了 她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你听谁说的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妈去照顾外公了 快回去睡吧 小心别着凉了 你别骗我了 我已经叫人打听到了 杨妈妈根本不在杨外公家里 啊 你 你找谁打听的 这你就别管了 你快点告诉我 杨妈妈到底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哎呀 我妈没死 我对天发誓行了吧 那你现在马上带我去找她 哎 现在这大半夜的 我带你上哪儿找她去 你骗我 如果杨妈妈活着 你不可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好了 我知道这事 肯定也瞒不住你了 其实 我妈跟我爸离婚了 我跟我爸都不知道 她现在在哪里 啊 他们为什么离婚 离 离婚这种事 你得问我爸去 可能 可能是我妈给我爸戴 有色帽子了吧 不可能 你妈那种人间奇女子 她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你你你 你别生气 我 我这不是随便瞎猜的吗 肯定是你爸做了对不起杨妈妈的事被发现了 爸 你可别怪我 这可是你好女婿说的 我找你爸算账去 杨妈妈那么好 他还对不起杨妈妈 他不是男人 哎哎 这么大半夜的 你找我爸去理论 这是不合适吧 也对 那我明天早上再去找他算账 哎 陈天阳回去睡觉之后 龙婉星急忙拿起手机 给他爸打电话 喂 哪喂 爸 是我 你有病呀 半夜三更的打电话 还让不让老子睡觉了 你别怪我 要怪就去怪你的好女婿去 他半夜三更跑到我房间 把我吵醒了 我不吵你吵谁 什么 他半夜三更跑你房间去了 这小子这么猴急吗 不过反正你们也都成年了 我对这是保留意见 其实我觉得早点抱孙子也挺好的 老云 说到底什么事 紧接着 龙婉星便把刚才的事情 一无一时的给人证明说了一下 什么啊 这臭小子 他怎么就那么肯定是老子做了对不起你妈的事 老云 我说你能不能先别纠结这事了 你说你找的那个薛神医到底能不能找到呀 有眉目了 我的人已经查到一些线索了 最近这几天应该就会有准确消息 我们再瞒他几天等找到薛神医 若是他实在不愿出手 那我们只能带他去见你妈 让他去陪你妈走过最后一段路了 嗯 也只能这样了 爸 那你打算明天怎么跟他解释 我让你妈自己跟他解释去 我妈自己解释 第二天一走 陈天阳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喂 天儿 杨妈妈 天儿 你还好吗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嘿嘿 杨妈妈我好着呢 一点苦都没吃 杨妈妈 您的身体还好吧 您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都好着呢 呵呵 身体好 吃好穿好 什么都好 就是现在才见到你 一点都不好 这些年我可想死你了 嘿嘿 对不起 杨妈妈 我应该早点回来看看您的 对了 杨妈妈 您和龙叔叔为什么离婚呀 是不是他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 其实我跟你龙叔叔还没离婚 我们只是暂时有点矛盾 分开一段时间 你跟婉儿就别瞎猜了 我们还没到离婚的地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从小到大 什么时候见我们红过脸呀 嘿嘿 这倒是杨妈妈 那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国外 杨妈妈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可能是刚起床 有点着凉了 天儿 妈妈不能再和你聊了 我来重要电话了 等我办完事 就马上回国看你 哎 叫你跟她说两句话就好了 为什么要撑这么久 你躺着说话不是一样的吗 非要坐着跟她说 哎 龙爷 薛神医找到了 什么 他人在哪里 据说正在赶往龙江 实在太好了 快 回家到保险柜里 取我准备好的礼物 我们去堵他 他坐的什么车 省城向家派专车送过来的 向家 薛神医是从向家出来的 向家与他关系不错 不 据查 薛神医并没有去过向家 向家似乎也是有事相求 应该是厚着脸皮跟来的吧 那还好 先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直接去高宿路口堵薛神医 就算绑 也要把他绑过来 给我老婆看病 龙爷 薛神医所在的神医史家 那可是五道四大家族之一啊 就连另外三大五道家族 也得对薛家毕恭毕敬的 那我就带上婉儿去跪下求他 你先回去 取我准备好的礼物 是 书绝 你放心 我一定把薛神医请来 哪怕就是用我的命去交换 我也会请他过来 陈天阳心情大好 他从怀里拿出 那可几个月前屠杀主九英 得来的龙丹 不知道杨妈妈现在修为怎么样了 有了这颗龙丹 不说能助他一举突破到单元镜 帮他突破到宗师镜 应该轻而易举 啥事 圣主 老薛求见 老薛 哪个老薛 就是那个被俗士五道界 尊为神医的薛老头 好 每次见他都被他一大堆问题烦得要死 今天心情好 不见 哎 呵呵 薛神医为何叹气 他不愿见我 啊 薛神医到底想见谁啊 您老求见 太大了吧 哈哈 他说今日心情好不见 那我便多等他几日 直到等他心情不好为止 心情好 还不见您 因为他每次见我 都会被我请教的一些医术问题 烦得心情不好 哈哈 薛神医还要向别人请教医术问题 呵呵 我这神医名头只是浪得虚名罢了 哪里哪里 薛神医的医术冠绝天下 薛老神医之名 当之无愧 若我都算神医 他当尊为医仙 啊 不知薛神医所说的 这位隐世高人 尊姓大名 为何我从未听人提起过 龙江居然还有这等 能让薛老千里迢迢 跑来拜访的隐世高人 若是连你这等小辈 都知道他是高人 那他还能算隐世高人 是是是 薛神医言之由 怎么回事 向老 前方有人拦路求医 说是想求薛神医救他夫人 薛神医是何等人物 什么阿猫阿狗 都来找他老人家看病 那还成何体统 打发他们滚 来人不是一般人 他是龙江的低头蛇 龙正云 是他 你知道他 知道 此人人体如何 呵呵 他们龙家 那可是一屋子的痴妹亡俩 尤其是那龙正云 仗着自己龙家 在龙江根深蒂固 四处横行霸道 欺男霸女 目无尊长 嚣张跋扈 连我们像家 他都毫不放在眼里 听你这么一说 呵呵 这种人肯定不能救世了 那我得去瞧 在下龙江龙正云 恳请薛神医救救我老婆 薛爷爷 求你救救我妈妈 你们大可不必如此 快快请起 薛神医 只要您肯救我老婆 哪怕让我龙家 倾家荡产都愿意 此等愿为夫人下跪 求我之人 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吧 这项无为果然不靠谱 你不起来 怎么带我去给你夫人看病呀 啊 谢谢薛神医 这是我为薛神医准备的一点玻璃 当中有一颗500年份的人参 还有一颗800年份的灵芝 不必了 我游遍天南海北 玄壶济世 治病救人 只为精炼医术 分文不取 啊 走吧 带路 谢谢薛神医 哎 她这病 非人力能回天乏术 啊 薛爷爷 求您了 帮我妈想想办法吧 想要治好她 恐怕只有请她出山了 这世上 难道还有比薛神医医术更高之人 当然有 我这点医术在她面前 只是略懂皮毛罢了 只是 此人生性孤傲 想要让她出手 恐怕难如登天啊 啊 龙正云和龙婉星 刚看到了一点希望 瞬间又破灭了 不过 哪怕是没有希望 龙正云都不想放弃 敢问薛神医 她身在何处 我该如何才能找到她 老夫想拜见她 还得看她心情 你们想见她 肯定是见不着的 你们就别抱任何希望了 龙正云与龙婉星对视一眼 妇女二人从彼此的眼中 全都看到了深深的绝望 龙夫人的病情当是罕见 若是我能见到她 把她的病情给她说说 或许能激起她的好胜之心 让她出手一次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谢谢薛神医 若是薛神医能够牵线扎桥 让她为我老婆治病 我愿舍弃龙家一切作为交换 不是钱的事 到了我们这种地位之人 谁还会在乎你们那点俗物 尤其是她那等隐世高人 常人能见她一面 那都是祖坟冒清烟了 更别说想让她出手 为你夫人治病 不论如何 先谢谢薛神医的大恩大德 此恩我龙家莫尺难忘 先不必谢我 我有没有机会见到她 还不一定呢 你们先出去 容我给你夫人仔细把把脉 以便于有幸见到那位刀人之后 给她准确描述你夫人的病情 陈天阳在院子里 和老爷子下了一天象棋 傍晚时分 龙婉兴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嘿嘿 姐回来了 你倒是将军啊 真笨 这不一下就把爷爷将死了吗 哈哈 你 你们都那么看着我干嘛 这 这回这个应该不是别腿马吧 该爷爷下了 我知道啊 现在是轮到爷爷下了 嘿嘿 看他怎么下 这回你赢定了 我是说 在你还没跳马之前就该爷爷下了 啊 哈哈 爷爷 之前就轮到你下了呀 去去去 该干嘛干嘛去 你留在这里帮他捣乱 他只会输得更惨 哼 八十多岁的人了 欺负一个孩子 算什么本事 天阳 吓完这把跟姐出去吃饭 有人约我 今晚去happy一下 我不想去 你自己去吧 不去也得去 这几个人很重要 你在龙江 必须迟早都要认识的 去吧 年轻人 本就该有年轻人的乐子 你整天陪着我 这么一个糟老头的下戏 也不叫个事 跟他出去无聊死 我宁愿陪爷下棋 年轻人应该多出去走走 多和年轻人玩玩 像你这样 太少年老成 也未必是好事 这把我又输了 不下了 下来一天 我也累了 唉 喂 圣主 老薛再次求见 这老头 没完是吧 他说 他遇到了一位 当时罕见的绝症病人 说是就连您亲自出手 恐怕都无力回天 他问您感不感兴趣 哼 在我手上 还有绝症 我也是这么回答薛老头的 可他说 您只要看看他诊断的病情 您就知道了 发我瞧瞧 遵命 挂断电话后 没一会儿 陈天阳收到了一条消息 点开一看 他的眉头很快便逐渐皱了起来 嗯 这病的确有点闷到 你给薛老头说 今晚我没空 明天我去找他 告诉他 这病 能治 但不好治 天阳 我知道你的性格 肯定不爱出去社交 其实我也不喜欢 但今晚这几个人 你还有必要好好认识一下 有什么特别吗 非常特别 我们龙江有四大家族 分别是龙 吴 王 江四大家 龙家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就是我 吴家是吴哲 他在龙江大学读大一 跟我们同级 王家王青山 龙江大学大三学生 最后一个江家江思雨 他最大 他是我们现在龙大体育系的武术老师 老师 比我们大很多吗 他也还年轻 二十四五八 其实 我一直被誉为 龙江五道界年轻一辈第一人 那是因为没算上他 据说 他已经快突破地缘境了 哦 为什么你们这些大家族的子女 都在龙大读大学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只有在龙江本地读大学 才能早点打造 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 提前在学校多拉拢一些人 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 以后接管家族后 也才能让家族利益最大化呀 有点道理 龙婉星和陈天阳走进包厢之时 包厢里已经有六人了 他们是到的最晚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未婚夫陈天阳 吴哲 这是我妹妹吴欣 王家王青山 这是我弟弟王航 江家江思雨 几杯下肚 大家很快就放开了 唯独陈天阳和江思雨 一直都是那么格格不入 或许是因为 陈天阳和其他人不一样 连江思雨都对他产生了一些兴趣 江思雨突然走过去 坐到了陈天阳身边 你和其他年轻人有些不同 姐姐也和其他年轻人不同 那是因为我不年轻了 你不一样 你和他们都是同龄人 可能是因为我土吧 既不会说话 也不会唱歌 没法融入他们 不 你心里可并不这么想 其实你是不屑于跟他们一起玩 自从你走进包厢的那一刻起 你就从未正眼看过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 姐姐这话有些夸大气词了 你们这群人可都是 未来龙江各个领域的画室人 在下气感居高零下地审视你们 小子 你就别狡辩了 知道我为什么能看穿你这一点吗 因为我跟你一样 我也在审视在座的每一个人 但不同的是 我至少正眼看过你 而你到现在都还没正眼瞧过我一眼 那是因为姐姐你太美了 我不敢看 虽然你这话说得很假 很不走心 不过我还是爱听 就冲你这句话 敬你一杯 思雨姐姐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没怎么来过这种场合 不太懂规矩 希望您别介意 王儿妹妹 你这男朋友可不简单 你要好好珍惜哦 我去 他居然对你笑 不过 思雨姐笑起来 也太好看了点吧 龙江这群二世子 日后你唯一的对手是他 他心机本身 你要小心他 你可以啊 居然跟我爸分析的一样 时候不早了 现在总可以回去了吧 好吧 你想回去就回去吧 我也玩得差不多了 再不走 我怕思雨姐姐把你抢走了 哼 各位兄弟姐妹 我男朋友想回去了 我先走一步 别着急啊 今晚真正的重头戏 还没开场呢 什么重头戏 跟我来你们就知道了 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们 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第三场挑战赛即将开始 这位类主可不简单 这可是一位新天竞的舞蹈高手 地下黑拳 吴哲 你们家可以啊 什么时候整了一个这种场子 一直都有 只是以前没有这么大 这次重新装修 扩大了规模 现在我们家这个拳馆 就算放在全国 也能排进前五了 吴家不是武刀家族 家里上下几代人 都没有习武天分 不过他们却另聘接近 用黑拳馆 结交了不少武刀界的评论 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利用这种方式 招兵买马 怎么样 你们有兴趣玩一下吗 奖励很丰厚的哦 这场比赛奖金是多少 吴哲 三百万 三百万 我去试试 喂 你别去 西西 你回来之后 我一直想送你一个礼物 可惜我藏的零花钱 还差一点 只要我能打赢这场比赛 就能送你礼物了 我不要你礼物 我偏要送 你不要也得要 那个泪主是先天后期高手 而晚星才先天中期 像晚星这种 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典 平时接触的实战太少了 别说人家秀为高他一级 就算是平级 他也很难打赢 这种神经百战的人 怎么你们龙将武道界 没人了吗 居然上来一个小娘们跟我打 来来来 你尽管出招 你放心 哥哥会心疼你的 混蛋 我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快下来 希希 我厉害吧 厉害厉害 这几天一直教你跟我爷爷学功夫 你还不学 看到没有 学一身本事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算了 你实在不想学 我也不勉强你 反正以后有人欺负你 有我在 走 我们找无者要奖金去 龙晚星牵着陈天阳的手 准备移开 却在刚转身时 看见江思雨正站在他们身后 笑眯眯地望着陈天阳 玩妹妹 许久不见 你的修为又精进不少呀 希希 谢谢思雨姐姐夸奖 走吧 我们去那边坐下再聊 紧接着 几人一起回到卡座坐下 无者拿来了一张三百万的支票 给龙晚星 今晚我们在这里的消费 全算我的 无者 让服务员开最好的八加一 我去下洗手间 陈天阳怎么都没想到 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 将思雨正在门口抱着双手 笑眯眯地望着他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你很像一个人 是吗 你难道不好奇 我说你像谁 不感兴趣 我就是我 不管长得像谁 都跟我没关系 如果我说你很像 最近疯传的那位屠龙少年呢 姐姐 你不会以为我就是屠龙少年吧 我倒也希望自己是 哎 看来我是有点魔正了 怎么可能是他呢 从小到大 我连的幸运奖都没中过 这怎么可能会中这种大奖 江思雨在回家的路上 始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此时的他 脑海中全是陈天阳的影子 姐 在包厢的时候 你干嘛给那个香巴佬敬酒 真掉价 你懂什么 你口中的这个香巴佬可不简单 就他 还不简单 人家可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他是高手 不可能吧 你了解 我的眼光什么时候看走过眼 这倒也是 以后在学校遇到他 你可要对人家尊敬一点 从此以后 我们将家在龙江 谁都可以惹 千万不能再招惹龙家人 要是能和龙家交好 那是最好 爷爷不是说龙家 自从龙老爷子生病之后 已经不足为据了吗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总之 宁可交错 不能犯错 这种病多久了 据说快四年了 需要一直打氧气来维持呼吸 那倒不用 这次打氧气是因为昨天发病了 一直昏迷到现在都没醒 怎么样 好治吗 不好治也得想办法治啊 我师父说了 要么不看 看了就得治好 我不能辱没我师父的名声 敢问阁下师尊到底何妨神圣 关你什么事 呵呵 是我多嘴了 不该问的不问 我知道 下次不问了 走吧 出去聊 这里看日出感觉还挺不错 呵呵 小师父 您还是赶紧说说他的病情吧 我到现在都还没看懂是何原因导致他成了这个样子 你说 为什么太阳总是要东升西落呢 哦 这不是因为地球在转吗 哎呀 小师父 算我求你了 你就别再跟老头子我卖关子了 以后遇到类似的疑难杂症别再找我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嘿嘿 是是是 什么都瞒不过小师父 这个病人不简单 他乃千年难得一遇的寒丁之体 有人不仅偷走他的所有真气 还偷走他的血 从而令他无法抵抗寒冰之体本身带给他的寒气 导致寒气侵入五脏六股 损坏了身体各部位的器官 千年寒冰之体 还有这种体质的人 我只听说过寒性体质 从未听说过寒冰之体 那 那他该怎么才能治好呢 很简单 只要找到质阳之物来化解他体内的寒气 再找一个具有质阳真气之人 给他灌输一些质阳真气即可 质阳真气好找 可这质阳之物 不知小师傅所指的质阳之物需要达到什么等级 猪沙 艾草 黑驴蹄子 这些都是普通常见的纯阳之物 好一点的还有被誉为纯阳之体的鹿 不过这些肯定都不够 那就只能用阳中质阳的质阳之物 虎心了 嗯 虎心还行 一日三餐 每一顿都给他吃一颗虎心 连续吃个三年五载 应该差不多了 这不得把全国的老虎都吃绝种了 上哪弄这么多老虎去 这是你的事 不过 若是有龙心的话 再配合我给他开的药方 一个足以 呵呵 龙心 上哪找去 嘿嘿 小师傅 那条煮酒阴的龙丹 应该还在你手里吧 玄乎即逝的可是你 又不是我 我免费帮你给人治病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还想要我搭上一颗龙心 老东西 你可真会打算盘 杨淑君已经病得完全脱象了 陈天阳丝毫没看出来 那个病人就是他这些年来 日思夜想的杨妈妈 否则 他就算没有龙心 也会去找条龙杀龙取心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小师傅 你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 把那颗龙心让出来吗 大不了 以后万一你要用龙心 我去刷脸 让全国武道界顶尖强者祖团去 陪你屠神龙架里面 那条成了年的神龙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原来你在这里等我呢 下午你安排直升机 在昆仑山口等我 让他们送我进山 醉迟大后天我就能拿回来 另外 别忘了你说的话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老夫绝不食言 谢谢小师傅大恩大恶 则则 如今俗世间 恐怕唯一有望得到飞升的 就是这小子了吧 如此年轻的单元镜 天下何出气 谁啊 我 有点事跟你商量一下 进来说 门没锁 什么习惯 你睡觉从不锁门的吗 西西 我锁门了 你怎么进来 有件事跟你说 大清早的找我什么事 我 我有点事想出去两天 啊 去哪里 去外地取东西 两天就回来 哦 我开车陪你去吧 不用了 不 我就要陪你去 你别去行不行 看见陈天阳一脸无奈 龙婉星突然有些心疼起来 哎 他肯定是 不想让我看到他以前过得有多惨 算了 我去只会让他感到更自卑 逗你玩的 你自己去吧 给 这张卡你拿着用 密码是你的出生年月日 不用 我有钱 你要是不拿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那我走了 哎 你别着急啊 等我洗漱一下 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呀 不用了 陈天阳 你给我等着 等你回来 我再收拾你 哼 你要是敢在外面捏花惹草 看我不揍得你满得爪牙 圣主 这是上个月集团公司的财报 上个月 全世界所有公司加起来的的总利润有所下降 只有170多亿 才这么点 是美金 哦 那还差不多 财报我就不看了 相信你 另外 龙江有个龙氏集团 你给安排点生意做一下 是 明白 圣主 天单门上个月供电单1800余枚 其中 上品单要83枚 中品单要560枚 下品单要1200余枚 现在五道界的上品 单要被外界炒到什么价位了 八千万一枚 啊 这也太高了点吧 圣主 这已经算低的了 一枚上品单要 要么能让人直接提升境界 要么能让人起死回生 如果不是我们天单门一直在压价 恐怕早就被炒到一亿亿枚了 我们天单门存在的意义是玄乎济世 治病救人 不是从中谋取暴力 是 圣主教训的是 那圣主的意思是 以后九转还魂单这类救命的上品单要 遇到家里没什么钱的卖个三五千万就够了 实在没钱 人家为了救命 白送都行 要是有钱的大家族想买的话嘛 我们炼丹所需的各种灵药成本可不低 那就从他们头上出吧 给他们一律一口价 两亿 那提升功力的丹药如何定价 至于提升功力的丹药 这反正不是治病救人的丹药 可有可无 你也别定太高 就定个1.5亿吧 圣主嘴上说定价高了 结果比我还黑啊 他们爱买不满 舍不得客金升级 就慢慢练几句 是 嘿嘿 圣主 我们想练一批高品质的极品丹药 想弄点龙血做药营 滚 那条主酒鹰是我留给我未婚妻和我老丈人的礼物 你们谁都别想打他身上任何东西的租灭 一片龙铃都别想 是 属下再也不敢了 圣主 天宫门在您灭掉天明宗后 又得到了不少顶级功法和武功秘籍 我已经在叫人连夜赶功抄路 现在已经赶出来一批了 就是最近您比较忙 属下不敢打扰您 不知如何病假 天明宗还有不少余孽最近一直在找我报仇 等我把他们全灭了 再出手这些功法和秘籍吧 不然现在卖出去 会害了那些小家族 是 圣主 天沙门上个月一共接了106单 其中40单均已如期把目标暗杀 如数拿到了酬金 另外66单的目标均不符合天沙门的原则 目标人物都是侠肝一胆的正义之士 所以这66个下单的客户全被我们干掉了 嗯 做得很好 圣主 再这么下去 恐怕就没人敢找我们天沙门了 没生意不怪你们 天沙门存在的意义就是替天行道 专杀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人 实在没生意 你们闲着也是闲着 这两天我不在龙江 你从36天罡里面抽掉18名高手去龙江 保护一下我老丈人和我未婚妻 是 天魁星和天罡星算吗 嗯 吉祥如意他们两姐妹也算 你再调16名天罡过去就行了 遵命 傍晚时分 杨淑君醒了不来 脸上的气色也好了不少 这可把龙正云和龙婉星给高兴坏了 谢谢薛神医大恩大德 你们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那位高人吧 可是 我们有机会见到他吗 致谢的话我会替你们转达 至于当面致谢 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 他愿出手替你老婆治病 这已是你老婆天大的造化 明白明白 哎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虚成这样 还能如此大补呢 是啊 真的好神奇啊 以前给我老婆看病的名医 我请了不少 他们全都说我老婆这身子骨 千万不能大补 一补就要出大事 早知如此 我该早点把那条五百年份的人生 拿出来给他喝的 现在也不算晚 对对对 现在也不晚 不晚 真巧呀 玩妹妹 思雨姐 巧啊 你这是怎么了 玩妹妹 和男朋友闹别扭了 没有呀 我们感情好着呢 怎么会闹别扭呢 没闹别扭 那我怎么看你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没事 这不还是因为我妈那病吗 杨阿姨好点了吗 还是老样子 咦 那你男朋友呢 前几天看你们每天形影不离 今天怎么没在一起 他今天没课 在家陪我爷爷下棋呢 是吗 你没事就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点事 思雨姐再见 奇怪 他今天是怎么了 平时见到我们头都扭到一边去了 今天怎么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还对我那么关心 他不会真想挖我墙角吧 不可能 哼 就算真是 我还怕一个老女人干嘛 他挖得动吗 爹 确定了 龙家那小子还没离开龙江 我就说了 你肯定认错人了 以龙正云的尿性 他女婿要真是那个屠龙少年 他巴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 又怎么会藏着掖着 行了 你别再耽误时间了 赶紧马上去昆仑 你一定要借此机会 跟他好好认识一下 最好是能和他成为好朋友 到那时 我们江家别说在天南省 就是在全国武道界 也将有我们的一心之地 爹 我们功力心能不能不要那么强呀 我千里迢迢跑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 这是应该的 至于你说的 一定要与他成为朋友 借助他的名气 给我们江家带来多大好处 我可不敢保证 你放心吧 以你的姿色 这天下间 没几个男人会拒绝和你成为朋友的 只要你稍微主动一点就行了 你那么聪明 应该明白爹的意思 爹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但我绝对不会像你所想的那么去做 一 人家救过我的命 我不想用你所想的美色去利用人家 二 人家可是轰动全国的武道天才 我何德何能去和他成为朋友 他那种绝世天才 什么样的角色美女没见过 你太看得起你女儿我了 江思雨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 喂 大师姐 你确定屠龙少年 现在真的在昆仑山大战千年幽冥王 对 你等着 我给你拍张照 本来我也不信 可当我赶到这里亲眼目睹时 不信都不行了 很快 江思雨的手机就收到了一张照片 真的是 那是他 大师姐 我现在赶过来观战还来得及吗 小师妹 你要是也想一睹他的风采 就得动作快点 因为他可能撑不了多久呢 什么 大师姐 连朱九一那条恶龙他都能打得过 难道他还打不过千年幽冥王吗 朱九一只是一条未成年的幼龙 而这条幽冥王可是修炼了上千年的蛇妖 他浑身都是剧毒 那小子现在可能已经中毒不浅了 加上这次有不少赶来观战的人都是那小子的仇家 很多高手都在等着他争气耗尽 你要再不快点过来 他就算不死在那条千年幽冥王手上 也得死在那些仇家手里 啊 他和那条幽冥王已经打了多久了 今早天刚亮就开始打了 奇怪 他怎么突然又和那条浑身失足的幽冥王打起来了 谁知道呀 行了 先不跟你说了 别耽误我看戏 上回屠龙没赶上 这回总算没错过这场人蛇大战 好 我马上赶过来 爹 你立刻联系天丹门 找他们买一批上品丹药 只要救命用的九转还魂丹和解毒用的清零丹 越多越好 还越多越好 你知不知道 天丹门昨天才发布新通告 说是以后像我们这种家族资产达到五十亿以上级别的 要想再买上品丹药 得两一一枚 怎么突然一下涨到两一一枚了 上个月不是才卖八千万吗 我不管 两一一枚 我们也要 你不是想让我和那个屠龙小子成为好朋友吗 这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葛伦山此时 早已聚集了数百名闻讯赶来观战的高手 众人都在全神贯注地望着下方云雾中 一人一舌在云雾中翻滚 那小子就这么没了 哼 反正他今天横数都是一死 死在那条幽冥王手上 反倒是省了我们不少力气 这倒也是 不好对付啊 没想到他只吞掉竹酒鹰一结尾 就变得这么强了 陈天阳这次回来 本来只是想取走他藏在昆仑山玄冰洞的那条竹酒鹰的龙心 但他没想到幽冥谷的那条千年幽冥王偷走了他的竹酒鹰 于是他一上头 就和幽冥王打了起来 这事不远复 再次传来一阵树木折断的声音 他的眼中露书以前所未有 等凝重 哼 别装十三了 等老子休息一会儿 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你行吗 小子 你现在走 我可以不杀你 至于那条竹酒鹰 你休想拿走 没看出来 你还真修炼成精 有了灵智了 不错不错 既然会说人话 那我们坐下好好谈谈吧 你吃了我半条龙 该赔钱赔钱 该补偿补偿 赔钱 补偿 小子 你在做梦吗 做梦 小蛇 老子实话告诉你 这是你要不乖乖赔我一些损失 你就是下一条竹酒鹰 放肆 胆敢叫你蛇爷爷小蛇 你蛇爷爷我修炼成精知识 你祖先的祖先都还没出事 小蛇 我劝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赶紧乖乖把我那条竹酒鹰 给我送回玄冰洞 否则 我便毁掉你的千年道行 好大的口气 你蛇爷爷我修炼一千四百余年 好不容易遇到一次 直接化身成龙的机会 你觉得 蛇爷爷我被让你拿走 这已经到手的竹酒鹰吗 你看 老夫只吞下竹酒鹰小半截身子 便已经开始长出熔灵了 待老夫吞下整条竹酒鹰之时 便是我化身成龙之日 卧槽 这畜生只吃了小半条竹酒鹰的尾巴 就长出熔灵了 要是被他把整条竹酒鹰都给吞下去 他岂不真的就能化身成龙了 你们人类懂事 这条竹酒鹰乃是上天所赐 可助我少修炼一千五百年 提前化身成龙 什么上天所赐 就算这条竹酒鹰真被你吃完了 那也是我赐给你的 行 我退一步 我可以尽你这个人情 你走吧 既然你都退一步了 那我也退一步 你已经吃了小半条竹酒鹰 我也就不跟你计较 你把剩下的那半条竹酒鹰还给我 这事就这么算 其实陈天阳也感觉到 这条幽冥马现在很不好对付 而且他现在已经中毒了 也不想再跟他打了 小子 你非要逼我把你吃了吗 别装十三了 我们已经打了一天了 我知道你也没什么力气了 你要真能吃了我 你还在这里跟我瞎必变 卑微的人类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子 我念在你年纪轻轻便有热义修为 也算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奇才 蛇爷爷不忍杀你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再执迷不悟 今日这幽冥谷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小蛇 你要不肯把竹酒鹰还给我 你这一千四百年的辛苦修炼 我怕就要白忙活 既然如此 那你就修怪蛇爷爷 我要赶尽杀绝了 卧槽 两条幽冥马 怎么会有两条幽冥马 按照你们人类的话说 那是我夫人 马帝 你结婚了咋不早说 小子 我刚才给过你机会 你没有真心 既然现在被你看到幽冥谷 有两条幽冥马 那么你今日必死不已 马的 打不过我就叫媳妇 欺负我没媳妇吗 要是我那三位师父知道你们欺负我 你们就死定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傍晚 陈天阳被两条幽冥马 追杀了一天一夜之后 他停在了一块石头上休息 陈天阳拿出一个小刺瓶 到处里面最后一颗丹药吞下去 这可是最后一颗清零丹了 再这么下去 可能就真要交代在这里了 这时 远处又传来一阵 不天盖地的树木隔断声音 陈天阳朝头顶悬崖上方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马的 听了 是时候大概一场了 与此同时 悬崖上方 二十多名天元镜以上强者 正在悬崖边争论着 徐长老 那小子现在应该是强武之末了 我们是否可以动手了 若是我们众人现在一起冲下去 必能将他杀之而后坏 把我北明宗 与你们天明宗的血海深仇 不急 不急 王长老 你别忘了 就算那小子 现在已是强武之末 他终究是一位单元镜强者 我们这里一共只有四位宗师镜 未必是他的对手 倒不如等着那条幽冥芒 把他解决了 我们再去取他向上人头 昭告天下 看以后还有谁敢得罪我天明宗 与你们北明宗 我们有四位宗师镜的强者 害怕他一个已是强武之末的单元镜吗 徐长老未免也太过胆小了吧 王长老 我这不叫胆小 而是稳重 那小子这次必须死 不过 我们天明宗已经被他灭门了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十多位高手 便是我天明宗的全部人马 若是这次再失守 我天明宗可就要彻底从武道界除名了 王长老 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谁 两名天元镜高手纵身一跃 便落进了小树林 随后驾着一名女子重新飞回悬崖边 你师出河门河派 为何鬼鬼祟祟 我 我是前来观战的 我叫江思雨 师承紫卫宗邱月卿 我 我没有鬼鬼祟祟 只是无意中来到这里 不敢打扰诸位前辈闲谈 还问各位前辈 不要为难晚辈 紫卫宗就是那个现已沦落为九流门派的前十大宗门之一的紫卫宗 爹 这世上除了那个紫卫宗 哪里还有第二个紫卫宗 爹 他们掌门秋月卿几月前已经死在诸九阴罩下 此女厌绝天下 爹留给我享用一下 我都很久没遇到过这么美的女子了 嗯 你压她下去 好好看守 不要让她听到我们谈话 是 跟我走 你要带我去哪里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传闻天明宗的弟子喜好采音补羊 果然名不虚传啊 你们北明宗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就别乌鸦笑诸黑了 徐长老所言即是 我们北明宗与天明宗本就师叔同门 我们师祖与你们师祖 可是同门是兄弟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徐长老 我已查明 那屠龙小子似乎与天南省龙江市的龙家 五点渊源 待他死后 必须将龙家灭门 方能解窝等心头之恨 这是当然 他灭过天明宗满门 与他有关之人 已当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你们那么想永绝后患 那就永绝后患吧 众人回头一看 一少年 站在一条巨型幽冥网头之上 从悬崖下方凌空飞了出来 你 你这小畜生 你怎么可能会失传千年的御龙诀 看来你还有点见识 你知道这叫御龙诀 杀光他们 大家快逃 我们不是这条幽冥网的对手 那小子用御龙诀操控了这条幽冥网 屠龙小子 你对我们等着 北明宗跟你不死不休 而就在他话音刚落 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蛇性的声音 回头一看 另外一条幽冥网张大着血盆大口 从他们所在的小山后面探出脑袋 几分钟后 北明宗和天明宗的弟子全部无一幸免 方圆千里之内 还活着的人 除了陈天阳之外 只剩下远处树林里被人绑在树上的江思雨 陈天阳伸手一指 幽冥网便划起到江思雨跟前 此时的江思雨不仅已经被点了眼穴 身上还有几处穴位 也被那徐长老儿子点中 他不仅不能说话 身体也不能动弹 最要命的是 他还被那个混蛋灌了一颗不知名的丹药 此时的他只觉浑身火辣辣的 很难受 你怎么会在这里 江思雨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 没法开口 陈天阳意识到他可能是被点雅穴了 便隔空对着他伸手一指 割断了绳索 将思雨瘫软在地 嚎啕大哭 如果陈天阳再稍微晚来几分钟 他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你赶紧回去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我们走 陈天阳 幽冥芒再次游回去 来到江思雨跟前 陈天阳的帅顺的拨抖抓 将思雨凌空飞到他怀 中什么毒了 哪里不舒服 我 我不知道 我现在好热 浑身酸软无力 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 这帮混蛋 给你吃了天明宗的九阴蛋 神 什么是九阴蛋 世俗界所谓的那种药 加强吧 这九阴蛋是那种药的十倍 啊 还好我带了清灵蛋 不然后果果不堪设想 清灵蛋对着没用 神 什么 不是说天丹门的清灵蛋 能解百毒吗 骗子 清灵蛋的确能解百毒 但这九阴蛋阴损至极 不在这百毒之内 那 那怎么办 江思雨一脸紧张 此时他已经觉得自己热的 有些受不了了 尤其是被陈天阳那么抱在怀里 他更是觉得躁热难耐 还能怎么办 凉拌 回去取煮酒阴 昆仑山某座中年积雪的雪山之上 老畜上 你还敢不敢偷我的煮酒阴了 你不是很牛吗 不是连老子冲蛇爷爷吗 现在还爷爷不 服不服 服服服 小爷 求你放过我 饶我们一条狗命 不 饶我们一条蛇命吧 放了你们 想个美 老子要是放了你们 到时候你们回头又来报复我怎么办 不敢不敢 绝对不敢 我对天发誓 勇师不敢有报复你的想法 如有为此事 永远无法化身长龙 那你叫你老婆也发个誓 我才相信你们 他还无法说人话 你别忘了 我现在能与你心灵相通 只要他肯发誓 我能感应得到 夫人 你且发誓 夫人听他的 不然他又要操控我咬你 我心疼吧 很好 你们走吧 学要你们以后不要招惹我 我不会来欺负你们 陈天阳走进冰洞 在溶洞中间 有一条永不结冰的地下冰河 此时的江思雨 正站在冰河里瑟瑟发的 你 你之前说的凉拌 是真的凉拌呀 我 我 我现在凉拌好了吗 可 可以出来了吗 没动死之前 不许出来 可 可是 我 我真的已经冻得受不了了 我 我浑身都麻木了 没叫你活活把自己冻死 在冻死之前 你就可以出来了 要是你现在出来 我完了 你也完了 陈天阳说完 直接攀转在冰河岸边 将四语急忙从冰河里爬起来 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虚弱成这样了 真气耗尽 魂力耗尽 我还能怎样 喂 你干嘛 你替我干嘛 你现在不许再出来 那九阴丹唯一的解读之法 就是在极阴极寒之地 才能驱除心魔 我 我刚才是不是对你做什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 你摸我大腿了 我警告你 你可别想害我啊 我师父让我在魂元镜之前 一定要保持童子身 不然我永远都上不了魂元镜 你再敢上岸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陈天阳用自己紧慎的力气 说完这番话后 脑袋一歪 躺在地上昏迷过去 喂 我该怎么办啊 万一我上去了 没控制住自己怎么办 可是 这水真的好冰呀 好疼呀 江思雨此刻忍受着 肉体和心里的双重折磨 他又在水里坚持了几分钟 发现陈天阳的气息 似乎越来越弱 他掏出了手里的小瓷瓶 丢到陈天阳头上 喂 你快醒醒 我这里有九转还魂丹 你赶紧补充一下你的真气 然而 陈天阳此事已经虚忍到了极点 江思雨又坚持了一会儿 实在坚持不对 他还是没忍住上岸 哼 我就不信 一上岸就会产生幻觉 他捡起瓷瓶 闹出丹药香味给陈天阳 可陈天阳死活不张嘴 最终 他想到了一个 令他面红饿式的想法 我该怎么办啊 他救过我两次性命 他现在真气耗尽 虚忍成这样 活入不救他 他一定会活活冻死的 管不养那么多了 昏昏沉沉的陈天阳 做了一个梦 他一睁开双脸 一把推开江思雨 你 你对我做什么啊 我 我 你 你别骂我了 我知道怎么做了 你说的对 我 我真的不能再上岸了 你 你放心 我再也不上岸了 我发誓 你还好意思说 我不是叫你没冻死之前 不准上岸吗 你又怕上岸干嘛 你别说了 我 我是看你晕过去了 怕你会出事 所以就上来给你 为了一颗九爪还魂丹 你为还魂丹 需要用嘴胃吗 我 我摆不开你的嘴吗 现在别上来了 陈天阳在吃下一颗 九爪还魂丹后 体力恢复了不少 他急忙盘腿打坐 等陈天阳睁开眼时 发现站在水中的江思雨 身体已经结冰了 他急忙过去 把它从水里捞出来 他本能冻出一些龙穴 为了江思雨 可可可 你怎么那么笨呀 我要再晚一些发现 你就冻死了 你知道吗 不是你说的 不让我出来吗 我不是说了 叫你在快冻死的时候 就可以出来了吗 真服你了 你又没说快冻死的时候 我的毒就解了呀 我 我怕我万一一上来 又控制不住自己 算了算了 别再提这事了 他拿起地上的小瓷瓶 从中到处瓷瓶中的 所有丹药 一共七颗 哟 两颗清灵丹 两颗还魂丹 三颗小培元丹 你家还挺有钱嘛 出门居然带了 这么多上魂丹药 还不是因为你吗 为了想来帮你一把 我跟我爸都差点 脱离妇女关系 这些丹药 可花了我爹十几个亿 先借我用一下 回头还你 啊 怎么 这 这么多你一口全吃了呀 放心吧 这些丹药我肯定顾白吃你了 你刚才喝了不少龙血 赶紧打坐运气 看看能不能冲击一下 地缘集中气 啊 龙血 他赶紧盘腿打坐 导引着那股龙血 带给他的力量 在体内开始运转 就这样 两人都在冰洞里盘腿打坐 这一坐便是整整 傍晚时分 陈天阳和江思雨 一起走出冰洞 原来站在高处看晚霞 居然这么美 这个送给你 就当是补偿你那八颗丹药的损失 啊 送给我 对 我这人不喜欢欠他人人情 现在你我哥不相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没必要给我这片龙鳞了 你吃了我八颗丹药 给我喝了龙血 又帮助我连生两极 我那八颗丹药已经物超所值了 你已经不欠我的了 那就当是我送你的吧 谢谢 这个可以有 谢谢 走吧 下山 喂 你就这么走了 难道不怕别人来偷你的龙吗 他可浑身都是人间至宝呀 你回头看看 怎么偷 咦 冰冻呢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洞口设置了一个幻阵 只可惜这阵只对人类有用 对妖兽没有 所以竹九鹰才被那两条千年幽冥芒找到 那万一我们走了之后 又有妖兽来偷你的龙呢 以后 绝对不会 从今往后没有人和妖兽能接近这座城 思雨 这次昆仑之行有什么收获 爸 我困了 第二天 将思雨精心打扮了一下 早早地来到了龙大停车场 他一直望眼欲穿地看着校门口方向 等待着那辆粉红色的F8 这一等 就是一个小时 龙婉芯的车始终没有出现 他终于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给龙婉芯的班主任 喂 秦老师 你们班的龙婉芯今天没课吗 他昨天就请病假了 请病假 是的 他被人打伤住院了 什么 他被人打伤了 是的 姜老师找他有事 哦 没事 谢谢秦老师 再见 宝儿妹妹被谁打伤了 要是被那家伙知道 恐怕会把龙江闹个天翻地覆吧 老吴 你就那么肯定 龙正云一定会去全馆替他女儿报仇 老江 你放心 龙正云就那么一个宝贝女儿 而且这家伙向来冲动易怒 喜欢意气勇士 他肯定会来 哼哼 只要龙正云一死 龙江便只剩下一个不足为惧的王家了 我们再联手灭掉王家 到那时 龙江便是我们吴家与你们江家二分天下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不过龙正云可是个地缘镜高手 想对付他没那么容易 你的人手都准备好了吗 一个地缘镜 在我吴家拳馆面前狗屁不是 你放心 我早就在拳馆埋伏了多名天缘镜高手 别说他只是地缘镜 就算是天缘镜 只要他龙正云敢踏入吴家拳馆 我定叫他有来无回 那就好 行了 老吴 我们就坐等接收龙家资产吧 我先挂了 小哲 看到没有 我说过 龙家的资产和龙婉心注定是你的 老子没骗你吧 嘿嘿 爸 高 实在是高啊 龙婉心啊龙婉心 老子追了你那么久 你对我爱搭不理 等你爸死了 老子要让你跪下求我 等我完腻了 再把你送去我家的夜场 完腻了就灭掉 我们吴家夜场还缺得一个赚钱吗 做男人要狠一点 既然做了就要做彻底 不要给自己留下火盾 你可真行 居然又跑去打黑拳了 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吗 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不再去打黑拳就是了吗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就是上次被我打败的那个 吴哲又约我去地下拳馆玩 我一见那人又在摆擂台 我寻思着 这三百万不就是给解白送的吗 于是我就上去了 结果 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 我虽然没几斤几两 但好歹也是一个先天进高手 总比你手无腹肌之力强多了 叫你学功夫 你偏不学 要是你有一身好本事 你不就能去帮我出气了吗 怎么了 这是 我在走廊上都闻到火药味了 他不仅不关心我 还讽刺我 难道他说的不对吗 就该让天阳好骂你几句你在清醒 你缺钱 难道我不给你吗 居然跑去打黑拳 你还能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 我不要你的钱 我要自力更生不行吗 龙叔 你们聊 我下楼买点水果去 知道我最爱吃什么吗 火龙果 嘻嘻 八年了 居然还记得我最爱吃的水果 哼 算姐没白疼你 我也记得你最爱吃什么水果 还记得你从小就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怎么没见你心疼一下我 嘻嘻 爸 你也是我不老男神 别吃错 陈天阳并没有下楼买水果 而是来到了医院天台 吉祥如意早就赶在了天台之上了 请圣主责罚 那个地下拳馆隐藏的高手很多 是他自己要上台打泪 此事也不能全怪你们 谢圣主不杀真 但是 属下知错了 哼 我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几个人交给你们来保护 我只走了三天 你们却让他被人把手都打骨折了 如果再有下次 你们就以死谢罪吧 遵命 陈天阳没再多看他们一眼 只是默默地从怀里拿出一张面具戴在脸上 圣主 您这是 我现在就去吴家拳馆 圣主 龙小姐的仇 我们两姐妹去报便是 哪里用得着圣主亲自动手 不 吴家敢斗我而解 敢打我老丈人主意 这仇 我要亲手去报 吴家那拳馆开张几天了 五天 那地下拳馆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可惜了 只开五天就要关门了 说完 他一转身 便消失在天台之上 吉祥如意从地上站起来 看向吴家酒吧方向 哼 吴家 你们可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你说 圣主会直接灭掉吴家满门吗 不一定 不过 吴家从此跌出龙江四大家族是必然的 有道理 以圣主的脾气 吴家的罪过虽然还不至于诛灭全族 但今日过后 吴家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喂 你干嘛去了 姐一会儿没见你 都想你了 我正在和老板讨价还价呢 我很快就回来了 行了 别讨价还价了 咱家不差那几块钱 你快点回来 好 爱你 喂 小子 干嘛的 证件呢 证件 老子是来踢馆的 要啥证件 呵呵 踢馆 就你这点修为 还敢来我们吴家踢馆 我来个气 给你们老板打电话吧 就说有人来踢馆了 吴 吴总 龙家的人到了 不过来的不是龙正云 但肯定是龙正云请来的高手 还说他是来踢馆的 哈哈 很好 我马上过来 看来龙正云学聪明了 都知道先叫别人来试试 我吴家的深浅了 劳烦黄老陪我走一趟 虽然肯定用不着黄老 您这等宗师静的强者出手 但晚辈希望您老能帮我瞧瞧 这小子是什么路数 来自河门河派 嗯 有了黄老了 小哲通知全馆 就说龙家的人来了 让他们给他留口气 等我去了再说 好的 爸 我吴国华在黑拳界混了这么多年 还没人赶来我吴家拳馆踩过场子 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呀 哎 没一个像样的 行了 都别愣着了 我是来踢馆的 你们全都一起上吧 别耽误老子时间 踢馆 哼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凭你这先天巅峰之境 也敢来吴家踢馆 小子 你可知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小许 你教训一下他 吴总刚才打电话了 让给他留口气就行 好的 废老 哼哼 小子 赶来吴家踢馆 你可真是打着灯笼上茅房找死 先吃爷爷一拳 吴 不对啊 明明就是个小小的先天镜后辈 怎么具备这等实力 他隐藏修位子 也不可能啊 天原境巅峰之下 谁能在老夫面前隐藏修位 难不成他是位宗师强者 小招 你去会会他 这小子似乎还有两下子 记住 留活的 老东西 让你屁话多 让你耽误老子时间 叫你们一起上 你说我没听见是吧 看你还屁话多不多了 都愣着干嘛 一起上啊 二三十人一起扑向了陈天阳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将注定成为这些全手一生的噩梦 只是短短不到两分钟时间 二三十人全部躺在地上 我的腹部痛苦的哀嚎着 陈天阳把目光转向了 其中一名堵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男子 此人正是前几天 与龙管心打雷排的人 连一个那么漂亮的女生 你都舍得下那么重的手 你还是男人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都是被逼的 吴总说了 不把龙家大小姐打得狠一点 就没法把龙正云引过来 求你放我一马吧 你说什么 说清楚一点 吴总想借伤害龙家大小姐 引诱龙正云过来报仇 以便于杀之而后快 嗯 很好 算你还比较老实 谢谢大哥不杀之 但是 打断龙婉星一只胳膊的这一招 我们还是要好好算一算 什么 你欺人太甚 啊 单元性强者的护体心身 陈天阳右手食指中指 对着他胸口轻轻一领 男子瞬间实话当场 你 你对我做什么了 哼 这叫气泻指 还活着的都给我听好了 今晚天黑之前 滚出龙将 否则 下场就跟他一样 坏了 买个水果出来半小时了 管二姐肯定要骂我了 什么 那个高人给妈开的药方当中 有很多药都凑不起 那可怎么办 难道不能用别的药代替吗 哎 雪神医已经问过那位高人了 不可替代 却一味都不行 其他的药 雪神医已经答应帮忙找了 现在还缺三种特别稀有的 就连雪神医都束手无策 他让我自己想办法 哪三种 五行草 千年合手屋 龙血果 啊 千年合手屋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 可这五行草合龙血果 是什么鬼东西 我怎么听都没听过 据说这五行草 只有在植阴质阳之地 才能生长 合手屋虽然很多地方都能生长 可要达到千年 这几乎不可能 至于那龙血果 就更难得了 据说要有龙气的地方 才会生长 雪神医说 这东西恐怕也只有 神龙架腹地才能找着 而且就算找着 也不一定有果子 这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怎么可能凑得齐吗 爸 那现在怎么办 孩子 你先别着急啊 雪神医不是说了吗 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暂时你妈只需要用 那颗龙心调理身子 那个高人还说 等吃完这颗龙心 和她开的那副药 你妈不仅能够痊愈 修为还有望 突破到宗师之境 啊 可是 你刚才说的这三种药 哪有那么容易凑齐啊 别担心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要出去几天 天阳要是问起我来 你就说我去外地 和人谈生意去了 嗯 好了 那小子快回来了 我该走了 记住 如果你伤好之后 我还没回来 你千万不能再去吴家拳馆 吴家最近和江家走得很近 他们有一些小动作 我没看懂 等我把这几位要的事情 处理好了 我再慢慢找吴家算账 我知道了 爸 你小心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以后别再和天阳斗气了 现在他无亲无故 我们是他唯一的亲人 你要多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考虑一下 多关心他 嗯 我懂了 缺钱的找老罗 万一家里出了什么大事 就找你爷爷商量 行了 老云 你可真啰嗦 你只是出去办点事 怎么搞得跟交代遗言似的 呸呸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行了 我走了 记得对我女婿好一点 不准欺负他 家里就拜托诸位前辈了 我回来了 咦 龙叔呢 回去了 你过来 干嘛 天阳 对不起 之前不该那么说你 其实我也是希望你能跟我爷爷学武 所以才故意打击一下你 你别生气了好吗 龙婉星以为陈天阳买水果去了那么久 一定是躲在哪个角落上线难过去了 我没生气啊 我没你想的那么小气好吗 嘻嘻 那就好 我要吃火龙果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 龙婉星在陈天阳的精心照顾之下 他的伤已痊愈 这几天 陈天阳每天给龙婉星吃三克单位 龙婉星浑然不觉他三天吃掉了价值将近二十亿的单药 第四天 龙婉星带着陈天阳回龙大上学 中午放学 陈天阳在厕所蹲大号时 进来几个男生 他们聊起了有关龙婉星的事 喂 你们看过我们学校大一笑话被打进狗的那条戏品了吗 听说了 但没看过 虎哥 你有视频 当然有 快 虎哥 拿来给我们欣赏一下 紧接着 那个被称作虎哥的男生便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像 啊 啊 别打了 我认输了还不行吗 认输 你以为我们这种类台赛 是你说认输就能认输的吗 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哎呀哟 他的声音实在太好听了 我听说他好像有男朋友了 嗯 是有一个 我见过 长得还挺帅 可惜是个废物 一点武功都不会 确实 这年头 灵气都复苏了 如果一点武功都不会 跟个废物有什么区别 那个龙婉星 戏眼下马 怎么会看上那么一个废物 真是暴挺天物 红天阳从小哥间走出来 禁止来到三人跟前 一把抢走男生手里的手机 啊 啊 别打了 我认输了 你不是喜欢装高了吗 来啊 继续装啊 吴国华 你们无家好样的 你他妈谁啊 敢讲老几手机 我劝你现在最好乖乖跪下 磕头道歉 我输到三 一 三 给我弄他 有 骨哥 好大的威风呀 啊 哇 王少 我们哪有敢在你面前威风呀 这小机藏我手机 所以我才和他闹点矛盾 否则的话 我肯定不敢在王少管辣的 居于闹事是吧 哎哎 王少 你 您跟他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哼 他是我好朋友 你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婉儿 大事不好了 罗美丽 什么事啊 渣渣乎乎的 婉儿 我看见你男朋友 被吴哲抓去后山树林了 我想上去阻拦没拦住 吴哲让我给你带口信 他只等你五分钟 五分钟看不到你人 就废他一条腿 什么 混蛋 吴哲 你要是感动陈天阳一根头发 我们龙家一定会跟你们吴家不死不休 龙婉星马上拿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给陈天阳 结果罗美丽一把抢走了他的手机 我亲眼看见他被吴哲的人带走的 人都被抓走了 吴哲他们会让他接电话吗 快别打电话了 赶紧想办法去救人吧 也对 你等等我呀 婉儿 我一直想问你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那么一个废柴 值得你那么爱他吗 他哪点配得上你呀 罗美丽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在我面前说我男朋友坏话 也不许你瞧不起他 否则我们姐妹都没得做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干嘛那么生气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吴哲在学校收买了不少武道高手 就我们俩去救他 这不是杨禄湖口吗 后山树林那么深 到时他们要在树林里把我们怎么着了 我们都没辙 你要是不敢去就算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 为了他 我什么都不怕 真傻 死到临头了都不知道 龙婉兴 刚才我可是劝你了 是你自己不听那也怨不得我 我们家欠你们龙家的人情 刚才我已经还了 吴哲 龙婉兴已经中计了 他正在朝后山树林里赶过来 而且 他的手机已经对我拿到手了 好 很好 美丽 我爸安排你和龙婉兴成为好朋友 果然是一不好戏 能为吴哲解忧 是美丽的荣幸 很好 回头大大有赏 谢谢吴哲 婉儿 等等我 我陪你一起去 吴全 王青山那边怎么样了 少爷 刚才我们的人已经看见 王青山和陈天阳先后进了厕所 直到现在都还没出来 很好 看来他应该很快就会把那个废物 也骗到这里来 今天老子要当着他的面 把他的未婚妻变成我的人 龙婉兴 你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是你们龙家先叫人毁掉我家拳馆的 那是当然 你给我爸打个电话 告诉他 龙婉兴和陈天阳已经顺利落在我手里了 让他那边可以对龙正云采取行动了 是 过了今天 龙家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了 包括龙婉兴 恭喜少爷 吴哲 陈天阳呢 看不出来 你还真是很在乎陈天阳那个废物啊 吴哲 我们五刀界的事情跟他无关 他不是五刀界的人 你绑他算什么本事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 你别那么激动 我今天本来就是冲着你来的 你不是龙江年轻一辈第一人吗 只要你能打破 我马上就把陈天阳还给你 好 这可是你说的 龙婉兴毫不犹豫的就朝吴拳扑了上去 你 龙女神 打不赢你可以认输的 别逞强 不然看见你挨揍 我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啊 前几天你在我家拳馆不就认输了吗 反正你认输都已经习惯了 哼 希望你别反悔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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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妹 那个男人就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龙婉兴 你跟老子在一起到底有什么不好 我们胡家和龙家强强联合 你非要跟那么一个废物在一起 上次在我家全管你都认输投降了 这次你认输输又怎么了 为了他 你连命都不要了吗 他 在我心里 比我自己的命重要 再来 你再这么逞强 你会被我活活打喜的 是他说的 打赢你 他就会放了我男朋友 再 再来 马达 你真想为他而喜吗 没错 我用我的命 换他的命 行吗 不行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要怎样才肯放过他 呵呵 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 我想要你啊 龙婉兴 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肯答应跟我 我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 呵呵 跟你 我呸 你做梦 我宁愿喜 也不可能跟你 看来 你是吃了秤妥铁心了 很好 龙婉兴 我待会就当着你的面 把陈天阳亲手宰了 混蛋 如果你敢伤害陈天阳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呵呵 想做鬼 可没那么容易 龙婉兴 老子就干脆实话跟你说了吧 今天不仅陈天阳会洗 你爷爷 还有你爸 你妈 他们全都得洗 我们吴家 已经跟你们龙家全面开战了 什么 我现在最后再问你一次 愿不愿意跟我 你做梦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你也就别怪我不把你当人了 老子现在就把你就递正法了 少爷 万一有人看到影响不好 你要真那么想玩 把他带出去再玩吧 你滚开 你马上给王青山打电话 让他把陈天阳带过来 我要让他亲眼过来看着 王青山 你还不知道吗 王家早就跟我们吴家秘密结盟了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江思雨 你他妈疯了 哼哼 我疯了 我看是你疯了吧 有句话说的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上帝想要其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呵呵 灭亡 过了今天 谁能让我灭亡 江思雨 这不关你的事 你最好赶紧离开 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哼哼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你让我怎么假装没看到 这么说 看来你是想多管闲事了 你现在离开 我不为难你 因为自然会有人来收拾你 来收拾你们吴家 收拾我 收拾吴家 哈哈 今天之后 龙江还有谁敢跟我吴家作对 江思雨 我说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龙江 吴 江 王三大家族已经结盟了吗 今天是我们三大家族 联手跟龙家全面开战的日子 什么 和龙家全面开战 我们江家也参与了 完了完了完了 江思雨马上拿出手机打他爸的电话 可惜却一直没人接 紧接着 他又打他妈和弟弟电话 以及江家几个关键人物的电话 全都没人接 我爸到底抽什么疯了 江思雨打不通电话 无奈之下只好发了一条消息 到家庭群里 爷爷 爸 你们千万不要参与对龙家的行动 因为据我所知 屠龙少年就是龙家的后台 如果你们还想和五王两家一起对付龙家 那就等着我们江家被灭族吧 完了 你说什么完了 我说你们完了 你们全完了 混蛋 你们想死就算了 为什么要拉上我们江家 江思雨 你疯了 我们是一伙的 谁跟你们是一伙的 这件事与我们江家没有任何关系 无权 拦住他 帝元静后期 什么 帝元静后期 这 这怎么可能 不 不是说他一直都是先天境巅峰吗 很明显 他一直在隐藏实力 不过 就凭你这点修为 要想救走他 恐怕还不够 你是江家大小姐 你们江家正在与吴家联盟 我不想伤害你 你走吧 放了他 我不追究你们 不可能 他是击垮龙家最重要的棋子 哼 你们疯了 你们真的疯了 他 我今天保定了 少爷 思雨姐姐 其实 我对你也一直挺感兴趣的 是你主动送上门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要杀他 不然没法给他爹交代 打成龙婉欣那样就行了 是 哼哼 原来只是刚刚突破帝元静后期 你帝元静后期的境界还未稳固 便与我这样的高手过招 难道你就不怕修为倒退吗 江思雨 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 赶紧走吧 我真的不忍心伤害你 思雨姐 你 你走吧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 请你离开后 马上给我爸打个电话 就说 吴家有人要埋伏他 哼哼 他们肯定已经动手了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你 江思雨知道 他想阻止自己江家 从这个漩涡中抽身而出 已经不可能了 他现在只希望陈天阳 能看待他就了龙婉欣的份上 放他父母和弟弟一条生路 哼 你自身都难保了 还想保护他 面在你们江家和吴家 正在联盟对付龙家的份上 你现在走 我不难为你 少废话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你们要想再伤害他 除非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吴全 动手吧 别跟他再耗下去了 只要留他一条命就行了 回头让我爸去给他爸解释 哼 江思雨 你果然不愧是龙江年轻一辈中的第一天才 确实有几下子 只可惜这还不够 哼哼 小妹妹 这可是你自长的 小妹妹 只要你点下头 答应不管这件事 我现在收回真气 你还不至于静节倒跌 否则 不仅你这得来不义的修为 要混一蛋 很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废人 不 可 能 很好 这可是你自长的 刚才你感受到的 只是一个地缘境巅峰的五成功力 那么 现在我便让你见识一下 地缘境巅峰的十成功力 有些 现场突然变得异常安静 将思雨缓缓地转过身 看向身后 现 现在才是个不向前 混蛋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废物引起的 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 龙满心绝对是我的 少爷 不要 什么 他 他是高手 你 你快跑 呵呵 你是高手 陈天阳看都没正面看一下武者 继续运气给龙满心和将思雨疗伤 混蛋 你这个废物 你竟敢无视我 这 这不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会隔空点学 隔空点学不是只有宗师镜以上强者才能做到吗 陈天阳帮两人疗好伤后 这才正面看了一下武者 之前嚣张至极的武者 此时早已下的浑身大喊灵敏 陈兄 误 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哼 误会 是的 真的是误会 你请我狡辩 行吧 你说误会就误会吧 啊 金翔 你和如意召集其他十六位天罡 去吴家等我 啊 十 十六位天罡 你 你是天沙门的人 天沙门一共只有三十六天罡 你说你一下能调动十六名天罡 呵呵 你是在做梦吧 我带你去瞧瞧 这 这 这叫幻阵 修为达到单元镜以上才能施展 什么 单 单 单元镜 走吧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亲眼见识一下 挥下天沙门三十六天罡的战略 你挥下 天 天沙门是 是你的 不止 四大天门都是我的 全天阳临着吴哲落在了吴家半山别墅的屋顶上 但见吴家花园里 尸横遍地 场中仅剩一位中年妇女 哲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是什么人呀 你爹不是说这次针对龙家的计划万无一失吗 妈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启禀圣主 吴家上下三十七口 只有吴国华没在这里 其他的都处理掉了 还有吴家保镖四十余人 已全部斩杀 那是他妈 是 我知道您的性格 所以留下了他这个活口由您亲自处决 他知道吴国华对付龙家的事吗 知道 并且他也是参与制定针对龙家计划的人之一 很好 妈 其实 如果你们吴家只是和龙家正常竞争 我不会插手 就算插手 也不会赶尽杀卷 你错就错在 不该伤害我婉儿姐 禀报圣主 吴国华压道 圣 圣主 三圣门听说过吗 我是三圣门当今圣主 五 五道至尊 三圣门 对 快多看记忆你吧 不然没机会了 夫人 我对不起你啊 天杀门 我们哪里得罪你们了 你们为何要将我吴家赶尽杀卷 这就得问你儿子了 什么 兔崽子 你干什么了 你到底怎么得罪天杀门了 爸 他 他就是天杀门的门主 什么 这废物是天杀门门主 他 他还是三圣门圣主 啊 五道圣帝 三圣门 圣主 江湖传言 不是说那屠龙少年 很可能就是三圣女的高徒吗 没错 江湖传言是对的 什么 屠龙少年 龙正伦的女婿是屠龙少年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的女婿怎么可能是屠龙少年呢 哈哈 安心上路吧 爸 快跑 你 你就是屠龙少年 呵呵 我眼里的废物 竟是屠龙少年 呵呵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就是屠龙少年 红杨 我也确实是个废物 我空有一身本事 空有无上权利 却连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人都保护过 汗够了吗 汗够了轮到你上路 去跟他们团去了 我吴家上下三十八口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呵呵 在我心里 就算杀光你们吴家人 也抵消不了你给我婉儿姐的伤害 清理之前 拍点照片给江家和王家人送过去 三天后 安排他们两家的家主 来给我父亲请罪 如果他们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吴家就是他们的榜样 圣主 王家和江家家主 这次全都直接参与了 毁灭龙家的计划 为何不直接全部杀了 那样龙江就剩龙家一家独大了 我们陈家以前是龙江四大家族史 与他们几家都有一些关系 王家 我得给王青山和他妈面子 江家 江思雨的面子也是要给他 打堆 毁尸灭迹 一刻钟后 吴家院子焕然一新 吴家院子里 只剩下吉祥如意二人 如意来到吉祥身边 姐 都打扫干净了 我们该走了 血手送命归 飞剑人头的 已是万丈骷髅膏 有有盐罗匠 三根锁命刀 五根鬼来报 带到狮野城堆时 他再从中笑 从此江湖无纷扰 再献波兰石 重见家人笑 哎 龙江总算能太拼一段时间了 你说 为什么每次见他笑 总要死这么多人呢 他笑起来多帅 多迷人呀 可不是吗 真的好想见他多笑一笑 不想再看到他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 可是 他的笑成本太高了 他那不需要死很多人的笑容 可能只有龙家人才能看到吧 嗯 真羡慕龙家人 姐 你觉得圣主过分吗 不过分 或许外人觉得过分 但我们不该这么想 为什么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不是弱者不该被同情 而是弱者向来没有人会同情 更何况 还是吴家这种不安分守己的弱者 更不值得同情 想想圣主的陈家吧 上下107口 当初又有谁同情过陈家 又有几个人同情过圣主 地狱门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们要是能快点查清地狱门的行踪 尽快帮圣主报仇就好了 或许 带圣主大仇得报之后 他就不会再这么整天愁眉苦脸了吧 嗯 跟我走吧 去哪里 去查地狱门呀 我已经查到一些线索了 两姐妹一起消失在吴家房顶 就在吉祥如意前进刚走 一名戴面具的白发老者 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刚才站立的位置 吴家真是一群废物 连你们这么多高手 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龙甲 哼 果然是斩草不除根 后患无穷 没想到这小子大难不死 竟成了三圣女的高徒 这可就不好对付了 我得尽快去禀报门主才是 要帮忙不 吴 是你 你 你还没走 对 是我 刚才你说的斩草不除根 后患无穷的那个人就是我 对 是我 想斩草除根是吧 后患无穷是吧 小子 你敲锅了没有 你以为你是单元镜就能为所欲为 这世上可不止你一个单元镜 卧槽 原来你也是单元镜 马达 差点忘了 单元镜有护体精神 陈天阳便封住了老头身体多出要学 老头再也无法动他 这回应该可以了 来人 我已封住了他所有要学 为头你们把他一口牙全磕掉 免得他嘴里有带毒的假牙 是 行了 把他带回去慢慢审吧 一定要从他嘴里撬出地狱门的来历 以及他们老巢的所在地 是 接受无家产业的事你们安排一下 我先撤了 还有事 西西 圣主 您怎么知道地狱门的人一定会出现 我刚回龙家 他们地狱门的人就去龙家杀我 而这段时间我们却一直都没查到地狱门任何东西 所以我断定龙江四大家族肯定都有地狱门的人 之前故意给吴国华透露我的身份 我就是想引他们出来 西西 圣主英明 少拍马屁 有事说是 西西 圣主 我们也去龙大读书 去贴身保护未来圣母吧 是啊 龙大那个老校长修为很高 除了龙大的学生之外 一般外界的舞蹈高手都不能擅闯龙大 他是国家舞蹈学会的人 我们也不太方便硬闯 为了圣母的安全着想 我跟如意觉得 最好的办法就是混进龙大去上学 这样我们就能24小时保护他了 嗯 这倒的确是个办法 行 你们自己安排吧 爷爷 你运气试试 看是不是通畅很多了 不用试 刚才就已经感觉到通畅多了 好小子 你这神医术 恐怕都能和那神医世家的薛神医媲美了吧 嘿嘿 好 很好 孩子 你要是能治好我 我们龙家日后可就有福了 爷爷 您先休息一下 我去看看我儿姐 好好好 哎 真是可惜了一块练武的好料子 今天如果不是你老丈人早有准备 龙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兄弟 想知道你父母的死因吗 什么 你知道 我们王家知道一些线索 说吧 你们王家都知道些什么 据我爹说 当年你爸跟龙正云一起去过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回来没多久 你们陈家就被灭门了 至于去过什么地方 谁也不知道 就连我爹跟我爷爷他们都不知情 不过他们倒是提过 那个地方似乎很神秘 也很凶险 因为你爸跟龙正云那次回来都受了很重的伤 很奇怪的是 他们从那里回来之后 只是短短两个月时间 他们两个全都从地缘境初期 突破到了地缘境后期 两个月时间 连续生了几个小金钱 是的 你跟我去停车场吧 我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是你爸留下来的 你可能还不知道 其实 当年你们陈家在龙江市 与你父亲关系最好的人并不是龙正云 而是我妈 妈 走吧 你看看就知道了 东西就在我车上 这是去哪 几分钟就到了 去了你就明白了 来这里干嘛 这里面有二十万 赶紧坐车走吧 随便你去哪里 总之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都别回来 什么意思 你别问了 总之 你只需要知道 龙江很多人容不下你 你赶紧逃命去吧 这个包里的钱 是我妈让我交给你的 我妈说 等你去别的地方安顿下来了 记得给他写信 以后他每年都会给你接二十万 他还说 他在王家做不了什么主 能力有限 他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 他只能保你一事一事无忧 给不了你大富大贵 希望你体谅 另外包里面还有一封信 我妈说 是你爸当年出事前寄给他的 他说你自己看了这封信 很多事情就都明白了 我先走了 兄弟 多保重 赶紧走吧 陈天阳急忙把公文包 里面的确有二十万块钱 还有一封信 拆开信一看 陈天阳一眼就认出了 这的确是他爸的自己 香兰 见字如面 情况紧急 长话短说 陈家近期可能要出大事 我儿子 天阳我已差人送走 如果这小子有幸逃过此劫 将来活着回到龙江了 希望你能念在我们当年的情分上 帮忙多加照顾 另外 我与龙正云两月前 一起在外面找到一件宝贝 东西在龙正云手里 这件东西隐藏着惊天秘密 如果有一天 我儿子回到龙江了 他一定会因为他与龙正云女儿的婚事去龙家 请你一定要马上告诉他 让他尽快离开龙家 离开龙江 逃得越远越好 因为如果陈家真出现重大变故 很可能与龙家有直接关系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那件宝贝 绝对值得龙家 放弃我们两家人的百年世交之情 切记 让天千万不能留在龙江 尘封绝饼 7月6日 7月6号 我爸怀疑龙叔 到底是什么宝贝 值得龙叔如此背信其义 这一刻 他心里矛盾极了 不过他知道 要想弄清楚事情真相 他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留在龙家 我二姐 老天爷肯定不会那么对我们的 对吗 龙叔肯定和我陈家面门之后 没有关系的 对吗 我们不可能反目成仇的 对吗 放过天阳 放过天阳 求求你们 放过他吧 他真的已经够可怜了 他连爸爸妈妈都没了 你们不要再伤害他了 文婉星尖叫一声 突然睁开双眼 从床上坐了起来 当他看见陈天阳 完好无损地坐在自己身边时 瞬间扑进陈天阳怀里 紧紧地抱着他 好几大呼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做噩梦了吗 别怕 我在这里 天阳 你不要离开我 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嗯 不离开你 文婉星突然松开陈天阳 近距离望着陈天阳 仔细看得及 而后突然转身 关掉房间的灯光 你想干嘛 今天我差点死掉了 你知道我在昏迷之前 最后的念头 是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还没成为你的女人 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 我不想再历史重演 我要做你的女 嗯 我不想再留下遗憾 我要做你的女人 你别这样 我二姐 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 陈天阳说完 急忙大步而去 龙婉星呆呆地坐在床上 弄了很久 然后抱我碰我 他心里有别人了 他真的不爱我了 龙婉星坐在床上 哭了足足一个小时 他才塌干眼泪 拿起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爸 天阳不爱我了 别多想 你和天阳 打小就感情好 他怎么可能不爱你呢 他是不是又给你提退婚的事了 什么退婚 什么退婚 什么意思 呃 没 没什么 我只是随口一说 老云 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你敢 好吧 我告诉你 但你不许寻思迷惑 你要向我保证 你放心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只是失个恋而已 还到不了那份上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其实 天阳上次在你爷爷八十大寿那天回龙家 就是来退婚的 什么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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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他这回又给你提了退婚的事 那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了 我女儿这么漂亮 身材还这么好 哪个男人不喜欢呀 他肯定是因为你连续两次受伤 他什么都没帮上忙 觉得自己没用 他又感到自卑了 爸 我明天想去看看我师父 行 我让老罗陪你去 不用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 我没事的 你放心吧 你真的没事吗 他真给你又提退婚的事了 没有 只不过 刚才我非常主动 我说 我想成为他的女人 他把我推开了 妈的 这臭小子 送上门的都不要 他到底几个意思 我宝贝女儿 哪里配不上他了 回头我马上打电话 臭骂他一顿 爸 你不许打电话骂他 他有了别的喜欢的人 这是他的权利 也是他的自由 算了 可能是我们本来就有缘无分吧 我出去散散心就好了 你就别让老罗陪我了 行吧 龙婉星挂断电话 靠在床上坐着 他没有再向仙前那般嚎啕大哭 而是无声哭泣 陈天阳漫无目的地在外面瞎逛一夜 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他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陈家老宅 令他很意外的是 此时虽然天刚亮 可陈家老宅基地却呈现着一片繁忙景象 什么情况 这块地不是在龙叔手里吗 几位大叔 你们这是在建什么 肯定是建房子啊 还能建啥 哦 我听说 这块地不是龙家的吗 龙家卖给谁了 龙老板没卖给谁 是龙老板请我们建的房子 龙老板建的房子 对 其实准确来说 应该说是龙老板为他女婿建的房子 哪里是龙老板被他女婿建的 老李 我那天听见包公头说了 这房子是龙小姐给他未婚姑建的 而且我听说 龙小姐建这房子全是用他自己的私房钱 他一分钱都没有拿法出 对对对 我那天还听到包公头说 龙小姐前两天没钱了 包公头找他要钱尽材料 结果龙小姐第二天就受伤了 听说他是为了凑材料费 跑去打黑拳了呢 什么 老李 你别瞎说 龙家可是我们龙江首富 龙小姐还需要打黑拳挣钱吗 万一这话传到龙小姐耳朵里 龙小姐会不高兴吗 听到这里 陈天阳不由的泪湿了眼眶 这一刻 他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昨晚似乎不该拒绝龙婉星 娃儿姐 对不起 我错了 龙小姐没见人了 对啊 奇怪 你要去哪里 不用你管 龙小姐 你听我解释 其实昨晚我拒绝你是有原因的 我知道 你一直不忍心给我开口 上次你回来 本来就是来退婚的对吧 行 退吧 我同意了 爸 不管天阳喜欢的是谁 我都祝福他们 你要敢骂他 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还有 你要想办法把他留在龙家 他要走了 我也不会来了 我们一起祝福他们 你放心 我要敢骂他 别说你这关 你妈那关我也过不了啊 就算他没跟你在一起 他依然还是我龙正云半个儿子 不用你说 我肯定也会继续把他留在龙家 陈家那套房子 我还是要继续建 建 必须继续建 你去你师门好好散散心 等你高兴了再回来 陈家的房子 我叫人去管 不用 这房子还是不要你出一分钱 我自己会想办法 就当做是我这个做姐姐的 送给弟弟的最后一份礼物吧 望着龙婉星的车 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 陈天阳站在花园里 呆呆的愣了很久 别看了 车尾灯都看不见了 还忘什么呀 年轻人闹点小矛盾 很正常 女人啊 天生都喜欢离家出走 别理他们 等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了 男子汉大丈夫 不要为儿女情长分神 来来来 爷爷陪你下两盘散散心 爷爷 现在哪有心情跟你下棋啊 你找老罗陪你下吧 老罗哪里是我的对手呀 来嘛 孙子 陪爷爷下两盘嘛 爷爷教你几招 怎么哄女人开心 那可是我的绝招 从无外传的 你龙叔我都没传给他 那时候我经常用百事百灵啊 真的 你说说看 怎么哄 那慧儿你奶奶一离家出走 我只要出去喝顿花酒 她一听到消息 马上就杀不来了 你也可以试试 卧槽 老不正经 龙叔 对不起 我把我儿姐气走了 没事 昨晚的事我都知道了 行了 天阳 你也别为这是范畴了 人格有志 你龙叔我也是过来人 明白男女感情这种事情抢求不来 如果你真不喜欢玩 那就算了 你退婚的事我也同意了 但是 我只有一个要求 退婚归退婚 你还是必须住在我家里 哪都不能去 我还是以前那句话 你依然是我儿子 龙正云的话 让陈天阳很意外 他怎么都没想到 龙正云都同意退婚了 居然还要留他 算了 既然现在分不清真假 倒不如顺其自然 就当从没看过那封信吧 就算龙叔真的是那种阴险小人 那也是以后的事 我现在不能这么去揣测他 那样至少我自己无愧于心 龙叔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儿姐打算去哪 哈哈 怎么 你想去追他 这就对了嘛 不过 你儿姐让我不要告诉你 他去哪里了 哈哈 他让我不要告诉你 他去千华山找他师父去了 哈哈 嘿嘿 谢谢龙叔 我马上去追 嘿嘿 我儿姐 别生气了 我们回去吧 你哥来干嘛 我来帮你拎包 我送你去千华山 老鱼那个大嘴巴 回去我肯定饶不了他 我儿姐 你在千华门的师父是谁啊 你问这么多干嘛 嘿嘿 我听说千华门的掌门叫周一笑 我儿姐天赋那么高 一定是周掌门的清传弟子吧 呵呵 我要是能成为周掌门的清传弟子 我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吗 估计我至少也是先天境巅峰了 待会儿我陪你上山 帮你给他说说 让他亲自教你 什么 你帮我给周掌门说说 人家就同意亲自教我了 嘿嘿 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小之以情动之以理 说不定人家是因为没注意到你那么有天赋 所以才没把你收为清传弟子呢 我爸费了好大的劲 才让我败入千华门 结果人家根本看都没看我一眼 最后他还是看在我爸给千华门捐了几千万的份上 才让我成为他王师弟的清传弟子 你说你师父姓王 就是那个叫王二狗的 嘘 你疯了 你怎么敢直呼我师父的名讳 我警告你 待会儿上山之后 没我允许 你不许乱说话 师妹 你可以进去 但他不行 掌门有令 最近这段时间 没有掌门同意 非松门弟子 不三不四的人不许踏入宗门 师妹 你不是王师叔的得意门生吗 你可以去求王师叔呀 王师叔是一定会帮你去给掌门求情的 我先进去看看师父 让他去和掌门说说 你在这里等我 记住 不许对我两个师兄乱说话 你们以前欺负过他吗 哼 哼 哼是什么意思 你们很看不起龙婉星这个师妹 看不起 我们哪敢呀 他可是我们王师叔的弟子 而且家里又那么有钱 谁敢看不起他 但他靠着有钱就能成为王师叔的弟子 的确让我们宗门内很多人都不爽 怎么样 我这也是实话实说 有本事你打我呀 卧槽 你还有这种癖好啊 大胆 难敢善闯千华门 哼 马上滚去给周英孝说一声 四年前姓陈的那小子又来找他比武了 让他赶紧滚过来亲自迎接我 不然 老子今天就把千华门拆了 什么 你 你就是四年前那个小魔头 这一刻 两人的脸上全都充满了忌惮之色 只因四年前 这个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少年 把他们的掌门打了半个月 跟他下床 后见掌门 嘿嘿 小师傅 我现在还是忠实忠气 可是您这 四年不见 我现在都已经看不出您的修为了 还有什么好比的 你可不敢看不起我未婚妻 说 你为什么不收我未婚妻 做你的清传弟子 什么 你未婚妻 你 你未婚妻是谁啊 龙万兴 你师弟王二斗的弟子 那个老豆兵 他有什么资格做我未婚妻的师父 苍天可见 我是真不知道那是您的未婚妻啊 我要早知道他是您的未婚妻 我这千华门哪敢收他入门啊 我们千华门何德何能 哪里容得下他这尊大佛啊 容不下我未婚妻这尊大佛 我怎么听你这意思 好像是在说反话啊 我哪敢呀 小师傅 不 陈大师 就算你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对您说反话呀 算了 看在我未婚妻是你们千华门弟子的份上 我也就不为难你这个长文人了 老头 走吧 有点事跟你商量一下 瞧你这话说的 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全都按照您说的去做就是了 老头 是这样的 暂时呢 我未婚妻还不知道的我身份 目前也不想让他知道 是是是 我懂 我绝对不会透露半点 刚才的事情不许对任何人透露半句 就当我没来过 你们也当作从没见过陈大师 否则 把你们面壁撕过二十年 是 掌门 嘿嘿 陈大师 您可还满意 嗯 我想跟你商量的事情是这样的 不用商量了 我同意了 卧槽 这老头 这么没节操的吗 你知道我想跟你商量什么吗 不知道啊 但既然您都提到商量了 那便表示我肯定做得到 哪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同意了 如果我说 让你把掌门的位置让给他 你也同意 同意 你想让他当掌门 我马上退位让贤 我勒个去 你可真没底线 嘿嘿 我不同意 你不得马上揍我呀 嘿嘿 放心吧 我现在长大了 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了 以前对前辈多有得罪 还望前辈莫关 岂敢岂敢 小师傅这次大驾光临 想必是为了龙小姐而来吧 您就直说吧 我都听您的 前辈言重了 我只是希望前辈能给我几分薄面 收我未婚妻为您的清传弟子 只要您不嫌弃 这徒弟必须收 不过不是我收 我叫我师叔来收 你师叔 对 就是上一任掌门 秦元宗 您看 他够资格不 他老人家还健在 嘿嘿 在的在的 只是还望您千万不要外传 如此甚好 不知 我是否有幸拜见一下 请老前辈 必须见一见啊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那师叔就算不给谁面子 也得给你面子不是 呵呵 那就有劳前辈了 这是送给你的 放心吧 只要千华门 对我未婚妻好一点 我绝对不会亏待千华门 这是做什么 小师傅愿意把您的未婚妻 继续留在千华门 那是我千华门的荣幸 我怎么能收礼呢 再说了 本门有规定 不管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收礼 就是我这个掌门人也不能例外 你确定你真的不要 这里面可是十颗小肥原丹 十颗清零丹 十颗九转环魂丹 别人送的礼 我肯定不能收 陈大师送的 我不敢不收 我不收那就是不实抬举 现在又不怕被逐出师门了 嘿嘿 就算逐出师门 也不能得罪了陈大师不是 老头儿 你可真无耻 还好我我二姐没成为你的弟子 不然你肯定会把我二姐带坏 嘿嘿 怎么会呢 我在无耻 还能有我那师弟无耻 得亏那龙丫头性格坚定 不然早就被我那师弟 带偏到姥姥家去咯 走吧 带我去见见你秦师叔 嘿嘿 好 是别腿马 这么些年了 咱们还是连别腿马都不认的 我说不是别腿马 就不是别腿马 我这是千里马 从不别腿 好好好 依你的 谁让你是我徒弟呢 那你把手拿开行吗 轮到我下了 谢谢 好 师傅 您快点下 不许想太久哦 吃 啊 师傅 你别乱来啊 哪有炮隔着两颗棋子跳的 你的马都可以是千里马 我的炮就不能是高手炮吗 你收了 快 给钱 哼 还说师傅要让这徒弟 结果你这么欺负我 不完了 不完了也得给钱呀 给 这里面有十万块 全给你 这么多 嘿嘿 还是你对师傅好 师傅 弟子有事相求 说吧 啥事 我想让你收我位 收我弟弟为徒 我弟弟比我的天赋还要高 请师傅收下他吧 他天赋比你还高 真的 嗯 千真万确 那他也像你这么有钱吗 是的 他是我弟弟 肯定跟我一样有钱了 不行 我师傅说过 要让我好好闭关修炼 我没功夫多收徒弟 他有很多钱 比我还有钱 只要你肯收他为徒 他以后就能给你提供足够的钱 去天单门买单要 辅助您修炼了 哼 小丫头 你别想骗我 这世上 很难再找出比你天赋更高的孩子了 如果真有 早就被一些大宗门搜罗走了 还能轮得到我们千华门 师傅 我说的是真的 实在不行 你让我带他上来 您见他一遍行吗 我没时间 我要修炼了 你该干嘛干嘛去 师傅 滚 是 丫头 不是为师看不起你那位弟弟 而是你乃千年难得一遇的寒冰肢体 只是眼下你修为上前 还未能激发你这寒冰肢体的威力 假以时日 天下间无人能够与你比比 哦 这不是龙师妹吗 见过七师姐 见过十三师姐 见过十九师姐 七师姐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每次都要这么针对我 呵呵 龙师妹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是王师叔的高徒 我们哪敢针对你啊 我只是在教你规矩 这么久没见到师姐 难道你不应该下跪请安吗 门内可没规定 见到同辈师姐师兄 也要下跪请安 呵呵 小师妹 你还不知道吧 七师姐现在可是已经突破到地缘境的门内预备长老 见到长老 你总该跪下请安了吧 就是没大没小的东西 啊 地缘境 长老 怎么 刚才那一巴掌还没打清醒吗 要不 师姐再提醒一下他 我看很有必要 我们这小师妹就是喜欢这么犯贱 不打不清醒 嗨嗨 管儿姐 你的脸怎么了 叩见掌门 龙婉心这件人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帅的弟弟 他不会是千华门新入门的小师弟吧 如果是这样 那以后可就有得完了 天阳怎么会和掌门在一起 都起来吧 谢谢掌门 管儿姐 你的脸怎么了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 他问你们话 你们没听见吗 你们是不是欺负你们小师妹了 弟子不敢 掌门平时就是我们几个最心疼小师妹了 不信您可以问问小师妹 也可以向其他弟子打听打听 小师妹 我知道你牙疼 但你倒是说句话呀 不然掌门还以为我们欺负你了呢 是啊 小师妹 你牙疼也要忍着帮我们澄清一下呀 小师妹 你这牙疼的毛病怎么这么久都还没好呀 你也真是的 一点都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 回禀掌门 三位师姐对我好着呢 他们怎么会欺负我呢 我只是刚才突然有点牙疼 你什么时候有牙疼的毛病了 陈天阳走过去 突然拉开龙婉星捕在脸上的小手 当他看见龙婉星脸上鲜红的手指印时 心里一阵揪心的痛 谁干的 玩犊子了 哦 小师妹 你不是牙疼呀 你这是被谁打了 你给师姐说 师姐去给你主持公道 管儿姐 告诉我 是他打的你吗 你谁呀 这是我们清华们的事 与你何干 你竟敢打我 打的怎么了 就是你打得我玩姐 对吗 你过分了 不想死的话 你们就给我乖乖跪下 掌门救我 自作孽不可活 掌门 求你救救七师姐吧 是啊 掌门救救七师姐吧 他毕竟是林千华门的弟子啊 他有错在先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剩下的交给我来惩罚他如何 是啊 我是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现在轮到你了 啊 老东西 我婉儿解败在你们千华门的门下 那是你们千华门的福气 你们不好好对他 居然还欺负他 今天你必须给老子一个说法 面对如此一幕 司空楚楚等人全都傻眼了 龙婉星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你干嘛呀 你疯了 这可是我们千华门的掌门 掌门 对不起 他不是五道界的人 一点都不懂规矩 请掌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一切罪过都有我来承担 惩罚你 凭什么 你才是受害者 你快起来 我要惩罚也是惩罚他们 啊 嘿嘿 去我那里喝杯茶 消消气吧 喝茶 和你大爷 我婉儿姐这些年 不知道在你千华门受了多少气 这笔账你想用一杯茶 就这么了结了吗 陈天阳一转身 私下看了看 正好看到一旁花铺里面 放着一个扫把 他跑过去拿起扫把 转身就朝周一笑地轰了上去 有话好商量 你不要冲动吗 有话好商量 你不要冲动吗 老东西 有种你别跑 嘿嘿 小师傅 给我一点面子 这事就这么算了行吗 我婉儿姐以前在你们千华门 顾知道受了多少气 你居然还有脸叫我给你面子 我不是看在你们千华门 没干过什么伤心害理的事 老子现在已经一把活 把你千华门给点了 嘿嘿 那是那是 那您看今天这事 到底要怎么处理 您才满意呢 你觉得我怎么才会满意呢 那个司空楚楚 是司空家族的人 这可是天南省四大家族之一啊 你就卖老朽 一丝搏面 这事就这么过去算了 成不 我马上把司空楚楚逐出千华门 您看这样 可还满意 行吧 看在你们老长们的面子上 这会就这么算了 必须的必须的 待会我们回去后 我马上下令赶他走 嘿嘿 小师傅 老朽还有一事相求 啥事 最近我丹田一运气 浑身的筋脉就有种隐隐的刺痛感 小师傅能不能帮老朽瞧瞧 老子气都没消 你还想让我跟你看病 怎么和龙爷爷症状有点相似 陈天阳马上握住了周一笑的手腕 脸色很快阴沉下来 你最近是不是跟谁比我切磋了 我都已经一年没跟人交手了 意思是 你一年前跟人交过一次手 是的 你是跟谁交的手 就是你之前打的那个司空楚楚的父亲司空轩 差不多一年前 他找我切磋 一开始我见他只是宗师出妻之计 我还有些小看他 未曾想 在交手之后 反倒是我还不胜来了他急掌 嘿嘿 这是我给谁都没说 希望小师傅也别外传 真是太丢人了 你等一下 陈天阳拿出手机赶紧站起来 打了一个电话给龙正云 哈哈 天阳怎么样 把你婉儿姐追回来没有 追到了 但婉儿姐现在可能还在生我气 回头我再好好哄哄她 龙说 我有件事想问问 啥事 你直说 三年前 有个人和爷爷比武 把爷爷打伤了 那个人是不是司空家族的 你怎么知道 你爷爷一直不让说 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孩子 这是你可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因为当初司空家族的那个司空轩 还低你爷爷一击 结果你爷爷不仅输了 还输得很惨 受了重伤 调养了几个月才恢复元气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爷爷的 那好 龙叔再见 再见 前段时间 你是不是叫谁给你看过病 你怎么知道 直接说谁 薛布驰 薛布驰 神医世家薛神医的堂弟 是的 一年前 你受伤之后 是不是也叫薛布驰给你看过病 哦 你怎么知道 这就对了 陈天阳隐隐觉得 似乎有人在下一盘大气 他严重怀疑 武道界很多家族和宗门的掌门人 很可能全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了这些人针对的对象 我这问题很严重吗 你没事 只是修炼运气的时候差气 啊 差气 哎 还有这种说法的吗 没听说过修炼还会差气呀 别担心 你身子骨硬朗了 最多还能活三年 啊 小师傅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呀 你这病 不好治 嘿嘿 小师傅乃三圣女高徒 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办法是有 就看你怎么做 小师傅 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给我玩解 弄个副掌门当当吧 啊 副掌门 这 这武道界 好像暂时还没这个先例呀 以前没先例 你破个先例不行吗 这 这要不我把掌门位置让给他得了 这样可能也比破例 加一个副掌门方便多了 不行 掌门太危险 容易被人针对 好吧 我去请示一下我师叔 嘿嘿 娃儿姐 啊 你想急死我呀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那可是我们掌门 你居然想造我们掌门 你不要命了呀 嘿嘿 娃儿姐 你骂我的样子真可爱 说 你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为什么我们掌门 好像很怕你的样子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 嘿嘿 我以前给他看过病 救过他的命 真的吗 嗯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认识我们掌门 你要早告诉我 我早就带你来迁华门了 还有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 你要早点来 我在迁华门 也不至于受那么多气 被那么多人欺负 娃儿姐 对不起 你别碰我 娃儿姐 你别生气了 我给你道歉 或者你打我几下 骂我几下 行吗 我凭什么打你骂你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 谁说你不是我什么人了 你是我未婚妻啊 你这次回龙江 不就是来退婚的吗 而且我已经答应你了 好吧 那我再重新追你一次 还不行吗 呵呵 你以为想追我 有那么容易吗 追我的人多了去了 你觉得你自己 凭什么能胜过他们 你不是想让我拜你师父为师吗 那我待会儿就去拜他为师 我去跟他学功夫去 我给他说了 他没同意 什么 王二狗那狗东西 他居然敢不同意 他是不是皮痒痒了 嘘 你别瞎说 你救过我们掌门的命 他老人家是惯着你 但你可没救过我师父的命 他那臭脾气可不会 像掌门那么惯着你 婉儿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弟弟吧 啊 你弟弟好大的狗胆 竟敢直呼为师名讳 还敢骂为师 没错 为师今天不仅皮痒痒 我的手也很痒痒 二狗子 别来无恙啊 无 二狗子 这称呼有点耳熟 卧槽 这不是四年前的那个小魔头吗 刚才听你说 你皮也痒痒 手也痒痒是不去 来 你给我指指 我帮你闹闹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二狗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嘿嘿 我二姐 我也救过他的命 不对 你肯定还有什么别的事情瞒着我 我师父的脾气我很清楚 就连我们老掌门 他都不怎么放在眼里 就算你救过他的命 他也不至于怕你怕成这样 我可不单单只是会救人 还会害人 嘿嘿 你看这是什么 什么 这些年我在外面 不仅跟我师父学了一身 很厉害的医术 还学了很多的试读术 真的吗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真棒 这 这是姐姐对弟弟的亲力表现 你可别想歪了 我二姐 别生气了 我为昨晚的事情向你道歉 我被天发誓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而且我从小到大 唯一爱过的女生也是你 真的 当然了 我被天发誓 如果我刚才说的有半句假话 不得好死 不许瞎说 天阳 对不起 昨晚是我太任性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我再也不那么任性了 我二姐 你还是任性一点吧 不然我怕我不习惯 嘿嘿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可还没说我原谅你了呢 啊 好了 逗你的 不过 昨晚我说你退婚 我已经同意的那句话 我现在要收回 哼 以后不许再跟我爸提退婚的事 再敢有下次 我就死给你看 好 以后我永远不提退婚的事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 另外 我打算在千华门住一段时间 你跟我一起在这里学功夫吧 好 万一你师父不同意收我为徒呢 你不是说他很怕你的试读术吗 如果他不同意 你就给他下药 啊 这一看就是狄传青弟子 怎么 你不敢吗 你不敢 我来 陈天阳和龙晚星回到千华门时 却见整个宗门全都在演舞场上集合 千年难得一遇的绝世珍宝 五行草出世 尽管五道界各大门派都会参与这场生死争动 但这株五行草 我们千华门还是要去争一争 毕竟错过这次机会 我们这辈子都在难以见到第二株五行草了 五行草 你也知道五行草 呵呵 本来以前不知道 我也是 最近才知道 完了 五道界的人都要抢五行草 这下妈妈的病怎么办呀 这次本门将挑选二十名高手 出去争夺这株五行草 此去凶险重重 不过 却也是一次百年难得一遇的历练机会 这次出去 重在历练本门弟子 五行草要争 但不可强称 只要能活着回来 一人赏一颗小培元丹 可进入千华门禁的修炼三年 这次历练 一切以自愿为主 谁若想去 便到那边八卦阵中集合 如果超出二十人 待我与你们王师叔和诸位长老商议后再做定罗 周一笑说完对着一片空闭伸手意志 竟然浮现出了一个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八卦图案 掌门 这次去有机会见到屠龙少年吗 对呀 要是能见到屠龙少年 我冒死也要去 小师妹 就你这小小的仙天境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怕你还没见到你们的梦中情人 就把小命给完丢了 苏静 至于你们所说的屠龙少年 想必他肯定也会去凑凑热闹吧 我去 我也去 我也去 只是眨眼间 便有二十多名女弟子推进八卦阵中 这一介女弟子算是废了 我也要去 你跟着去凑什么热闹啊 嘻嘻 那个屠龙少年也是我的偶像 这么好的机会见偶像 可不能错过了 八卦阵中的所有弟子 放假三天 回家找父母签一份免责书 三天内回到宗门 我们再确定二十人名单 各自去忙吧 嘿嘿 小师傅 刚才我已去请示过我秦师叔了 他老人家说 这次闭关还有几十个大周天才能结束 您之前说的副掌门的事 恐怕得延后了 行吧 也不差这个把愿 去我房里喝杯茶 见过掌门 免礼免礼 你们聊 你们聊 烟阳 走 我们回去找我爸签字去 你知道那个免责书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啊 和生死状差不多呗 你觉得龙叔会给你签字吗 我爸一定会的 龙叔肯定不会 我们打赌 我什么 如果我爸同意我去的话 你也不许反对 好 然而 令晨天阳做梦没有想到的是 当天他们回到龙江之后 龙正云当晚就赶回家了 结果 他居然马上就签下了那份免责书 这是五颗小培圆丹 你自己留两颗 剩下的三颗送给你师父 让你师父帮忙 一定要把你塞进这次的名单里面 龙叔 天涯 玩儿需要这样的历练 千华门重在历练弟子 不会抢抢五星草 没有危险 你就放心吧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你 你跟我一起去干嘛 这次出去危险重重 我可不想带你这么一个脱油瓶 我自己能保护自己 而且我会医术 你们受伤了 我可以帮你们疗伤 呵呵 别闹了行吗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不准我去 我就让你们掌门不让你去 去去去 你去行了吧 时候不早了 睡觉 明天跟我去学校请假 第二天一早 陈天阳裴龙晚心去学校请长假 本来他还以为只是一块的事 结果却需要找各科老师签字 还要找各级校领导签字 跑了一天也没签完 太官僚了 请个假这么麻烦 让一个班主任签字 一个校主任签字不就行了吗 可不是嘛 居然要我每个老师都签字 真的烦死了 这规矩得改改才行 你改 你以为你是校长 走着走着 陈天阳突然无意中 瞥见人工普对岸 有一个老头正在湖边调鱼 这就是吉祥如意说的 那位国家舞蹈学会的老家伙 果然不一般 宗师巅峰强者 黎丹元静景半步之遥 他应该算是天南省隐藏的 第一高手了吧 怎么了 那是你们老校长吧 嗯 怎么了 他和你们现任校长 是什么关系 紫诚父业 我们现任校长是他儿子 如果把这老头 像周一笑和王二狗那样揍一顿 以后王二姐请假 是不是就不用像今天这么麻烦 怎么了 突然发什么呆啊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回去吧 小友 注意你好些日子 终于肯来见一见我这老家伙 少废话 我是来找你签请假条的 小友 你刚才说的请假 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 这是我女朋友的请假条 今天他已经折腾一天了 请的假居然要这么多人签字 烦不烦 呵呵 你是为了帮你女朋友请假 才来找我的 对啊 不然我找你干嘛 因为你长得帅吗 哼 请假的事情不归我管 我已经退休了 不归你管你今天也得管 叫你儿子赶紧过来签字 小子 你太校长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来打扰老父的清修 老头 我已经横给你面子了 要不是看你是我女朋友的老校长 早就对你上手了 哼哼 动手 小子 你也太自大了 就凭你 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 千金坠 天有多高我不知道 不过地有多厚 让你帮我量一量 有本事你拉我起来 我们重新打过 刚才我还没准备好 你怎么走了 喂 小子 你别走啊 有本事你 跟我在大战三百回合 这平底锅 看着挺眼熟 这不是我家厨房的锅吗 你想让我拉你起来 重新打一次 对 我刚才没准备好 还想跟老子大战三百回合 不想了 现在能让你儿子 过来签字了吗 能能能 还不赶紧给你儿子打电话 你让我打电话 你倒是拿手机给我呀 陈天阳拿出手机 按照钱鸿生书的号码打了过去 儿啊 快过来签个字吧 爹 您老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像哭了 又想我娘了 想你妹 少废话 赶紧过来签字 这么大半夜的签什么字啊 请假条 陈天阳很满意地 离开了龙大校园 回到龙家别墅区的时候 突然瞥见马路牙子上 坐着一个喝多了的女人 喝这么多干啥 啊 我 我跟朋友聚会 喝多了 正好路过这里 哦 转过身去 啊 背对着我 哦 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等你有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帮你办三件 我力所能及的事 你体内的酒精 我刚才已经帮你全部蒸发掉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以后少喝点 陈天阳说完转身大步而去 将思雨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开口叫住他 呵呵 三件你力所能及的事 我恐怕是用不着了 其实 我是专程来跟你告别的 明天我就要随师们去参加 这次五行草的争夺大战了 很可能 这就是我们这辈子的 最后一次见面了 将思雨轻轻抹掉 眼角即将滴落的泪珠 坐起车里 忽然一个男人 钻进副驾驶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你一年前跟谁打架 受伤了对吗 对 对呀 你 你怎么知道 谁 省城司空家族的司空欲 怎 怎么了 之前答应你的三件事 先为你办一件 办什么 走 去开房 啊 开房 给你解毒 你中了一种慢性巨蚝 而且体内十二道经脉 全被封住 什么 这 这不可能吧 难道你最近没有感觉到 你运种真气的时候 经脉会有一种刺痛感吗 刺痛感 你 你怎么知道 这就对了 赶紧找个地方开个房间 我帮你针救姐妹 一定要去酒店开房吗 去我家可以吗 不行 你们江家人太多了 我很少住江家大宅子 大部分时间 我都单独住在外面 那可以 哈下 哦 陈天阳一针扎下 将思雨瞬间晕了过去 当将思雨醒来时 已经是三个小时后的事情了 已经结束了 辛苦你了 把这个服下去 青灵丹 我中什么毒了 暂时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我帮你疗毒 这是你不能对任何人透露 包括你父母 陈天阳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天南省武道界很多人 都已陷入司空家族部的 一个大局里面了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叩见圣主 起来吧 谢圣主 王家和江家那边 这两天有什么动静 两家人全都人心惶惶 现在他们都在想办法 怎么来父亲请罪 江家和王家 在这次针对龙家的行动中 参与得很深吗 其实并不深 江家和王家 都只是受到吴家蛊惑 他们只是负责派高手 协助吴家去攻打龙家 王家的王青山 参与了帮吴哲将你引开 江思雨全部知情 既然如此 让他们拿出家族总资产 三成给龙家送去赔罪 这是暂时就这么乱 遵命 那个地狱门的老东西 省得怎么样了 属下该死 很多办法都是过了 可这老东西嘴巴太硬 死活不肯开口 不着急 时间多的是 这种单元镜高手 内心都极为强大 想让他们开口 肯定没那么容易 慢慢审吧 记住 我插在他身上的银针 千万不能拔掉 否则很难困得住他 是 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有 禀报圣主 据说千年难得一遇的 五行草问世了 我们是否要派人去争一争 哼 什么千年难得一遇 就这两三年内 我陪我师父在国外 都找到过两株了 只是这次这株五行草 出现在华夏 所以才在五道界 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圣主所言极是 那我们到底是争还是不争 我们当然要争 传令下去 让四大天门 各派一百名天元镜以上的高手 参加这次五行草的争夺之战 这次行动 分别每组十人 分四十组 其中三十组 全部隐藏身色 混到人群中 等我吐一号令 另外十组 找机会接近千华门的弟子 保护我瓦尔姐 遵命 行了 你们去布置任务吧 我先回去了 陈天阳回到房间 老头呼呼大睡 昨晚得将思雨打入十二道经脉 把真气消耗光了 这一觉睡醒 令陈天阳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他已经深陷淋雨 卧槽 什么情况 好大的胆子 连我们五道学会的人都敢杀 你以为你是三圣门的高徒 你就能为所欲为吗 啊 我什么时候杀五道学会的人了 哼 你自己看 谁在陷害我 证据确讨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要说 不是我干的 你信不 哼 我的耐心有限 说吧 为什么杀钱红生父子 我都说了不是我杀的 我是被陷害的 啊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能不能别他们一言不合就开电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这种电刑有针对灵魂的阵法 仅仅只是刚才那两次电击 陈天阳的修为便已经从单元井中期 跌至单元井出七了 哼哼 早这么说胡就没事了 说吧 为什么要杀钱红生 好 我说 本来我是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的 但你一直逼我 我也没办法 我要说出来 你可别后悔 无 秘密 什么秘密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 你开门进来 我偷偷告诉你 开门 啊 袁大师 有我在 你们怕什么 是 说 什么秘密 是这样的 啊 你这不是普通的隔空取物 当然不是 老子这叫吸魂大法 现在也让你尝尝被电的滋味 快 快打电话叫人关总电源 快 地牢发生严重意外 自己人被电了 赶紧关总电源 什么 怎么了 总电源关不了 只有副会长以上级别才有权限关闭 这一电 持续了长达五分钟时间 原本单元进中期的袁大师 直接跌落到了天元进中期 而被电了三次的陈天阳 境界也跌到了天元进出期 老东西 一言不合就电我 现在好了吧 你也被电爽了吧 你 你 你好大的狗胆 你以为你是三圣女的弟子 我们武道学会就真不敢杀你吗 你确定你们真敢杀我吗 如果你们真有这胆子 可能早就不会在这里跟我瞎嗶嗶了吧 你 把他打入天牢 啊 原副会长 打入天牢需要公孙会长大人同意啊 怎么 难道我这副会长说话都不好使了吗 不敢 呵呵 还想报仇 小大总 八年前 你被三圣女所救 让你逃过一劫 这回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八年前的陈家灭门惨案是你干的 陈天阳怎么都没想到 他苦苦寻找的陈家灭门惨案的仇人 竟然藏在武道学会里 呵呵 没错 你猜对了 反正你也是将死之人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钱鸿生父子俩是我派人杀的 让他们以你灭掉吴家的罪名把你干掉 他们却迟迟不肯动手 这种不听话的废物 我原文冤留来何用 啊 陈天阳终于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借助钱鸿生这事 白诬陷他了 原来他们是想趁机斩草出根 哈哈哈哈 小大总 你刚才说的没错 你是三圣女的弟子 老夫的确不敢贸然杀你 但是 我却可以将你打入天牢 让你永远都别想从这里活着走出去 打入天牢 原副会长好大的口气啊 没有我的允许 竟敢擅自将人打入天牢 你可知罪 属下拜见公孙会长 原文冤 你儿子贪赃枉法 诬陷他人 这是你难辞其咎 请会长大人明察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把他们父子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遵命 哼哼 这算不算是几分中合动 几分中合戏 你 你 你给我等着 迟早一天 我还会来找你的 不用你来找我 我会主动来找你们父子 你别得意太早 你的大麻烦还在后面呢 跟我来 有人要见你 三月前 你下山之时 我跟你二师傅 三师傅给你派的任务是什么 沙北明老妖 灭天明宗 屠主九英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退 退婚 为何不退 冯师傅 我 我退了 可是没退掉 他们全家都不同意 他们不同意 你就不打算退了 龙家那丫头 有什么资格配得上你 她只会成为你求到问仙路上的绊脚石 说难听点 她给你提携都不配 冯师傅 你别这么说 王二姐 她对我真的挺好的 你的意思是 我们三位师傅 对你不够好吗 不 你们都对我很好 可是 你们对我的好 和她对我的好不一样 冯师傅 为什么非要退婚 不退不行吗 不退也行 那你就滚出三圣门吧 啊 早就给你说了红颜祸水 你现在该想的 不是儿女情长 你应该做的是潜心修炼 而你呢 你自己想想 自从你在龙江落脚之后 前前后后搞出来多少事情 为了保护龙家 你从天沙门调了 十八位天刚高手助手龙江 天沙门是我跟你两位师傅 亲手调教出来的杀人戾气 而不是用来当保镖的 我错了 哼 你只错这一点吗 为了帮龙家出气 你把吴家全灭了 更迷谱的是 为了帮你未婚妻 争搏五行草 你竟然兴师动众 从四大天门 派出四百名天元进高手助阵 最过分的是 只是为了帮你未婚妻请个假 你就把五道学会 在龙江的分会长给打了 怎么 你以为这天下是你的吗 今天若不是我拉下一张老脸 帮你找公孙会长求情 你就被那袁文渊给打入天牢了 你可知道 五道学会的天牢 那是一处上古遗留下来的风神之牢 里面残留着上古阵法 就算为师被打入天牢 也永远都别想出来 大师傅 我的确是揍过钱红圣 可我并没有杀他 是袁文渊父子想诬陷我 他们想把我斩草出根 因为袁文渊就是当年 灭我陈家满门的罪魁祸首 你难道不清楚 五道学会有多眼红 我们三圣门吗 你要是不去动五道学会的人 人家能抓到你把柄吗 对不起 宋师傅 我知道错了 最后再问你一次 龙家那婚约 你到底退还是不退 宋师傅 求你了 不退婚行不 我马上把我安排在龙江的人 全部撤回去还不行吗 不行 你若不退 从此以后 你便不再是我三圣门的弟子 四大天门 也将与你不再有任何关系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 退婚 二 我逐你出三圣门 啊 怎么 这个选择题很难吗 封师傅 徒儿不孝 如果师傅非要逼我二选一 那我只能选择离开三圣门 什么 你确定你想清楚了吗 对不起 师傅 我已经想清楚了 封师傅 我牧师傅和金师傅不在 请您替他们割寿几拜 感谢三位师傅当年的救命之恩 感谢三位师傅的养育之恩 徒儿不孝 让三位师傅失望了 哼 养不熟的白眼狼 大师傅 等一下 怎么 后悔了 师傅 帮我恢复一下魂力再走呗 你 师傅 我现在境界暴电 你就这么走了 和你亲手杀我 有什么区别 就算我祝你恢复了魂力又如何 没有足够的灵气补充 短时间内 你依然只能停留在天元境 只要师傅能帮我恢复一下魂力 剩下的我自己慢慢练吧 师傅不帮我恢复魂力 我就不松手 哼 现在还敢跟我来撒娇耍赖那一套 你已经不是我徒弟了 你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么惯着你吗 大师傅 我知道你是最心疼我的 你肯定不忍心就这么丢下我的 你 臭小子 快松手 不松 松不松 再不松手我就杀了你 打死也不松 我答应你 嘿嘿 就知道大师傅是最心疼我的 坐下 好 随着风轻疗不断给陈天阳传书魂力 他的魂力值从天元境初期一路狂飙 最终停在了单元境后期 比受伤之前反倒还高了一个鼓机 谢谢师傅 这是为师最后一次帮你 同此 你我不再是师徒关系 你也不再是我三圣门弟子 既然你选择了龙家 即是选择了平庸 那便早日和龙小姐结婚生子 安心过普通人的生活 有了这次教训 你也应该长点记性了 从今往后 不到命再旦夕 尽量隐藏修为 凡是三思而行 别再任性妄为 好自为之 谢谢师傅 天阳永远都会铭记师傅的大恩大德和尊真教诲 我传给你的魂力 至少需要一年 才能与你自身的魂力完美融合 这一年内 就算你恢复了巅峰修为 也不能与宗师镜以上强者交手 否则 你必将走火入魔 啊 虽然你已拥有的丹元镜后期的魂力 可你现在的真实修为 只有天元镜 没有天丹门 给你提供免费丹药 一年内你 就想恢复巅峰修为 谢谢师傅提醒 我慢慢练吧 三位师傅 对不起 我知道我辜负了你们的厚望 你们没我 三圣门和四大天门都不会损失什么 龙家没我 龙家必亡 司空家族绝对不会放过龙家 大姐 那小子真的为了龙家那丫头 连我们都不要了 不会吧 这小子不像是那么无情无义之人呀 离开了三圣门 他会寸步难行 很多仇家都将蜂拥而至 再则 没有三圣门无尽的尚品丹药 补助他修炼 靠他自己 靠五年也休想恢复到他巅峰时期的状态 放心吧 不出三月 那小子就会回来求我们 哼 这臭小子可真是个白眼狼 亏他小时候我对他那么好 哄他吃饭 陪他睡觉 老娘又当妈又当姐的 他就这么把我抛弃了 等他以后回来求我们 你们谁都别心软 我至少要让他在山门前 跪他个七七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太少了 等他回来求我们 至少得让他跪九九八十一天才解恨 当天晚上 陈天阳被三圣门逐出 市门的消息便不及 很多以前陈天阳独罪不过 当晚便起成赶网香 龙江郊外 一座破破烂烂的道观里 昨晚一夜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上百名男女老幼 大家都是被四大天门 开除的老熟人 多余的废话我也就不多说了 总之 你们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这群妖魔鬼怪 在龙江集结的日子 也就是 小圣主被三圣门 开除的大喜之日 不 准确来说应该是 我天阳哥哥天阳门 开宗立派的大喜之日 嗨 开仓取单 总算被开除了 这下终于可以大展拳脚 不用畏手畏尾了 水货 就全靠这层丹药了 讨厌 我叫水冰寒 不叫水货 少废话 快 给我来一坛小培元丹 我太虚了 得赶紧不鼓 恩公 给 这一把小培元丹 至少二十多颗 现在的市场价 可是一颗一点五亿啊 这一把灌下去 一口岂不就吃掉了几十亿 陈天阳吞了一把丹药下去后 马上就得盘腿打坐 陈天阳消化掉 那把小培元丹 足足花了半天时间 当他睁开双眼时 他的修为 已经从天原境初期 直接飙升到了天原境巅峰 马的 这么一把小培元丹 居然只让我恢复两级 太不划算了 水货 你配合秋道长 把大家都安顿好 另外拿点钱出来 好好修缮一下这个道观 以后 这就是天阳门了 啊 怎么 不行吗 行行行 这下师门的列祖列宗 肯定是不会放过我了 道观变成天阳门了 谢谢 好的 天阳哥哥 这些小事就交给我们吧 恩公 贫道以为 恩公的门派不应叫天阳门 叫天门会更合适 怎么说 天阳门有两个不妥 一来 恩公的名号 很多大家族大势力都知道 天阳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你身上 不以你所说的为所发育 二来 天阳所指乃天之阳气 指的是太阳 而天门所指 乃天公之门 为天地所居住的宫门 就叫天门 行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得先去龙家一趟 不然我龙叔和我儿子他们该着急了 天阳哥哥 你就这个样子去吗 你换身衣服 我帮你把身上的血洗一洗啊 不用了 就这样挺好 天阳哥哥 那你带我一起去呗 我好想见见我嫂子 现在带你去见他不合适 回头再说 哼 你再不让我见嫂子 我就挖嫂子墙角 你挖得动吗 阿前 老子要不是 看在你跟了我十多年的份上 老子直接就把你一枪毙了 亏老子那么信任你 刻地安排 给我好看的天阳 你他们到底是怎么看的 龙爷 我发誓 昨天一天 我真的一直没看见孤爷出门 孤爷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根本不知道 这孩子都已经失踪一天一夜了 就算是被绑架了 绑匪也该来电话提条件了 如果天阳有点什么事 我也不活了 婉儿 你放心 天阳命硬 他福大命大 没那么容易出事 孤爷回来了 天阳 你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搞成这样了 妈的 这是谁干的 天阳 告诉我谁干的 我要去把他碎尸万段 快 郑云 召集人手 不管是谁把我孙子伤成这样的 我们都要去跟他们碰一碰 爷 龙叔 婉儿姐 你们别担心 我只是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了 磕破了头 晕过去了 没人欺负我 真的吗 真的 老罗 快 给院长打电话 让他马上派辆救护车过来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你们非得那么紧张 搞得大家都这么折腾 话可不能这么说 如果你爷爷还在 肯定比我还紧张 那是 你说说 你要真出了点啥事 我他们以后怎么下去见你爸呀 就是 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以后怎么好意思下去见我公公婆婆 好了 你没事我们也就放心吧 让马上陪你吧 爹 我们回去吧 别打扰他们年轻人聊天 疼吗 不疼 不疼才怪 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再擅自出门了 你想出去做什么 必须给我请假 不管我再忙什么 我都会陪你一起去 好 我决定了 不去争夺五行草了 你跟去难免会遇到危险 这辈子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这种受伤的样子了 龙万兴话没说完 房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 进来两名男子 大哥 二哥 你们怎么来了 大哥 二哥 你什么时候多出来两个哥哥了 这是我爸收的两个一子 你别乱说话 我来处理 大哥 二哥 我们出去聊 马儿妹妹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 我们不是来找你的 我们是来找她的 大哥 二哥 你们什么意思 马儿妹妹有男朋友了 我们当哥哥的来看看未来的妹夫不是很应该吗 没错 当哥哥的肯定要给妹妹把把关嘛 万一妹妹被怀人骗了 那就是我们当哥哥的失职 我跟谁在一起 自己心里有数 不用你们为我操心 你们赶紧走 不然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了 马儿 你出来 让他们三个男人好好聊聊 爸 你还怕你大哥二哥吃了他呀 放心吧 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 哦 天阳 那我出去一下 你跟我大哥二哥聊聊 去吧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洛 四大天门之一天丹门的弟子 大哥不才 现在只是一名七品炼丹师 哦 好屌 二哥 你呢 在哪高就 你 你什么意思 你是看不起我这个七品炼丹师 还是看不起五到四大天门的天丹门 我没有啊 大哥 我不是怕你好屌了吗 你 大哥 算了算了 你跟他是什么气 你没听一副说吗 他不是五道界的人 恐怕连天丹门和七品炼丹师听都没听说过 井底之蛙 如果你靠自己本事 一辈子也吃不上四个菜 你刚才不是问我在哪高就吗 行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在省城天南大学任教 是国家舞蹈学会的正式会员 我的恩师就是龙大的老校长 钱鸿生 钱老先生 哦 小子 你好像有点瞧不起我们 没有没有 大哥二哥 你们都很屌 你们都很优秀 小子 我警告你 你最好是对我们婉儿妹妹好一点 否则 有你好看 如果哪天被我听到婉儿在你这里受委屈的 我一定活包了你 你们聊好了吗 嗯 天阳 大哥二哥没欺负你吧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不管他们对你说了什么 你都别理他们 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 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放心吧 没事 干爹 见过他了 怎么样 有什么意见 没有 我知道你们两兄弟都喜欢玩 但没办法 不是我偏心 而是他和娃儿打出生气 就有婚约了 况且娃儿心里只有他 所以你们那点心思 可以永远藏在心里 别让他再生根发芽了 明白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那小子很单纯 甚至看着还有点傻乎乎的 根本配不上马 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看他 那你们就是两头猪 啊 他的心思就连我爹都没看透 就你们两个沐浴脑残 还想去给他一个下马威 省省吧 别他妈去给老子丢人了 你们也别不服气 这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把花料这儿 只要给我们龙家稳定五年 我一定能把这小子打造成真正的龙江逼女婿 就你们两兄弟 这一个地缘禁中期 一个地缘禁初期的修为 估计人家三年就能追上你们 甚至超越你们 这怎么可能 行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去看看你们干妈 然后赶紧哪来的 滚回哪去 是 哎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们俩都没有啊 大哥 我怎么觉得干爹好像是在捕我们 哼 干爹的意思你还没看明白吧 他无非就是想让我们放弃马儿妹妹 以后好好扶索那傻子 娃儿姐 走吧 回去 不行 你现在可是在住院观察 还想回去 姐 我就是磕破点皮二爷 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真服了 这点小伤还住什么院 我留着伤回来 是为了拖住你 让你别去参加五星草之争 不然我自己随便弄点丹药 伤口早愈合了 不行 这是我家医院 到了这里就得听我的 娃儿姐 你把我留在医院待着 我会疯的 你让我回去跟爷爷下会儿骑吗 好了好了 这么大的人还撒娇 真受不了你 小子 你这身医术到底是跟谁学的 想来你师父肯定不是无名之辈 他是武道中人吗 他不是武道中人 我师父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中医 你们爷孙俩好兴致 爷爷 什么情况 我哪知道 不搭理他 我们继续下戏 哈哈 姑父 看来您老进来身体大有好转 真是可喜可贺呀 我不仅没有病死 现在还能下床活动 想必你一定很失望啊 将军 哈哈 姑父 你看你这话说的 您怎么能那么想我呢 小伙子 来来来 让我跟你爷爷下两盘 凭什么 你说下两盘就下两盘 也得先问我爷爷同不同意 你 小伙子 这次我可又是受你岳父大日所托 专程来收你为徒 传授你武艺 收我为徒 没错 放眼整个天南省 不知多少人想败入我门下 得亏你爷爷是我辜负 不然你想插个队 可没那么容易 我不想插队 你请回吧 小子 你知道你正在跟谁说话吗 我爷爷可是天南省数一数二的高手 他愿意收你为徒 你做梦都该笑醒了 真特么不识抬举 老夫虽然病了 但还没完神费 你们把我龙家当成什么地方了 你 没大没小的东西 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们的 一点规矩都不懂 全都给我滚到外面等着去 是 爷爷 你这暴脾气得该改 好好好 我改 嘿嘿 姑父 您老就别生气了 今日前来 一来是郑云又来求我 让我给这小子当师父 二来 我也是专程来给您赔罪 没看见我正在跟我孙子下棋吗 有事你可以去等一等 等我下完这砍棋再说 好好好 姑父 我去那边等你 爷爷宝刀未老啊 刚才那没妻子打得真漂亮 想学吗 既然你岳父又把他给请过来了 不如跟他学一阵子 如果你实在不满意 就等爷爷身体好了 亲手教你 呵呵 我不想学 好吧 你先摆好期等我 我去看看那家伙 这回葫芦里又是卖的什么呀 姑父 你这身子骨可是越来越硬朗了 别绕弯子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别耽误老子跟我孙子下棋 姑父 我这是应你儿子所要 来龙家收徒和给您道歉来的 如果你非要这么聊 那就别聊了 老罗 送客 别啊 姑父 我真是来收徒的 还顺便想请你能分我一点龙心 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如果你能让我这孙女去答应跟你学功夫 我就让郑云给你分点龙心 绝对没问题 我今天过来之所以带着我两个孙子 和我向家天赋最高的孙女 起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我向家学学 让他看看拜我为师 他可一点都不知灰 师姐 你先来 是 七圣拳 小子 这套拳法怎么样 这套拳法乃是我向家先祖七圣人所创的七圣拳 向来传内不传外 只要你肯做我徒弟 我便把这套拳法传给你 七圣人的这套七圣拳本是一套攻防兼备 刚柔并进的上乘拳法 你打的都是什么玩意 刚中缺柔 有形无异 宫中无数 这套拳法传到你这一代 算是彻底废了 我爷爷是为你特么想不想学 让你点评了吗 你懂什么叫攻防兼备 什么叫刚柔并技吗 他好像还真懂 刚才他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 什么 这小子难道一直在隐藏修为 否则 他不可能看得出来 像师姐这套七圣拳的诸多破绽 师姐 你得服气 人家刚才的点评很到位 这小子不是不会功夫吗 怎么点评的如此到位 难道他是装的 不可能啊 以我宗师镜的修为 都看不出他身上有半点灵气波动 除非他的修为比宗师还高 这怎么可能呢 那位屠龙少年 听说也不过是宗师之镜吧 屠龙少年 怎么越看越像那小子了 不会真是他们 国际老娘令 是啊 你来 是 爷爷 七圣剑法 你再给评价一下 我家是傲的这套剑法 这套七圣剑法 你去好错 不讲了 哈哈哈哈 哼 我果然还是看错人了 是要这套剑法那么多毛病 他都没看出来 他怎么可能是屠龙少年呢 可惜 七圣前辈若在天有灵 恐怕早就踢翻棺材 盖出来揍你了 不过 以他的天赋 能把这七圣剑法的威力 发挥出来百分之一 估计也是他的吉项 你 你 闭嘴 他说的没错 人家说你把七圣剑法的真正威力 发挥出百分之一 那都是抬举你了 依我看 你还没到百分之一的活后 啊 爷爷 你怎么也帮着外人说话 退下 别再丢人现眼了 清儿 你来 爷爷 我们凭什么要让他胡乱点评 他一个没学功夫的 懂什么呀 算了 不用了 明天开始 我愿意跟你学功夫 但不拜师 这下总可以了吧 混蛋 放肆 爷爷 给我退下 哈哈 好 一言为定 姑父 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就搬来龙家住着 爷爷 为了一点龙心 你这么做治愈吗 缠出去我们向家的脸往哪搁呀 龙心对我至关重要 但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对我更加重要 什么事 你不是一直都很想打听屠龙少年的下落呢 爷爷 你已经有他消息了吗 龙家这小子或许知道他的下落 什么 他怎么会知道屠龙少年的消息 他认识他 很有可能 臭小子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爷爷呀 说吧 刚才你是怎么看出人家那套七圣权有那么多破绽的 嘿嘿 爷爷 这哪里是我看出来的 我只是盗用了人家对七圣权的评价而已 啊 臭小子 可真有你的 爷爷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深藏不露的高手呢 害得我白高兴一场 嘿嘿 怎么可能 我要是高手 我还会答应跟那像老头儿学功夫 你现在真的愿意学功夫了 嗯嗯 刚才像家那套裙法和剑法真的挺掉的 我也想学 而且 我觉得你们说的也对 如果我会功夫的话 这回摔跤也就不会摔成这样了 所以 我决定还是学点功夫吧 这就对了吗 我们龙家可是五道家族 我的孙女徐要是一点都不会功夫 那像什么话 走 带你去个好地方 什么好地方 今天我们龙江有人开宗立派 龙江地界的各大五道家族 和各个大大小小的宗门 全都派人去踢馆了 啊 踢馆 为什么 哼 要怪就怪他们太狂了 想在龙江地界开宗立派 不仅没给龙江地头上的各大五道家族 拜一下码头 居然还敢给宗门取名天门 真是好大的口气 哼 我看呀 这天门今天刚开张 明天就得立马关门 我今天刚开张 你没送礼就算了 能别这么揍你未来老公的门开吗 好歹将来你也是天门的掌门夫人 算了 我们就别去了吧 那怎么行 这个热闹必须去凑一凑 我要去看看那个二笔掌门是被怎么虐 清新官 今天不同网日那般门可罗雀 皇场之上聚集了三四百人 为首的是龙江当下的三大家族 他们均待了几位各自家族的高手 陈天阳和龙晚星赶到现场后 他发现当中有几个刻意隐藏秀位的神秘高手 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还是来搞事情 爸 大哥 二哥 有好戏看 你们为什么不叫我 龙叔 大哥二哥 你们怎么来了 天阳脑袋还有伤 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做什么热闹 天阳想来见见世面 哦 天阳 快过来 本来今天晚上是打算带你出去 跟你们大哥二哥一起吃个饭的 结果有个傻子 在没有通知我们龙江任何舞蹈家族的情况下 居然想在龙江开宗立派 我们就跑这踢馆来了 爸 弄清楚对方来头了吗 掌门到现在都还没露头呢 他们说了 谁能打赢他们天门的十大高手 才有资格见到他们天门掌门 天门十大高手 谁拼出来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天门什么时候拼了十大高手 对 场上这个 加他们九个 陈天阳很清楚 这群看似其貌不扬的人 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能以一己之力轻松灭掉一个全国有名的家族破门派 西域魔童 他乃转世活佛 这一世他虽然现在才八岁 却已是宗师巅峰的修为 领南神盖 盖帮最后一位帮主 修为深不可测 低腿王 天残久 宗师后妻 虽然只有一条腿 倒在他腿下的名家大师却不计其数 秦陵女巫 孙三娘 宗师中妻 一身独宫出神入化 防不胜防 大漠刀神 胡三刀 宗师后妻 曾以一刀斩断长城而天下闻名 塞外妖谷 无闷 宗师初妻 尤为擅长幻术 迷惑心智 豪闻人心 铁拳城派 宗师中妻 一手穿心拳 即便宗师后妻的人 挨上一拳不死 我的天哪 这都是什么神仙阵容 乞丐 孩子 老弱病残全棋了 这就是所谓的天门师大高手 他们是来搞笑的吧 人不可冒相 说不定他们都是 深藏不露的高手吧 呵呵 就他们 还深藏不露的高手 说他们是高手 实在是侮辱高手二字 呵呵 怎么 妹副你好像不赛成我说的话 那你说 这些人到底哪个像 深藏不露的高手 待会儿我去挑战一下他 大哥 你要能打赢那个孩子就不错了 你 龙叔 我去上个厕所 哈哈 随便找个没人的角落 解决一下就行了 呵呵 又打成平手了 真是犯不露 这天门好像还有几个能打敌 可不是吗 大力上午了 两边一直都是平局 吃饭踢的 别着急 你没看见三大家族 各带了几个老头吗 他们还没出手呢 主人 那老东西还没死吗 没有 天魁星和天刚星还在下面审他 他们两姐妹没走 嗯 开门 是 主人 你来了 陈天阳已经不再是三世门的小圣主 所以他们就改口了 你们怎么还没撤走 希希 因为我们是你的暖床丫鬟 我们从今天沙门那天起 就已经注定这辈子是你的人了 希希 主人都走了 天沙门也不要我们了 不过这样更好 我们就可以永远跟主人在一起 帮主人创建新一代天下第一门了 行吧 这老东西还是不肯开口吗 这老头的嘴太硬了 到现在一个字都没说过 他实在不愿意说就直接打了吧 反正我已经知道幕后黑手 外面来了几个神秘高手 应该是来救他 陈天阳说完走到老头跟前 突然发现 老头的雅门穴被封住了 卧槽 当时我点了他的雅穴怎么给搞忘了 你让他们磕掉了我满口牙 用钢鞭偷了我几天几夜 一直就问我说不说 你他妈封了我的雅穴 你让我怎么说 啊 圣主 你封他雅穴了 马的 忘我这查了 忘了 我们打了他几天几夜白打了 你们打了我几天几夜 现在还有脸说你们白打了 那我找谁说理去 又不是我们封的你雅穴 你们还好意思说 你们没看见他雅门穴也有一个银针吗 你们就不知道拔下来再问话吗 不 不是你说的 让我们千万不能动你的银针吗 行了行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 你现在老实交代一不问 说吧 是谁派你来的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陈家赶进杀卷 横横 小子 就算你把我拔了 你迟早也是死路一条 你一天不死 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我这样的高手来自杀你 是吗 其实你不说 我也知道是谁派你来的 你是袁文渊派来的对吗 横横 袁文渊 小子 看来 你对你的仇家还真是一无所知啊 我也不怕告诉你 就连那武道学会的袁文渊 也只是地狱门的一个傀儡吧 他跟我唯一有所不同 只是 他的级别比我稍微高一些而已 什么 现在知道错了吗 小达种 你错就错在你根本就不该回龙家 之所以没有直接派出 更高级别的强者来杀你 那是因为他们想猫系老鼠 逼你背后的人现身 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你 否则 你真以为地狱门想杀你一个小小的单元净中期 还需要那么麻烦吗 啊 逼我背后的人现身 这背后的人指的是谁 是我的三位师傅 还是另有其人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只要你肯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我一定放你脑 哼 你放不放我已经无所谓了 我失踪了这么多天 地狱门不会再相信我了 前辈 只要你肯告诉我 你知道的所有秘密 我发誓 我绝对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地狱门想要的并不是你死 而是当年 你爸陈锋和龙正云 一起带回来的某件东西 他指的是王青山他妈提到的那件宝贝 龙叔手里真有这件东西 谢谢前辈 前辈 你目前留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以后不用再审他了 每天按时给他送点东西进来吃 是 陈天 熊大 怎么是你 兄弟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你早就嘎了呢 原来你还活着呀 这是陈天阳的发小 熊大强 小时候在陈家沟最好的玩伴 熊大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熊二呢 呵呵 在家喂猪呢 喂猪 你们这么快就继承你爸的养猪场了 别提了 高中毕业时 我跟熊二都没考上大学 我爸让我们跟他学养猪 我们都不愿意 于是我们哥俩就去部队当了两年兵 你们哥俩还去部队当了两年兵 当的啥兵种 别提了 我跟熊二分到同一个营 他在二连吹是班养猪 我在三连吹是班养猪 哈哈 你现在在干嘛 有好工作吗 不如跟我们一起干 我帮你们出谋划策可以 但跟你们一起养猪就算了 我现在还在读书呢 兄弟 你们陈家的情况我早就知道了 你也知道 我从小就是个粗人 不太会说话 以后你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全都算我的 走 我们喝点去 边喝边聊 兄弟 等一会儿再去刑部 嘿嘿 主要是我想看看这次提馆的结果 那我们待会儿再联系 好 龙爷 王兄 时候不早了 不跟他们玩了 一家派个像样的上去吧 嗯 行 那两位仁兄给我点机会 让我江家先派人上去 行 行老 有劳您了 嗯 前辈 在夏天虎门行得宗 很请前辈自教 啊 哎呀 终于可以稍微活动活动筋骨了 你准备好了吗 前辈 请 时候不早了 但我们这一行的必须早睡早起 不然要饭都赶不上热乎的 还有谁想挑战的 全都一起来吧 与此同时 现场响起了一片干咽喉水的声音 无人赶上 只是短短一分钟时间 现场的人走发准成 只剩下龙江几大家族 龙爷 我们龙江今天这面子可就全靠龙爷来挽回了 是啊 龙叔 你上吧 这是让龙家一泡红的好机会 我上 你懂个屁 那乞丐可是宗师性强者 你想让我上去送死啊 臭小子 这么快就迫不及待 想继承我的家产了 啊 其实陈天阳刚才已经交代过了 让他们找机会给他老丈人一个机会出头 怎奈龙正云的修为实在太低了 连上台都不敢 我来 这点小事 哪里还用得着我爸上场 玩 你去做什么热闹 赶紧下来 爸 你别管 我心里有数 龙婉星是在帮他爸解围 这种情况下 他上台出点丑 总比他爸上台丢人好 前辈 你是宗师进强者 我打不过 我不跟你打 听说 只要能打赢你们任何一个 就叫你们掌门出来是吗 行 那我重新挑一个 天门那九大高手 看见龙婉星在看他们 一个个全都缩了缩脖子 瞬间秒锁 今天我怎么好像吃坏肚子了 我先去方便一下 你们先顶住 我也是 是不是谁下药了 你们先顶一下 我们大家今晚都是吃的一样的东西 肯定是有人给我们下药了 我也顶不住 哎呦 肚子疼 天门十大高手 眨眼间跑了九个 只剩下岭南神盖 一个人坐在原地 这可是未来的掌门夫人 跟他打 如果直接认输 不太假 就算假装打几下 最后让他赢 可万一他自己扭到了脖子 闪到了腰呢 到时那小魔头怪罪下来 我们找谁哭去 什么意思 他们都闹肚子了 你怎么没闹肚子 掌门夫人的意思 是让我也要肚子疼嘛 那我得疼啊 哎呦 肚子疼 疼死我了 啊 什么情况 看见天门十大高手全都跑了 龙江武道 接着群人都傻眼了 站在场中的龙晚星 也是一连猛 谢谢 爸 我一上来就把他们全都吓跑了 今天时候不早了 我们改日再来踢馆吧 龙晚星很聪明 虽然他不解为什么 他一上场 天门十大高手全都闹肚子了 但他知道这是他爸最好的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哈哈 行吧 既然今天他们全都闹肚子了 就算我们打赢了也不光彩 诸位 不如我们改日再来 好好好 改日再来 龙也说得对 我们改日再来吧 不然赢了我们也胜之不武 阿浅 打电话让人带点扫把过来 你带队去把刚才的广场打扫一下 啊 虽然这个天门有些目中无人 可人家的确是有点实力的 以后得与他们搞好关系才行 是 我马上安排 马的 真是奇了怪了 龙江不是什么人节地灵的宝地 怎么会有人带着宗师强者来龙江开宗立派 干爹 我觉得你没必要用这种方式跟他们套幸 我们龙家去主动帮他们打扫卫生 这未免有些太掉价了 他们还以为是我们龙家怕了他们 就是 这么做 他们肯定会以为是我们损了 他们不就是要为宗师强者作战吗 我们龙家又不是没宗师强者 如果你们没损 刚才别人逼我龙叔上台的时候 你们俩为什么不上去 你 那你怎么不上 我又不会武功 这是你们武道界的事 关我屁事 行了 没本事跟外人斗 现在一个个的开始窝里横了是吧 听见没有 咱爹说你呢 就回窝里横 你除了打嘴跑还能干嘛 我是说你们俩的 他刚才说的没错 他又不是武道界的 管他屁事 天阳 你跟你玩儿姐先回去吧 我还得进去拜会一下邱道长 哦 兄大 我还以为你回去了呢 大强哥 你怎么在这儿 呵呵 龙小姐教我搭墙就行了 我认识你的车 刚才我和天阳兄弟约好了一起吃宵夜 所以我就在这儿来等他 啊 你们约宵夜了 那走呗 龙小姐 你们开车走 我有摩托车 你们的车宽 我们再夜市一条街灰河吧 你开车 我去跟熊大坐摩托 好 不用 你还是去和龙小姐坐车吧 什么龙小姐 这是我媳妇 也是你弟妹 你叫她名字就行了 谁是你媳妇 我可还没答应嫁给你呢 哈哈 别听她口是心非 这辈子她肯定非我不嫁 所以 你以后叫她名字就行 那怎么行 人家可是龙江第一家族的千金小姐 我哪儿敢直呼龙子 啊 窝槽 放开她 这兄弟值得教 有事真赶上 众人全都冲进树林 只剩下陈天阳一个人站在法拉里旁 也得这时 跟她到外里 只能同时冲天而起 哼 敢在我天门家门口 抓我玩姐 找死 哼 一群无知小辈 还想追上老夫 前辈 你到底想怎么样呀 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很快你就知道了 你就不能现在说吗 我还跟人约了宵夜呢 哼 还想回去跟人宵夜 你把老夫当成什么了 莫非你以为你还能从老夫手里 跑得掉不成 就在老者话音刚落 他的四周忽然响起了十道破空声 紧接着 十个人便分别落在了他喉咙晚心的周围 你们这群妖魔鬼怪 我抓龙家丫头 与你们何干 哼 江南散人 你不好好待在江南 跑来龙江做什么 莫非 你也成了五道学会的爪牙了 你管不着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算我欠你们众人一个人情 你把那丫头留下 赶紧滚 我们看在你师父无心造人的份上 放你一条生路 老妖怪 你别说话 我看见你这小屁孩的样子 就来气 小屁孩 这你都忍得住 人家瞧不起你呢 狐媚儿 你也给老夫闭嘴 上次的事情 老夫还没找你算账呢 上次 道长说的是哪次呀 嘻嘻嘻 莫非道长说的是几年前 你夜闯尼孤安 受信大发的那次 你不急此事就罢 既然你提起此事 老夫今日便要一学前耻 孩子 你想娘亲吗 娘亲想你想得好苦呀 娘亲 我对不起你啊 道长 你看清楚一点 你娘亲年轻的时候 有我这么美吗 混账 还打不 还想打的话 我就在这里等你 不打的话 我们就带那丫头回去了 不打了 你们为什么都要那么护着她 她已经不是三圣门的人了 嘿嘿 我们这群人都是被她开除的 我们被她开除了 无处可去 她帮我们重新创建一个门派 让我们有个归宿 这很合理吧 哼 我奉劝你们一句 你们可都是江湖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 跟着她你们都会不得善终的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不好意思 刚才出手有点重 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师父 我把你打兔血了 江南散人两眼一翻 瞬间昏迷在地 岭南神盖看了看 倒在地上的江南散人 又看了看自己那喝不溜秋的霜水 把兽凑近自己 一直前闻了闻 没什么味道啊 走吧 带那丫头回去 老乞丐 你要死呀 丫头 走 爷爷带你飞回去 前辈 我还是自己走吧 你别恶心人家了 走 妹妹 我带你回去 妹妹 老黄瓜刷绿漆 装嫩 自己多大年纪 心里没点数吗 众人纵身一跃 全都飞走了 现场瞬间只剩下昏迷的江南散人和胡妹儿 龙婉兴三人 妹妹 我们也走吧 谢谢姐姐 妹妹你可真懂事 姐姐就喜欢你这么聪明伶俐的人 姐姐 我想拜你为师 你说我为徒可以吗 这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她是那小毛头的未婚妻 要是小毛头知道了 还以为是我想占她便宜 可要不答应 小毛头会不会又觉得我这是不给她媳妇面子 姐姐 我真的好崇拜你 真的好想拜你为师啊 求你收下我吧 好好好 我答应你 妈的 挨骂挨奏都认了 这丫头 太让人心罕了 那小毛头要是敢找老娘算账 老娘就把她媳妇拐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着她 希希 谢谢师父 不谢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 走 丫头 我们回去 星星观外 龙婉星法拉利F8旁边 一位美少女凌空 落在陈天阳身边 希希 天阳哥哥 嫂子被抓走了 怎么 你嫂子被抓走了 你好像还挺高兴 事情都安排好了吧 放心吧 嫂子一根头发丝都少不了 再说了 我们天门十大高手都追出去了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谁拼个天门十大高手 希希 我呀 那我呢 我难道不够资格吗 为什么把我漏掉了 咦 就你 门内还有几十号宗师强者都没排上 你一个天员境巅峰 你凭什么 希希 天阳哥哥 我今晚睡哪啊 你该不会想让我睡在这个破道罐里吧 不然呢 行了 你赶紧滚 我估计他们也快把你嫂子带回来了 你暂时还不能在龙家人面前露面 哼 见色忘义 有了嫂子 连干妹妹没地方睡了都不管 你可答应过我师父 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我不管 你要不给我安排地方睡 晚上我就偷偷摸到你房间跟你睡去 你敢 滚 你媳妇都被人抢走了 你还能在这里这么干丁 你咋心这么大呢 我老丈人他们去追了 我又不会武功 追上去也没用啊 好吧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妈的 他们都在天上飞 就我在树林里跑 一会儿他们就没应了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追了 我就回来了 辛苦了 待会儿好好敬你几杯 先说好 必须我请客 如果你们要买单 我就不去了 必须的 你这么大的老板 陈家购的猪肉市场 全被你们家垄断了 兄弟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干吧 我给你分股份 你给我分股份 就你把那暴脾气 他不打死你才怪 呵呵 他不会的 你放心 只要你肯跟我一起干 我保证不会亏待你的 就在这时 龙正云高高兴兴的带着龙婉兴回来了 龙叔 你们回来了 宝儿姐 你没事吧 兴兴 没事 大强哥 我们走吧 今儿给我高兴 我们不醉不归 窝草 五道家族的大小姐就是不一样 刚死里逃生 居然还能这么高兴 兄弟 跟我一起干吧 我们哥仨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 啥意思 熊叔和阿姨身体都还好吧 呵呵 兄弟 你 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敢说我给你分股份吗 为什么 你 你当时不是说 我 我爸那暴脾气肯定会打死我吗 你放心 啪 他现在想打我都打不了了 熊叔咋了 去年摔了一跤 成植物人了 卧槽 什么时候的事 熊大强有点醉了 陈天阳说的话他根本没听另一句 陈天阳急忙用手按住熊大强的后背 用真气帮助他蒸发掉体内的酒精 算了 不说了 你今天不说 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去年中秋节的是 我们哥俩前年年底去当兵了之后 他一个人连续杀了三天三夜的猪 一直没合眼 结果泪晕过去了 一头栽在水泥地上 到现在都没行 兄弟 别哭了 这些年我学了点中医 现在就带我去给熊叔看看 没用的 很多大医院都去过了 很多名医都说 我怕这辈子就这样了 不是 熊二 你哥回来了 记得告诉他 如果你们明天还敢去农贸西场卖猪肉 我就把你们家的猪全部挨个放弃 光哥问你话呢 听见没有 没 没听见 还敢嘴音 给我继续打 老的 找死 姑爷 小心 等等我 天阳 太狗我们可惹不起 你千万别冲动啊 姑爷 你想怎么处置他们 说一声就行 其他的交给我 阿琴 他们打我好兄弟 这次让我自己来 姑爷 你别冲动 这几人都是恋家子 你肯定不是他们对手 天阳兄弟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他们是黑老大胎哥的人 我们惹不起的 就算你今晚把他们揍了 可你保护不了我们一辈子的 熊大 你放心 我会帮你永绝后患 呵呵 永绝后患 小假虫 你特么谁啊 狗技可真不像 你 想帮他们 对 哈哈哈哈 行 感知不小 连太哥的事情 你独敢插手 活你了是吗 小光哥 别 别管我 给我弄死他 哼 睁开你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这位 是龙江第一武道家族 龙家千金的未婚夫 陈千阳 你敢不把他放在眼里 那就是 不把我们龙家放在眼里 你懂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不关我们的事 太哥收了人家的钱 那是想抢占这一带的猪肉市场 所以才让我们过来 吓唬吓唬他们 吓唬 你们这只是吓唬 算了 算了 兄弟 你叫浅哥赶紧放他们走吧 无言 你说吧 你想怎么处理他们 嘎几个人 对于龙家来说 不算什么大事 全杀了吧 不要啊 兄弟 我求你了 熊大 你这是干嘛 兄弟 求你了 不要杀他们 兄弟 你别这样 我是吓唬他们的 怎么他们没哭住 却把你们哥俩给吓着了 全部滚蛋 陈天阳开始帮熊二把卖 很快 他就发现熊小强伤得很重 陈天阳身上没带别的普通丹药 只带了几种上品丹药 于是 他只好拿出一颗九转黄昏丹 弟弟熊小强 先把这片要吃了 这是什么药 别打完吗 啊 熊小强把那颗上品九转黄昏丹吃下去后 陈天阳马上泄机帮他消化掉这颗 上品九转黄昏丹所蕴含的灵气 几分钟后 熊小强在吸收了九转黄昏丹的药效之后 他的体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吧 看看熊输卷 天阳 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牌子的跌打丸 我怎么感觉现在浑身都充满力气似的 你这跌打丸也太牛逼了吧 你在哪买的 应该很贵吧 还好 肯定很贵 这要比我上次爱打买的那个跌打丸可强多了 估计得大几块钱一颗吧 这家伙还真把我的上品单要当成跌打丸了 你在哪买的 我也去买几个备着 我这跌打丸你们在外面买不着 是我师父自己做的 这是我师门秘密码 兄弟 给我来一百块钱的 国恩 你要这么多干嘛 当饭吃啊 嘿嘿 你只要再给我九颗跌打丸就行了 大家都是自己兄弟 我不管你那跌打丸 平时是卖七块一颗还是八块一颗 我都给你按十块一颗来算 就当是照顾你生意了 谁可没有你照顾我生意啊 要多几个你这样照顾生意的 我就别活了 兄弟 怎么了 你身上没干那么多呀 没事 你可以先牵着 下回再给我们就行 对 你先把钱收了 这跌打丸你可以先牵着 那好吧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熊叔了吗 走 我爸咋样 你真能拒 必须的 你们去外面等着 带两兄弟出去之后 陈天阳给老人家喂了一颗九转黄昏丹 然后扶起老人坐在棱上 他上床坐在老人身后 隔空运转体内蒸气 与此同时 门外的两兄弟正在小声音 熊大 他 他真的能行吗 可别瞎搞 将咱爸给直接送走了 那应该不至于 从小到大 他做事相来说以不二 比较靠谱 是个可心的人 问题是 他比我们还小两岁 我算他八年前就开始学中医 也只学了八年 他的医术还能比我们以前 请来的那些老中医强吗 全当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之前他一直坚持 要来给咱爸看看 人家也是一分好心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 也是 不过 熊大 之前你给他转了一百块钱 还是有点太冲动了 什么意思 他那跌倒完虽然要效不错 但卖七八块一颗 我都觉得有点贵了 你还给他十块一颗 真不知道你咋想的 他是我们自己兄弟 无所谓了 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嘛 他也挺不容易的 这倒也是 不如 回头我们从他那多进点货 帮他一把 怎么帮 我认识一个江家武馆的全师 待会我们跟天阳兄弟好好聊聊 看能不能论金卖 如果可以 我们找他进的十斤八斤的 到时候十块一颗 卖给江家那个武馆 这样我们既帮了天阳兄弟 还能挣点差价 一举两得 你觉得咋样 我看行 十斤八斤待叫走量 走量至少得论吨卖 你们真想要 我就给你们运几吨过来 否则你们以后就别想着没事了 啊 几吨 熊叔没事了 不出意外 最近两三天应该就能行 我先回去了 回头再联系 听见没 人家刚才说的是走量得论吨卖 我就说十块一颗买贵了吧 你还不信 嗯 这小子挺黑的 对了 熊二 他刚才是不是说 扒不出意外三天就能行 拉倒吧 爸都成植物人快一年了 我们出来一共才两三分钟 他就把咱爸给治好了 这倒也是 他以前小时候从不吹牛逼的 怎么现在也学会花了 凡天阳不掉牙 还是熟练 这一夜 消耗掉了将近二十颗小培元丹 却也仅仅只是勉强 把自己送上宗室锦出七 还是太慢了 得想想别的法子才行 达到宗室之境后 所需的丹药每一集 都将翻十倍不止 而且时间也将耗费得更久 这种提升境界的方法实在太慢了 今晚地狱们又派了一位 丹渊镜中期强者来抓瓦尔锦 得尽快把跌下去的修为补回来 就在这时 陈天阳突然察觉到 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息 出现在龙家后山 说曹操曹操就到 这么快就来 马的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老东西 奥县主人 起来吧 老东西 这么一大早的 让他们带你过来找我干嘛 掌门 我听说胡妹儿 要收掌门夫人为徒了 何有此事 什么 我婉儿姐 给那个妖女当徒弟了 却有此事 主人 我听曼儿姐说 是夫人主动要求的 曼儿姐说她不敢拒绝 只好答应 婉儿姐怎么突发起 想要跟这个妖女学妹说 她要学这种邪门歪道干嘛 对对对 夫人将来可是 天下第一门的掌门夫人 怎么能学这种 南登大雅之堂的邪门歪道 传出去多不光彩 我看掌门 你还是让夫人拜我为师 让她继承我 丐帮帮主之位吧 怎么 拜你为师继承丐帮帮主 这就光彩了 你们笑什么 我们丐帮当年可是天下第一大帮 行了行了 如果你真看上婉儿姐了 你想收她为徒也行 只要她自己同意 我没意见 谢谢掌门 好 实在太好了 没想到活到上百岁 终于遇到能继承我这身绝血的天才了 这丫头 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寒冰之体 先别谢我 你要真想收婉儿姐为徒 那就戒掉抠脚的坏毛病 这样或许你还有气 不然就你这德行 你还是省省吧 主人 还有事 孙三娘 天残酒 胡三刀 西域魔童 成太他们几个都想让我帮忙问问 他们是不是也能收夫人做徒弟 这群老不死的 都特不想占我便宜是吗 主人 您别生气 我知道怎么回复他们了 算了 多几个师父 对我婉儿姐来说也有不少好处 你们回去转告他们 只要婉儿姐自己愿意 他们想收就收吧 不过 那小屁孩不行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让我婉儿姐叫她师父 太不像话了 是 懒猪 起来了 该去医院打真坏药了 早起来了 西西 还以为你没起来呢 快点 我跟我爸先送你去医院 然后我们要出去办点事 你和龙叔要去办什么事 不告诉你 总之 从此以后 我保证没人再敢欺负你了 小子 今天等你打完真回来 我就开始传授你武艺吧 行 陈天阳知道 如果不答应跟向无为学功夫 龙正云肯定会继续折腾 又去帮他找其他师 有劳想大师了 天阳 向无为师 我好不容易才帮你请回来的 你要用心跟他学 如果你实在不满意这个师父 那我只能去省外帮你找了 龙叔 不要麻烦了 我会好好跟他学的 这就对了嘛 男子汉大丈夫 就得学一身好本事 不然 以后你可把人闹矛盾了 你总不能每次都哭着来找我告状吧 哈哈 龙万星 格龙正米 陈天阳送去医院之后 父女二人直奔天门而去 爸 我有点紧张 万一我师父反悔了怎么办 我感觉昨晚他就有些不愿意收我 怎么会呢 放心吧 这些武道界的高人 向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既然他昨晚答应肯收你为徒了 那就一定不会反悔 菩萨保佑 我这个新师父千万不要反悔 宝儿一切全凭缘分 若人家真的反悔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妹儿 你是不是吹牛了 掌门夫人昨晚真的说要拜你为师吗 孙三娘 你觉得这种事情我敢吹牛吗 那小魔头要是知道了 不得弄死我 那为什么现在都八点多了 掌门夫人怎么还不过来 我都不着急 你急什么 掌门夫人愿不愿意拜你们为师 八字还没有一天呢 你们倒好 你个个的比我还着急 我们能不急吗 哪像你 稳稳的成掌门夫人师父了 以后再天门 谁敢惹你 就是 你现在是稳坐钓鱼台了 你当然不急了 尤其是像我这种形象不太好的 我觉得我们当中我是最悬的一个 要说悬 我看我才是最悬的 掌门说了 我这抠脚的习惯要是不改 我就别指望能做掌门夫人的师父 让我忍着不抠脚 除非脚没了 你们可就知足吧 你们至少都还有希望成为掌门夫人的师父 我呢 掌门一句话就把我所有希望都给抹杀了 就在这时 路口回来一声汽车喇叭声 众人一起齐刷刷的寻声望去 龙正云和龙婉星朝门口看了一眼 妇女俩全都愣住了 爸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昨晚上的天门九大高手全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 难道另外八位高人碰巧今天也要收毒力 爸 要不我们回去赶紧把天阳也接过来吧 让天阳也拜入天门 这可比跟这项无为强多了 你想得美 天阳现在都十八了 连个后天晋舞者都不是 等他进入先天 也是二十五岁以后的事了 二十五岁才进先天晋的人 基本上就是个废物了 谁愿意收他为仆 这倒也是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到后备箱拿礼物过去拜师 爸 我好紧张呀 你陪我一起过去吧 姑娘 不是爸不愿陪你 你看看这阵仗 我哪敢靠近呀 就在龙正云和龙婉星在车旁商量之际 那早已等不及的九大高手突然是纵身一跃 一起落在了父女跟前 龙小姐 我叫孙三娘 你可以去外面打听一下 我挺有名的 你拜我为师行吗 我说你做关门弟子 龙小姐 我叫天残九 你也考虑考虑我呗 只要你肯拜我为师 我也受你为关门弟子 龙小姐 我是大漠刀神无三刀 只要你愿意做徒弟 我也受你为关门弟子 丫头 我岭南神代的名号 相信你应该听说过吧 只要你肯拜我为师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抠脚了 至少绝对不在你面前抠脚 你看成步 龙小姐 我是铁拳成太 我和他们几个比起来的确差了点事 而且论年纪 我也比你大不了太多 你要是不愿拜我为师 我认你做妹妹也行 无耻 你干脆拜人家为师得了 我觉得这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成太 你这么做就有点缺德了 你才缺德 你全家都缺德 有种你再说一句 哥 各位前辈 能不能让我说句话 几位前辈 对 对不起 其实 我昨晚已经拜胡师父为师了 没关系啊 不影响啊 你可以拜他为师 也可以拜我们为师啊 什么 不 不是说 关门弟子是继承一波的传人 不能再拜其他人为师的吗 谁说关门弟子就不能拜其他师父了 我们不讲究这个 我 我真的可以同时拜你们为师吗 当然了 玩 别愣着了 还不赶紧谢谢诸位师父 妈的 我他妈不是在做梦吧 这可真是天赐奇缘啊 我龙家终于要一飞冲天了 对不起 各位师父 我 我今天来只给胡师父准备了一份拜师礼 你们另外八位师父的拜师礼 我明天给你们补上行不 要什么拜师礼 我们天门中人不信这个 就是 我们不仅不需要拜师礼 我们当师父的还必须给徒弟送礼 来 丫头 这是为师送礼的见面礼 戴上之后 任何时候都不能拿下来 知道吗 啊 这可是他家族祖传下来的法宝 据说这手镯里面蕴含着一种阵法 在危急时刻 能抵挡单元镜以上强者的三次攻击 并且在使用过后 只需朝里面注入蒸汽 下次又能重复使用 孙三娘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啊 文婉兴回去的时候 不仅拜师礼一样没送出去 反而是抱着一大堆礼物走的 爸 我这群师父 真是武道界传说中的强者吗 应 应该是吧 不过 如果说他们真是本尊的话 这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按理说 他们这种强者 享受一个像你这种天资的徒弟 并不难呀 怎么一个个就好像八百年 没见过徒弟似的 妈的 咱别不是遇到专业诈骗团伙了吧 听爷爷说 有一种武道界的混子 最喜欢干这种 冒充那些成名在外的高人 在小地方弄个棕门开馆收徒 骗财骗色 你别太不担心 至少目前来看 这群人的修为是假不了的 以他们这身修为 我龙家百亿家产 还不至于让他们费这么大的劲 这倒也是 待会儿我陪天阳打完针 去天门找他们学几招 就能知道他们的深浅了 行 我去看看你妈 跟她告个别 在家里已经耽误好几天了 我得赶紧去找药了 你来了 天阳的伤怎么样了 她没事了吧 你呀 还真是够偏心的 你怎么不先问问你女儿 你女儿要是知道你这么偏心 她都要嫉妒天阳了 她敢 老云 我知道那三味药非常非常稀有 如果实在找不着就算了 薛神医不是说了吗 有这颗龙心 已经能够克制我体内的寒毒 只是不能彻底根除而已 等我恢复修为了 我就能用自己的真气 克制寒毒了 不行 无论如何 三个月内 我一定把那三味药凑齐 对了 天阳已经答应跟向无为学功夫了 每次一劝你 你就转移话题 你答应我 千万不要走极端 如果能平安无事的得到那三味药 我支持你去找 否则 我宁愿死 也不希望你去冒险 老婆 你就放心吧 那三味药 其实也没有薛神医说的那么难找 天阳 来来来 我现在就开始教你功夫 爷爷 想 教吧 我听着呢 臭小子 你要跟人学本事 你得尊敬一下人家 嘿嘿 爷爷 你放心 我能陪你下棋就把功夫给顺带着学了 吹牛不打草稿 呵呵 像老头儿 你来龙家给我教功夫 还要带上孙女一起来混吃混合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说什么 谁混吃混合了 闭嘴 忘记我昨天给你说的话了吗 是 爷爷 哼 哈哈 天阳 你可能有点误会了 我之所以带琴儿过来 是因为有些武功招式需要他来帮你掩饰 哦 看来我误会你了 像师傅 你打算如何教我 从今天开始早晚教你练内功心法 白天教你那家功夫招式 行 那就先让他给我演示一遍吧 我们向家一拳和剑文明 你是想先学拳还是先学剑 剑吧 琴儿 你给他先演示一下 是 紧接着 向琴空用差不多一分钟时间打了一套七圣剑法 在他施展这套剑法期间 陈天阳和龙老爷在割下了三步棋 打完了 打完了 你记住了几招 爷爷 我们是来教他功夫的 你看看他这什么态度 就好像我们在求他似的 向师傅 你以前带的徒弟 天赋最好的 学完这套剑法需要几天时间 呵呵 最好的徒弟就是我这孙女向勤工 他只用了一周时间 换做一般人的话 少则一月 多则三五个月了 行 那就按照你孙女的标准来调算吧 这套剑法我已经学会了 你们这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下周再来吧 你 臭小子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 呵呵 看一遍就学会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神仙吗 爷爷 人家根本就没打算跟你学功夫 我们还是回去吧 陈天阳 如果你实在瞧不上我 不想跟我学 那就算了 姑父 告辞 等一下 你龙叔好不容易才帮你把他重新请回来 你非得把他们爷孙俩逼走你才开心吗 你以为你龙叔帮你找个宗师静的高手 当师父容易吗 爷爷 我真的学会了 会你个头 跟你老子一个德行 不吹牛你能死啊 姑父 今天的事情你也看见了 可不是我不愿教这小子 回头你给正爷说一声 让他可别怨我 请啊 我们走 等一等 借剑仪 你们睁大眼睛看好了 好小子 还好他施展这套剑法的时候 没有携带真气 否则 这院子估计能被他的剑气给彻底毁掉 向师父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不想跟你学功夫了吧 你们回去吧 下周来记得带点能拿得出手的功夫 别整这些太肤浅的东西 没意思 爷爷 刚才该谁下了 忘了 该 该你了吧 无为 就一塌着 你们一周后再来 向无为点了下头 带着向晴空灰溜溜的走 好小子 你把我们骗得好苦啊 爷爷 我什么时候骗你们了 你还给我装 这套七圣剑法 可是向家传内 不传外的独门剑法 难道你想告诉我 你是现学现卖 对啊 我就是现学现卖啊 你少来 刚才向晴空傻剑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看他几眼 赶紧老实交代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爷爷 我真是现学现卖 不过 我不是刚刚学会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前几天向我为那孙子 不是已经耍过一遍 这七圣剑法了吗 我是看他打了一遍之后 就学会了 好小子 爷爷果然没看错 你他妈这哪是天赋一饼 简直就是妖孽 人开啊 呵呵 大小姐 您在干嘛 强叔 我在开车 怎么了 您最好先把车停在路边 听我说句话 强叔 您说 我已经把车停稳了 龙爷出事了 他带来的高手除了我 已经全军覆布 主人 对不起 我们没有保护好龙爷 对方是单元净强者 龙爷受伤了 很重 什么情况 龙爷带人在北方 参与了这次的五行草之争 身负重伤 命悬一线 您最好亲自来一趟 否则 恐怕没人能救得了他 他怎么突然跑到北方 去争那五行草了 那五行草 对一般人来说没什么用啊 可能是想抢来 与一些大家族 做利益交换吧 行了 给我发个坐标 我马上赶过来 陈天阳犹豫了一下 立刻给龙婉星 打去一个电话 喂 婉儿姐 我师父快过生日了 我想去陪我师父住几天 嗯 也好 你去吧 好好陪你师父多住几天 不对啊 按照他的性格 难道不该缠着我跟我一起去吗 这几天跟着九个新师父练功 已经练入迷了 爷爷 我去同学家晚两天去 丫头 你就别骗我了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 不管怎么样 都要将你爸带回来 我总要见他最后一面 爷爷 我知道 爷爷万一我也回不来 表示我妈肯定也好不了了 到那时 家里就只剩你和天阳相依为命了 你要帮我对他好一点 帮他找个好老婆 不要找回功夫的 免得别人欺负他 哼 后见主人 请主人责罚 起来吧 这是不怪你们 你们受伤了 谢谢主人关心 小伤不碍事 是的 我们没事 主人 您快去救龙爷吧 就他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被谁打伤的 什么修为 断天涯 丹元净初七 大理断师的断天涯 上次跟他比武就该直接嘎了他 他知道你们是谁吗 应该不知道 我们姐妹俩都一容了 估计是没认出我吗 他人在哪里 啊 啊什么啊 我问他人在哪里 主人 报仇的是回头再说吧 您还是先去看看龙爷吧 龙爷的命比我们重要 主人 我们只是您的随从丫鬟 我们不碍事的 龙爷的身体比我们金贵 吉祥如意 从现在开始 你们别叫我主人了 直接叫我天阳吧 属下不敢 为何不敢 怕我师父怪罪 我们已经不是三生门的人了 可是 别可是了 记住 从现在开始 我是你们弟弟 你们是我姐姐 好了 别哭了 两位姐姐 快点把这两颗要吃下去 运功消化掉 九转还魂丹 如此贵重的丹药 只是用来疗伤 未免有些太可惜了吧 我们能不能留着以后再用 这种丹药我多的是 天门里面我吞了几十炭 以后你们想吃 可以一把一把地吃 行了 别耽误时间了 听话 赶紧吃 是 吉祥如意急忙吞下丹药 然后盘腿打坐 陈天阳 就在盘腿部的二人身后 帮助他们疗伤 几分钟时间后 陈天阳便将他们所说的内伤 全部治好 谢谢主 叫天阳 或者弟弟也行 如意 你 你先叫 你是姐 你先叫 不叫我走了 以后不许跟着我 你们爱去哪去哪 弟弟 还以为你们叫不出来这俩字呢 走吧 还愣着干嘛 带我去看我龙叔去 弟弟 给 龙爷就在山洞里 他带来的三十多位高手 全被断天阳灭掉了 现在只剩下了 那个叫强叔的司机 至于龙爷 现在生死未卜 这是断天阳一人所谓 不是 他还带着几位宗师镜的强者 纠为全在宗师中后期的样子 我们姐妹俩 用三圣剑阵封住了洞口 断天阳强行破掉了我们的剑阵 把我们镇伤之后 他自己应该也受了一些伤 所以才带人离开 我进去看看 你们在洞口帮我守着 是 谁 偶然路过此地 看见洞外噶了这么多人 进来瞧瞧 在下略懂医术 需要帮忙吗 要要要 求少侠帮我看看我们龙爷 陈天阳走进去 蹲在龙正云身边 伸手握住龙正云的手腕 很快 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几分钟后 陈天阳才缓缓地松开龙正云的手 我家龙爷伤得怎么样 还能治吗 陈天阳从怀里拿出一颗九转黄昏丹 未进龙正云嘴里 没用的 我已经给龙爷吃过一颗九转黄昏丹了 陈天阳没有搭理他 他把龙正云扶起来 暗云一股金橱的真气 进入龙正云体内 调动九转黄昏丹的药效 修复龙正云受损的内脏 七八个小时后 陈天阳再次睁开眼睛 龙正云的脸上 已经出现了一丝红润 他已经没有大碍了 不过需要好好调养一年半载 才能克服修为 少侠辛苦了 等我们龙爷醒来 定会马上补偿 宁为他所用的那颗九转黄昏丹 除此之外 必当另有重心 谢就不必了 赶紧送他回去 以你们的修为 这五行草你们争不着 想都别想 没拿到五行草 我死也不会回去 龙爷 你没事吧 他没事 只是现在太虚弱了 他为何如此执着 非要得到五行草 少侠有所不知 我们龙爷与夫人情深四海 我家夫人身患怪病 好不容易得高人指点 还弄到一个治病良方 但尚却三位世间少有的灵药 其中一位便是五行草 什么 杨妈妈病了 她一直在骗我 到底是什么怪病 居然需要用到五行草 这种灵药 你刚才说 你们夫人那个药方 需要三位世间少有的灵药 是哪三位 这 另外两位 可是龙血国与千年合手 少侠怎么知道 薛老头 我要是知道 你是在帮着龙家人 故意瞒着我 你就死定了 少侠 你怎么了 你快带龙爷回去吧 我马上帮你们安排直升级 可是 别可是了 你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 留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倒也是 只是 我担心龙爷醒来会怪贼我 你不把他送回去调养身体 他的命都会丢在这里 这样龙家人就不会怪着你 少侠叫去的是 那就有老少侠了 马上给薛老头儿打电话 好 喂 薛老 我家圣 我家少爷找你有要事 呵呵 小师傅 这么晚找老朽何事 上次我帮你看的那位龙江的女病人 可是姓杨 正是 小师傅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在故意瞒着我 不想让我知道他叫杨淑娟 他老公叫龙正瑜 对吗 没 没有呀 你 你这是何处此言啊 完了 这龙氏夫妇二人 该不会和那小子有深仇大恨吧 老子现在不想跟你废话 你就直说吧 为什么瞒着我 你到底收了龙正瑜多少好处 我 我真的没有刻意隐瞒啊 我也没有收龙正瑜任何好处啊 只是老朽觉得 这对夫妇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我没必要在您面前提起他们 你知道杨淑君是谁吗 他是我干妈 神 什么 杨 杨女士是 是你干妈 老东西 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没在我面前提我干妈的名字 你让我干妈多受了多少苦 小师傅 你听我解释吗 我是真不知道你与龙家的关系 我若早知道你跟龙正云夫妇还有这层关系 我又哪里用得着去求你啊 好吧 我还有事 打电话派直升机过来 把我龙叔送过去 是 这几天你们住在哪里 附近不远有个小山洞 我们就住在那里 带我过去 是 你 你睡中间还是睡 我知道你们在胡思乱想什么 我不是来睡觉的 我是来练功的 你们在门口布阵 为我护法 我要吞噬竹酒印那颗龙丹 不然 以我现在的修为 没办法去抢我星考 是 陈天阳寒吹坐在山洞之中 他的身前 凌空悬浮着一颗金色的龙丹 直见他一张嘴 那颗龙丹飞进了他的嘴里 龙丹入口 小子的灵气源源不断的涌入体内 龙丹中蕴含的灵气 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得多 咬声 就在他达到宗室巅峰之后 这一片天空中 不然不云密 变成 单元静天节 主 弟弟 快停下 不能继续了 弟弟 快停快停 你在这里不劫 会引来很多强者干涉 我们恐怕没办法帮你抵倒呀 两位姐姐 只能拜托你 我停不下来 啊 紧接着 两姐妹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两人的脸上瞬间露出一脸绝燃之色 弟弟 你安心渡劫 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了 就在这时 突然飞来几名老者 秀位最低的也是单元静初期 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 这一片区域便聚集了两三百人 哟 这不是昨天那两个小丫头吗 你们这是在帮谁护法渡单元静的天节啊 断天涯 两个小丫头 老实交代 这渡劫之人是你们何人 与你无关 那么 你们觉得我会让他渡劫成功 等他突破单元静后 来替你们找我报仇吗 你若想阻止我们弟弟肚结 除非从我们姐妹俩身上踏过去 哈哈哈哈 哦 原来是你们弟弟啊 我还真没想到 你们弟弟居然还是个 即将突破单元静的天才 真是可惜了 就凭你们 恐怕阻止不了我们吧 断天涯说完 大手一挥 把宗师强者飞来 落在断天涯身后 杀了他们 是 啊 好强的守护阵法 两个小丫头 我劝你们现在立刻撤掉阵法 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 可别怪我以大欺小 出手无情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 若是你们乖乖束手就擒 我或许还可以饶你们一命 哼 束手就擒 做梦 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扛得住我几波攻击 哼哼 这才只是第一击 你们就不行了 那我这第二击 岂不就能破掉 你们这小小的守护阵法了 呵呵 没想到你们两个小小的宗师镜 还挺能扛 来人 公子 助我破阵 是 最后一次机会 你们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吉祥如意早已下得面无人色 他们的阵法根本无法抵挡这么大一颗灵机炮弹 就在这时 吉祥灵机一动 用传音入室对着断天涯喊话 断公子 你可知这里面是何人在杜劫 惊扰了他 你大理断事都招惹不起 谁 陈天涯 什么 他 他不是早就是单元镜中期了吗 哦 我想起来了 听说他被袁文元抓去 用了一次灵魂电刑 导致修为暴跌了是吧 哈哈哈哈 我们公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我劝你最好现在赶紧收手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的 呵呵 那个小杂种 已经被三圣文啄出师门了 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怕他吗 没有三圣文的闭火 他连跟我说话都不配 你要不说里面杜劫的人是他 我或许还会留你们一条小命 既然你们是他的随从 本公子只好对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此时吉祥如意的脸色惨白 他继续遭受三次准击 早已是强武之末 而那个足球大小的真气团 在摧毁金色光照之后 居然停在了吉祥如意 十米开外的空中 意念攻击 他居然领悟了意念之力 但原竟才能领悟的意念之力 竟恐不如斯 呵呵 本公子倒要看看 现在你们还如何抵挡 这颗灵气炮弹 望着悬浮在空中的灵气炮弹 吉祥如意两姐妹同时闭上双眼 他们知道 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是徒劳 吉祥如意的身上 不然散发出一股非常狂暴的气息 卧槽 他们准备自爆 两位姐姐 不要冲动 对不起 弟弟 姐姐无能 对不起 弟弟 我们来世再见 想自爆 我会给你们机会 呵呵 屠龙小子 我们又见面了 你可真是命大 一颗灵气炮弹 加一道天雷 都炸不死你 啊 他就是屠龙英雄 什么 他就是传说中的屠龙少年 我的天啊 我终于见到我偶像了 是他吗 他怎么了 他不是早就是单元镜强者了吗 师妹 你去干嘛 这是你能掺和的事吗 师兄 你别管我 他救过我命 我要去帮他 师妹 回来 你来干嘛 我来帮你 哈哈哈哈 帮他 就凭你 一个小小的地元镜后期 你来帮他 还有我们 师姐 师妹 你们怎么也来了 怎么 只允许你帮助我们偶像 不允许我们帮助我们的偶像吗 就是 他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偶像 为什么要让你一个人出风头 就凭你们几个小鱼小虾 也想帮他 你们自己是什么修为 难道心里都没点数 还有我 还有我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陈天阳周围便聚集了不下七八十名各门各派的女子 屠龙小子 你的粉丝团可真是够强大的呀 很遗憾 他们的修为实在太低了 今天没人能够阻止得了 你就此陨落的命运 就在六十 天空中不然是一声分为之声 这是第二道天节即将落下的前兆 姐妹们 我们大家一起帮忙抵挡天雷 好 算我一个 婉儿姐怎么也跑这儿来了 她来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吗 陈天阳冷冷地瞪了一眼王二狗 王二狗脖子一缩 用传音入室对着陈天阳弱弱地说道 不 不关我的事 是 是我徒弟非要来帮他偶像 很好 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垃圾 怎么帮他抵挡着第二道天节 这小子以前度过一次天节 他肯定有办法扛过第二道天节 我们必须在第二道天雷落下之时 一起联手给他致命一击 是 天空再次出来一瞬灯雷之声 就在这时 陈天阳突然消失在原地 当他再次出现时 他就来到断天牙身后 瞬移 陈天阳双手快速挥舞了两下 封住了断天牙几大药区 陈天阳一把抓住断天牙的肩膀 纵身一跃 被到了一颗大鼠之上 断天牙 你刚才说的没错 我当然不忍心让我那些细皮嫩肉的粉丝 把我挡天了 不过 你可以 你 你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瞬移 你这种垃圾天赋 都能在单元镜领悟到意念之里 我带单元镜领悟一下空间法则之力 这很合理吧 不可能 不可能 哼哼 这世上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段公子 你就认命吧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快点放开我 否则 我断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放了你 谁帮我抵挡天杰啊 我可舍不得让我那些细皮嫩肉的小迷妹们 来帮我抵挡天杰 你这个阵子 听到大股族的白色鸣雷 静止朝着陈天阳轰然落下 段公子 有劳了 滚蛋 我对天发誓 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 我们断氏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等着接受断氏的疯狂报复吧 既然你们断氏不会放过 那就让这两子结得更深一些 你想干什么 你特么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 哼哼 跟你同归于尽 你也配 就在这时 困天涯的八名君士随从 终于姗姗来迟 放开我家公子 给我杀了他 哼 你们以为 我的守护阵法 还是之前我那两位姐姐的守护阵法吗 第三道天雷 我敢坐下 陈天阳举起段天涯纵身一跃 再次迎接第三道天雷 单元晋后期 果然比中期强大多了 泽泽 好惨啊 求求你了 放了我好不好 段天涯 这次我放你一马 如有下子 就算你是大理断氏的当代掌门人 我也不会再放过你 谢谢各位姐姐了 不用客气 能够帮你是我们的荣幸 是呀是呀 能给你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 那是我们的福气 谢就不必了 你给我们一人签个名吧 我真的真的好崇拜你哦 啊 玩妹妹 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嘻嘻 思雨姐 当然开心了 你看 虹龙英雄都给我和天涯送祝福了 天涯要是看到这个签名 他肯定会激动的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呵呵 那是当然 思雨姐 刚才好像没看到你去要签名 为什么呀 呵呵 自从你要到了TU签后 再也没人能要到过TU签 单纯的签名 没意思 嘻嘻 应该是他看人太多了 太耽误时间了吧 他那种人 肯定很忙的 或许吧 玩妹妹 你也是来跟随师门争夺五行草的吗 嗯 玩儿 晚辈子卫宗将思雨 叩见王大师 你是子卫宗的弟子 是的 前辈 秋月明是你 是晚辈师叔 那你恩师是秋月清 正是 你师父几月前先是 我因闭关未能赶去送他一程 还望你们见谅 王大师言重了 你师叔最近有没有和哪个男的走得比较近 啊 这 我 我最近很少回师门 晚辈不知 哦 看来他心里还是没忘了我 啊 师父 你和我思雨姐姐的师叔有一腿 啊 玩儿 你 你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何止一腿 哎 难道还有鸡腿 那当然 秋月明当年爱我爱的那叫一个疯狂 哎 王师不堪回首 不说也罢 师父 原来你不是兔子呀 谁说的 师父 说你不是兔子 你还那么生气干嘛 难道你是 闭嘴 我是兔子这是 你是听谁说的 师父 你 你真是兔子呀 我 我的意思是 到底是谁在胡乱造谣 我现在就去把他碎石万段 是 是我男朋友说的 呵呵 我只是随便问问 既然是他说的 那就没事了 我们回去吧 天阳这么好使的吗 这臭小子 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居然跟我徒弟开这种玩笑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原来王大师也知道陈天阳的真实身份 思雨姐 今晚去我那边睡 我们晚上睡不着 还可以聊聊天 好呀 嘿嘿 小师傅 婉儿不是我叫来的 是他自己来的 而且他这次进山还带了一帮人 说是来找五行草 我不管 总之你必须想办法把他送回去 二狗子 你应该清楚 这里不是他能待的地方 小师傅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以前我还能镇得住这丫头 自从你上次去了一趟千华门 现在这丫头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 哪里还会听我的话吗 哎 算了 我也不难为你了 待会儿你给门内弟子交代一声 就说 我们要跟你们随得同行 这个当然没问题 嘿嘿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吗 有你保护 谁还能伤得了那丫头 你懂个屁 我是怕有她在 不然我分心 放心吧 真要打起架来 你负责专心打架 我负责保护那丫头就行 要是有人能伤她一根头发 我就真是兔子 你还好意思讲 你怎么能把江湖上传 我是兔子这是给我徒弟说呢 真的有点太过分了 这事可不是我告诉她的 可能是孙三娘给她说的 孙三娘 那 那丫头怎么会认识孙三娘这女巫婆 孙三娘现在是我手底下的人 几天前 我婉儿姐拜她为师了 啊 完了完了 你怎么能让婉儿拜这女巫婆为师呢 这丫头算是废了 你以后还想不想跟她好好过日子了 这女巫婆能交出来什么好徒弟 你几个意思 我 我是说 这老娘们一旦知道婉儿是我徒弟 肯定会把我当年的一些 就是全都主统道斗的告诉她 你看 这才当了她几天师父 就把我这种谣言传出来了 这让我以后怎么面对 自己的徒子徒孙 这是你能怪人家孙三娘吗 这是本来就是你那老乡好 邱月明传出来的 谁让你跟人家好了二十多年都不碰人家的 人家当然以为你是兔子了 我这不是因为 列师门纯阳神功 必须得保持童子身 暂时还不想破功吗 哎 真是罪毒妇人心啊 邱月明那老尼姑 她得不到我 就想毁了我 我王二宝一是英明全毁她手里了 哈哈 你还有心思在这笑呢 你昨晚把段时那小子折磨成那样了 段时肯定马上就会派人来找你报仇 我说你小子可真行 五道界三大仕途 你和段时 原始都结了梁子 而且你现在还脱离了三审门 你还想不想在五道界混了 这些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你只管把我把我王二姐保护好就行 放心吧 我会的 二宝子 认真的 现在我把你当老兄 我想问你一个咱们哥俩兄弟之间才聊的事 说吧 天阳老弟 你想问什么 你说 到底是修为重要 还是女人重要 怎么 想睡我徒弟了 不想收童子身聊 别跟我扯这些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是修为重要了 小子 其实这问题你压根就不该问我 我要是觉得女人比修为重要 我早就让孙三娘和邱月明 给我生几十个娃儿 兄弟 你是不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 不说比你还帅吧 至少也能有你八九分 想当年 孙三娘和邱月明为了追我 打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 日月无光 我一直很好奇 最后 你为啥选择和邱月明在一起 你这不是废话吗 孙三娘那可是号称天下第一毒女的 秦岭女巫 跟她谈恋爱 除非我脑子被驴踢过 全天下女人全死光了 我也不会要这个老巫婆呀 王二狗 你刚才说什么 啊 三 三妹 我 我没说啥呀 你听错了吧 王二狗 但凡你要是个代把的 有种你就把刚才的话 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 臭小子 这回被你害惨了 他来了你咋不早说啊 别跑 后见掌门 其他人呢 骑兵掌门 按照掌门昨晚的吩咐 天门已清朝出动 其他人均以化正为零 只能掌门一声号令 嗯 你们几个都去千花门 找你们徒弟去吧 就说天门也打算参与 这场五行草之争 遵命 杨妈妈 你放心 天阳就算拼了命 也会帮你凑齐那三味药 五行草 龙血过 我志在必得 陈天阳朝远处望去 发现天际尽头 漫天朝霞 而在那金色的朝霞中 竟然有一颗黑色的 午夜草的须翼 五行草 老弟 别愣着了 五行草就在那片朝霞下方 只有早晚出现朝霞和晚霞的时候 才能确定它的大概位置 你还不快点去讲 急什么 不急 老弟 你丈母娘的病不治了 你怎么知道我丈母娘的病 需要五行草 婉儿昨晚告诉我的 一开始 我问她为什么非得要五行草 她还不肯说 结果我要强行送她回去 她才告诉我真相 王二哥 有种你别跑 老弟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还有 你也看见了 我现在可没功夫帮你照看媳妇了 你自己重新找人看吧 我自己都尼菩萨过河 掌门 他刚才又给你说我什么坏话了是吗 没 他就说 让我把你这个老巫婆住在天门 否则你会拜坏天门风气 老混蛋 老娘今天不杀了她 是不为人 弟弟 五行草出现了 我们上吧 不着急 我也让天门的人化整为灵 混入其他门牌 一有消息 他们会及时通知我们 弟弟 我们不快点去 万一被人抢占仙机了怎么办 是啊 万一被人抢到手了 我们再去别人手里抢 那就又要跟人结仇了 两位姐姐 别着急 所有天台地宝附近 必有妖兽手 第一个冲上去 先和妖兽干架 那不脑子有病吗 原来如此 走吧 先回 好啊 谢谢观看